破产盲眼千金和陌生的男人一夜 关于意外怀上了他的嘴巴 而男人居然是这座城里最可怕的存在 他想把自己的嘴巴杀在娘胎里 一艘老旧的邮轮上 陆志玲不顾一切往前跑 身后的男女马上追点声 死瞎子 跑哪去了 男人是说过要照顾陆志玲一辈子的人风潮 女人则是日夜跟在地身边的看护调话 狗男女曾多次虐待陆志玲 更过分的是一个月前 他们把他卖给了配国首付的枕子 那个形式暴虐 阴毒狠辣 惹上他就绝无活路的搏望 陆志玲知道他们想利用他肚子里的孩子再去搏搏 此刻他颤颤巍巍缩在老旧船舱的某个角落 好不容易从两个魔鬼手上逃了出来 如果今天逃不掉 那就彻底完蛋了 此时鞋子踩着枯叶的声音传入了陆志玲耳朵 也许是盲人发达的听觉 他一下子听出了脚步声不属于风潮和大花 此时他只想起身逃跑 突然一股清冷的木质箱冲向鼻尖 男人带着几分凉薄的嗓音自他头顶上方落下 陆小姐 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众 这熟悉的声音瞬间将陆志玲拉回了那个男人 将他抢取豪躲了的夜晚 陆志玲脸色瞬间上来 转身就想逃跑 不料伯望一把拉住他的手 紧紧扣在了怀里 他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随后陆志玲被强行拖上了一辆家常的房车 他跌坐在真皮座椅上 狭小又陌生的空间让他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突然他的脚被捉起了 别碰我 陆志玲克制不住的低声惊呼 只见他对面的伯望玩味的笑着把玩着手中的玉米 真是可怜 伤成这样 我都心疼了 伯望突如其来的温柔让陆志玲更害怕 他不知道男人到底想干嘛 此时车外等候的管家倒门了来意 他们是特意过来询问陆志玲肚子里的孩子父亲到底是不是伯望 听到这话 陆志玲难堪到耳根发红 那一碗是他的初夜 这一点想必当事人伯望再清楚不过 这样问难道是特意来羞辱他 下一秒管家冷漠道 我们一会送陆小姐去伯家名下的私人医院疗养 伯家的孩子不能随随便便留下 陆志玲努力调整呼吸开口道 伯先生 一个月前是风潮和大花社的局 和我无关 我绝对没有攀附额前的意思 陆志玲哀求伯望放过他 他跟伯望保证从此在K国消失 并且他身体不允许流产 说罢他的脚心一阵剧痛传来 伯望用棉签狠狠戳进他身口 看着他痛到惨来的脸 伯望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 这么说你还是无辜的吗 可惜 我伯望不信世上有打不掉的胎 男人是举国闻名的豪门变态恶神 只因女人怀上了他的仔 他便想抬掉他的腰子 伯望镜子拿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 陆志玲虽然看不见 但匕首的尖锐似乎能刺穿他的心脏 随着刀剑渐逼近 他咽了咽口水往后退 刀剑从他胸前轻轻划到了腹部 只见伯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我还没见过女人的内脏 应该比男人的整个秀气 陆志玲若大科的汗珠瞬间往下躺 这是来自死亡预告的恐惧 难道这个变态的男人要生扑了我 我怎么会遇上这种疯子呢 说起这个疯子还真的有段故事 伯望 原本是首富伯家几万千宠爱于一身的长孙 却因五岁一场车祸事故失踪 二十岁才被伯家意外巡回 当时他已经成为了独场里很大嚣张的打手头子 回归这五年他变本加厉 放浪行海 凭一己之力承包了伯家所有的黑料 人人都知道惹上伯望绝无活路 陆志玲希望给陆家留下最后一点血脉 他用颤抖的嗓音一次次求揉 恐惧的泪水已经模糊了双眼 伯望突然一乐 只见鲜血滴落在陆志玲的裙子上 陆志玲徒手握住了伯望手中的匕首 我不想死 求你放过我 下一秒他却对伯望二狠狠地飞在地上掐住了伯 我可没那么好心 此刻他狭长的眼中露出了一抹变态的新闻 就在高间正要落下之际 一声少爷把他叫住了 管家淡淡说道 老太太打电话来请您不要乱门 他要让您和陆小姐尽快完婚 伯家的孩子必须堂堂正正出生在伯家 伯望贴了一眼管家后一声是想 是我疯了还是老太太疯了 竟然要我取算计到我床上的人 老太太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一死相逼 还以伯望难堪的视频威胁 只见管家淡定地拿出了手机 伯望一把夺过了手机 看着手机里的视频 他表情瞬间凝固 此时快要窒息的陆之灵 好不容易能喘息 一阵强光刺痛了他的眼睛 他努力睁眼 眼前有一道虚影转头看向他 虽然男人的五官看不清 可是他感觉到他的视线 犹如万证深渊 深得可怕 哪怕一眼都能让他粉身碎骨 他心生反意不由地往后退 突然伯望一把抓住陆之灵纤细的手艺 一脸邪恶询问管家 老太太定下日子了吗 老太太定下了三天后 您和陆小姐打婚 好 我去 伯望的大手捏住了陆之灵的下巴 他温柔的语气里 带着几分变态告诉他 陆小姐 多吃点饭 养足精神 也好让我以后慢慢玩 落魄蚌眼千金 被迫叫给豪门变态恶少 不料婚礼当天新郎却另有其人 陆之灵被安排 住进了国家民宿的私人疗养用 管家带着律师冷漠的出现 看来陆小姐已经做好 当国家少奶奶的准备 在陆之灵听来这话时嘲讽他 贪慕虚荣 在过去一年里被蜂巢伤害的时候 他试过求救 可最后还是被认为是无理取暴 在蜂巢身边尚且插翅难飞 更何况现在落入了群世滔天的博家 于是他平静地反问 我逃得掉吗 管家沉默了片刻后拿出了两份文件 一份是婚前财产公正书 另一份则是博望和陆之灵的私下协议 协议大概意思就是 只要孩子是博望的 那么婚姻可以维持到哺乳期 也就是说一旦哺乳期结束 他就得滚蛋 管家当即给陆之灵念完协议 见他丝毫没有反应管家语气 突然严厉了些许 陆小姐 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要不是老太太看中你腹中博家的骨肉 像你这样敢先人跳我们大胜脸 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现在你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陆之灵突然开口道 把外面孩子们玩的玩具买给我 我就同意签字 管家一脸诧异 并敢肯定这女人是个傻子 那就是个不值钱的破玩意儿 三天后婚礼会场宾客一致 国家老太太丁玉君正在大发雷霆 只因博望竟缺席了自己的婚礼 这是博望父亲的红颜知己 玉云飞来到丁玉君身边轻声说 老太太 博望胡闹 您别气坏身子 幸好今天的来宾都是自己人 不会传扬出去的 走个行事就好 丁玉君气得不行 新郎都没来怎么走行事啊 玉云飞瞥了一眼不远处的陆之灵 确认了她是个瞎子 便更小声建议老太太随便找个人代替行李就行 反正她嫁进来也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只要孩子安然无恙便可 不曾想这些话都被陆之灵听了进去 丁玉君皱着眉看向陆之灵 见她手握捧花 温顺乖巧的模样 表示实在不忍心 见状玉云飞继续说 她就一破落户的女儿 能嫁进博家都是抬举她了 经过玉云飞再三劝说 老太太妥协了 在众人一样的眼光下陆之灵 和一位身形高低的女佣完成了婚礼仪式 仪式结束后 女佣把陆之灵送回婚房 并请她早点休息 说大少爷有公事今晚不回家了 随后便推门离去 确认女佣离开后 陆之灵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瞬间 随后缓缓摘掉头沙 瞎了五年 没想到复明后还要继续装下午 累了一天她一头就栽进床里 虽说婚礼上新郎故意不出现 洞房花竹叶 新郎未归 对新娘来说都是七尺大乳 但对陆之灵来说那是值得庆幸的事 此时她看着手中小狗模样的童妻 回忆着想童妻的来临 她是出自于清大师手的生肖童妻 当年吵到了天下 被宠爱她的爸爸买下来当她的生日礼物 如今陆家断了 人没了 所有的一切都被抢走了 那天在疗养院 她一眼就认出了孩子们手上的正式词 时隔五年 她再次摸到陆家的旧屋 不禁落下来悔恨的泪水 五年来她浑浑噩噩一事无常 既然现在她复明了 那么一定要拿回路径失去的一切 男人就是变态本态 绿茶只是想跟她打扑克 那却要玩打地鼠 国家的别墅里一个泳池派对正在进行中 五彩斑斓的灯光 轻快悦耳的音乐 恶诺多姿的身影 一片欢声笑脸 可一切似乎都跟博望无关 此刻她只关心那个跟她激情过后 并怀上了她的仔的女人陆之灵 她死死地盯着手机 直到信息那头管家告知她 陆之灵只是要了一个不值钱的玩具 就爽快签字了 听到自己只吃一个破玩具 她一脸不爽 我他妈那是被当猴耍了 忽然一位身材火辣的 笔记尼小茶做上了博望的大嘴 并一脸狐媚地挑逗着她 我爽 怎么不下去玩了 只见博望不发一语地灌了一瓶红酒 正凡真的看不见了 不好意思 小茶还真的看不见 她冲着博望柔柔一笑 开口就说起了博望的声势 你想玩什么呀 小茶眼看博望挺通勤的 一点也不像外界传的那么可怕 她便想抓住机会吊住她 下一秒她用指尖在博望结实的胸肌上打圈圈 表示只要和博少在一起 玩什么都可以 还强调了自己喜欢玩刺激的 博望起了起身 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 玩打低数怎么样 下一秒只听到阿一声 小茶已对博望推下了勇士 想在她身上找存在的那女人 博望见多了 但是小茶偏偏触碰到她的逆铃 这是在找死的边缘来回摩擦呀 紧接着一叠厚厚的钞票散落在了小茶附近 小茶见状兴奋不已 没想到票子来得那么快 就在她得意忘形之际 一记黑色皮鞭狠狠抽到水面上 不知道何时博望手中生出了一根黑色皮鞭 她表示谁抢到皮鞭 抵到这个地数 钱就归谁 打得越多钱就越多 小茶瞬间傻眼 金龟没掉到反而吃了鞭 泳池里的一群顽固纹身后马上蜂拥而至 场面一度失控 伴随着一阵阵凄厉惨叫闹剧持续进行中 真的找死也不挑日子 只见博望变态的仰天杂笑 此时博望的小弟李明怀带着一打厚厚的资料出现了 旺哥 仔细审问过那两个人了 他们确认陆志玲那晚之前和之后 都没有别的男人了 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牛的 博望拿过资料 眉头紧锁审视着 眸光里似乎泛起一缕蠢蠢欲动的杀人 新婚夜新郎跟绿茶玩得不亦乐乎 新娘却在婚房倒头就睡 指引两人糟狗男女仙人跳被迫协议结婚 泳池边上一声声淒厉惨叫响生惊激 打地鼠的游戏持续进行中 只见小茶哭爹喊娘的哀求着博望放过他 可博望丝毫不为所动 此刻他死死盯着手中的照片 李明怀把风潮和大花五花大宝并教训了一顿 审问后得出了结论 陆志玲肚子里的仔一定是博望的 看到照片里的风潮和大花被揍成了猪头 连博望都感叹李明怀这手段够黑的 都是跟旺哥选的 还有根据风潮交代 仙人跳没有嫂子的手柄 嫂子是无辜的 而且嫂子还经常遭到这两人的虐待 要不我去给嫂子报仇 只见博望抬眸盯着李明怀 如果眼神能刀人恐怕李明怀都被千刀万挂了 嫂子 李明怀心底一惊不由的后几两个都凉了起来 原本以为博望都跟陆志玲结婚了 那他肯定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没想到拍马屁竟然拍马腿上了 博望把照片塞到李明怀手上 警告他搞清楚状况 他只是个生孩子的工具人 被吓到腿软的李明怀立马道歉 表示只是单纯觉得陆志玲是无辜的 博望露出了一抹邪恶的笑 他表示没有人在足够利益面前一直无辜 而且他一定要撕开他的皮看看他的真意 另一边在偌大的新房里陆志玲已入睡 只见他眉头紧锁嘴里喃喃道 不 不要 他做梦了 那年他作为家族唯一的小公主降临到这个世上 他都爱护他的哥哥 爷爷还发花 将来谁掌管陆家陆志玲说了算 梦境颠倒 记忆交错 此时漫天大火 数不清的火星子迸射出来 小七 你要好好活着 不 你们快逃出来 不然热浪爆炸把你们也冲向陆志玲 他一下子被烫得从梦眼中醒过来 一身冷汗 眼角含泪 久久未从梦境里清醒过来 他沉默了许久低谋紧紧握住手中的小狗铜器 他发誓陆家失去的一切 总有一天会全部拿回来 破产盲眼千斤凤子嫁入豪门 妥妥上演一场豪门力竭技 无视多嘴拥人 制作任性小叔子 清晨陆志玲衣着整齐坐在床边 美得宛如一幅优美的画作 此时女佣将扶生推门而尽 大少奶奶 我来服侍您喜宿 可等会看到陆志玲的那一刻 他差点惊掉下巴 陆志玲不仅换好了衣服 而且他还有种说不出来的好看 大少奶奶 你已经换好衣服了 陆志玲淡淡一笑道 我只是眼盲 并不是生活不能自理 说完他抬了抬手 故意露出了手上的伤痕 营造出一种瞎子生活中 难免有各种磕磕碰碰的假象 看到陆志玲受伤了江福生一场紧张 大少奶奶奶有宝宝了 不要乱动 就让福生服侍您 见状陆志玲说道 小伤 回头你帮我找个手杖就不会受伤了 江福生只好答应陆志玲 随后扶起了他往外走 因为现在是用早饭时间 顺便可以见过各位太太 国家格局大的离谱 走廊长得似乎走不到尽头 不时有一张张陌生的面孔经过 对这个突然嫁入国家的盲女表示好奇 其实更多是瞧不起 甚至还不想上前问好 毕竟勃忘的荒唐人尽皆知 大部分人认为他很快就会换掉这个刚进门的新娘 一群爱嚼舌根的长舌妇 福生回头给了他们一个恶狠的眼神 让他们自己体会 并安慰陆志玲表示 大少奶奶您是老太太亲脸的长孙媳妇 别离那群人瞎避避 没想到陆志玲淡定从容表示他没关系 此时他在福生眼里就像一枚皎洁的月光 陆志玲想着以后在博家更便利生活 便好奇询问江福生博家的格局 这位大少奶奶真不是普通人 被奚落成那样还有心情问起博家格局 随后江福生便一一介绍了博家的格局 博家主楼有六层 其中大少爷和大少奶奶住的是三楼 其他楼层就是其他的少爷小姐住的 后院还有各种运动场 大剧院 训兽场 这一切也挺符合豪门配置 没什么特别之处 反而陆志玲更在意博家复杂的人际关系 别的先不说 就博望父亲的两位红颜知己 一个是著名女星玉云飞 生了一子一女后入驻国家 另一个则是博父的秘书夏美晴 也是母凭子贵踏进了豪门 然而两人一直被对外宣称是家人 是知己 没有实际的名字 也不知道今天要见的是哪位太太 在江福生的搀扶下两人终于来到了饭厅 忽然一个篮球像是故意要砸像陆志玲一样凌空飞来 江福生大喊着 小心 可陆志玲仍然平静往前走 随后轻松躲过了飞驰而来的篮球 此刻江福生已经吓出一身冷汗 而陆志玲却淡定问他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看陆志玲安然无恙江福生也松了一口气 死瞎子 只见小男孩恨得咬牙切齿冲陆志玲喊道 滚出我家 女人是戏精本精 嫁入豪门第一天就开始装心开挂 我们的小少爷才在脚下 不惜得罪公共的红颜知己 只因他有个人人惧怕的活颜忘了风 陆志玲完美躲过了棱球的攻击 男孩瞬间恼羞成怒 怎么就没有砸死你这个下子 小小年纪一脸阴险不辣 就因陆志玲大着肚子嫁给了伯王 他要教训这个不要脸的下子 男孩是伯家的小少爷伯真 从小就被惯得任性妄为 是妥妥的混世魔王 看来以后也会跟伯王一样是个杀神 但是这一切似乎跟陆志玲毫无关系 他今天要做个盲眼的聋子 只见他一脸无辜的表示 刚才有人说话吗 伯生庆幸陆志玲没有听到 伯真尖酸刻薄的话 于是想带他继续往前走 被无视的伯真气得后 牙槽都要咬坏了 他把腿横在陆志玲前面 恶狠狠地瞪了一眼伯生 示意他不要多嘴 将伯生脸色苍白 担忧地看向陆志玲 嘴里呜呜呜呜地低声提醒陆志玲小心 眼看陆志玲快要被自己碰到 伯真一脸得意 谁料下一秒陆志玲一抬脚 狠狠地踩在了伯真小小的脚背上 伯真瞬间痛得嗷嗷叫 杀猪般的惨叫声 小车整个哼 夏美琴闻声立马冲上前 你猜我儿子做什么 伯真立马躲进夏美琴 怀而出鸡鸡 见状陆志玲立马抱歉地表示 我眼瞎我看不见 下一秒他的表演再次证明了 盲人是看不见的 只见他故意在伯真的腿上再踩上一脚 这会伯真哭得更惨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看不见 这会根本没功夫搭理陆志玲 陆志玲一如既往的淡定从容 而江福生都为他捏了好几把汗 因为得罪夏夫人不死也会脱层皮 陆志玲反问道 伯旺在这个家地位怎么样 得知了他才是这个家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更不需要担心 既然都嫁给了伯旺 那就好好利用一下这位伯家大少 福生扶着陆志玲到空桌前准备坐下 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志玲来坐这里 陆志玲空洞的眼神看过去 这女人就是婚礼当天建议老太太用女佣代替新郎的人 也是大明星玉云飞 伯父的另一位红颜知己 她绝对比夏美琴那种小虾米更有心机 看来重头戏就要上演了 温婉乖乔小媳妇制作嚣张跋扈婆婆和心机深沉谱 全凭她是个盲人 豪门媳妇不好当 陆志玲一路过关斩将 终于可以坐下单子 饭桌对面玉云飞一脸慈眉慎看向陆志玲 志玲 你还记得我吧 以后你就叫我玉衣吧 你不用担心刚才发生的事 是小珍太顽劣自食恶果 只是你下一这个人平时就把她儿子宠上天 她要是闹起来 估计老太太也不放眼里 更别说是你了 不过你别怕 玉衣不会不管你了 陆志玲是个聪明人 知道玉云飞嘴上说着漂亮话 实际是想挑拨她跟下美情对立起来 只见陆志玲简单的点点头感谢玉云飞的好 继续将一块奶膏放进嘴里 然后告诉江福生 这个不错 帮我再加一块 陆志玲继续当个快乐的干涂人 玉云飞看不懂陆志玲 明明刚刚被刁难完 跟没事人一样 莫不是勃忘取了跟木头入门 这是一个女佣走到玉云飞身边 并亲身告诉她 查到了先生今晚回国飞机 还预定了风铃区酒店 预计近期不回家 保密行程 夏美情都不知道 听到这个消息 玉云飞面上一喜 压低声音道 给我订酒店房间 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切都被陆志玲听见并看见了 玉云飞这是要去偶遇博真龙 自从夏美情生了儿子以后 博真龙对玉云飞就更冷淡 怕不是看在她为他生了一二一女份上 早就提出分手 她要去挽回这个男人的心 就在此时一个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是夏美情 她发疯式地朝陆志玲走来 陆志玲 你踩了我们家小珍还吃得下饭 正当夏美情伸手要抓陆志玲时 陆志玲慌慌张张站了起来 随后一副委屈的快哭的样子 向夏美情告歉 对不起 夏姨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边说边后退并撞上了玉云飞的庸人 在混乱之间庸人手上的手机瞬间落地 夏美情偏了一眼手机屏幕 突然像看懂了什么似的 她目光锐利看向玉云飞 疑惑道 好好的 你定峰林区酒店做什么 玉云飞本想说要去看音乐会能管消息美情的猜疑 可夏美情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 此刻夏美情已经没心思料理陆志玲 只见她不发一遇转身离开 估计也是想在背后默默放等招 玉云飞看着夏美情离开的背影 顿时被气得内心偶血 回头白了一眼半是不利的庸人 废物 手机都拿不好 庸人满脸冤枉道 是大少奶奶突然撞了上来 好了 闭嘴 陆志玲瞪着无辜的大眼睛表示不是故意的 见状玉云飞连忙安慰道 志玲别怕 她走了 咱们是一家人有空长联系 玉云飞知道如意算盘打不醒便起身离开 陆志玲站在原地 看着玉云飞离开后终于挺直了腰本 地旁的江福生还信有余计地表示 大少奶奶 您运气真好 夏美情平时嚣张把扈 被她盯上肯定没好果子吃 陆志玲伸手捏了你耳朵 嘴角勾起了一脸泛泛的笑 是啊 我运气真好 既然解决了这些麻烦 接下来就是该承治那些伤害过我的人了 破审盲眼千金被卖给了豪门变态恶手 当所有人以为他必死无疑时 他竟然活着上门寻仇 暴打施虐指 江北第一人命运 陆志玲被江福生搀扶着往里走 正当两人走到某诊室外 里面传来了小心翼翼的声音 博先生 使用鞭子需要控制力道 不然会反伤自己 陆志玲现在对博这个字特别明晦 闻言不由地停下脚步并侧目看去 屋内一个医生正颤颤巍巍地 帮一个男人包扎着血肉模糊的手 而男人坐在了医生对面 从陆志玲的角度看 虽然无法看清男人的长相 但他还是大胆猜想男人是不是伯望 不过很快就挡消了这个疑惑 毕竟江北那么大 姓伯的也不一定就是伯望 他瞬间收回视线继续往前走 片刻后两人来到了303病房前 正当江福生要伸手敲门之际 陆志玲竞熟练地抓住门把直接打开了门 江福生瞪大了眼睛不由地怀疑陆志玲是看得见的 病房里一男一女包扎地跟着木乃伊士地躺在病床上 伤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另外一位憔悴的中年男人站在窗边出了神 听到开门声后中年男人回过头 看见陆志玲后瞬间眼眶泛红 随后双膝不移 头重重地磕在地上 小姐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老爷和夫人 让我禽兽不如的儿子伤害了你 突然背行了个大理的江福生受宠落惊 可陆志玲却一脸平静 下一秒他放开了江福生的手 并绕过跪在地上的中年男人 竟自往病床方向走去 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自然没有一点盲人的感觉 病床躺着的是半死不活的蜂巢和大花 蜂巢被挡断了一条胳膊 身上还有多处肉眼可见的瘀青 蜂巢看见陆志玲的那一刻震惊不已 毕竟能在活颜望薄望手中没有人能活下来 陆志玲讽刺地笑道 意不意外 惊不惊喜 看到我还好端端活着 躺在隔壁病床的大花也有气无力低声怒吼着 死瞎子 你怎么还活着 只见陆志玲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当然是为了站在你们面前当面寻仇啊 还要感谢你们二位 让我当上了博家少奶奶 蜂巢和大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震惊的消息 把他们下的眼珠子都快滚出来了 陆志玲把玩着手中的手杖气氛有点阴森 别太激动 我之所以有今天全都是拜二位所赐 所以只要我陆志玲活着的一天 就不会忘记二位的感恩感 说爸手杖一挥 狠狠落在大花受伤的腿上 只见大花一声惨叫过后瞬间晕死过去 豪门少奶奶的秘密被女仆发现了 女仆能否活过今晚 陆志玲上门寻丑狗男女背下的魂飞魄散 随着手杖一棍棍下去 大花痛得嗷嗷叫 她不得不找个替死鬼 说一切都是风潮搞的鬼 包括把陆志玲卖给了婆王 风潮听到大花把责任都推到自己身上 她气得都快吵了 只见陆志玲谋光阴陈略对杀气 别着急 两人都有份 风潮和大花从来没见过陆志玲这种表情都快吓尿了 下一秒风潮马上装孙子向陆志玲道歉并求饶 陆志玲根本不想听她废话 手杖一挥 重重打在了风潮那条蛇了的胳膊 病房里七粒惨叫慈欺鼓 看完了陆志玲一系列的神操作 江福生顿时心底一惊 没想到少奶奶天使面孔下还有魔鬼的灵魂 下手也推中了 见风潮和大花已经昏死过去 陆志玲收起了手中的手杖潮跪在地上的风阵走去 全程低头不发一语的风阵此刻表示 小姐打得好 就该好好教训教训这个猪狗不如的家伙 他竟然瞒着我欺辱了小姐名那么久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他眼神里充斥着懊恼和悔恨 陆志玲并没有责怪风阵的意思 因为五年前要不是风阵的好心收留 他早早就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风阵是个忠仆 他说为了报答当年陆志玲父母的恩惠 他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陆志玲蹲下想扶起风阵 可风阵依然认为是自己的错 他老泪纵横表示 会给先生和太太在天之灵一个交代 陆志玲太了解风阵的忠仆之心了 他无非是想杀掉他们在自杀 心思被看穿的风阵一线子愣住 陆志玲告诉他 只要收集这些年风潮 带他到不同医院看病的病例 应该够把他送进去吃牢饭 此时的风阵已陷入了无限自责中 他深知这些都不够偿还对陆志玲的亏钱 但陆志玲不会让风阵为了一个风潮赔进去半生 他拍着风阵的肩膀告诉他 既然要偿还那就换一种方式 陆志玲表示他要重振陆家 陆志玲的忌讳 他自责之余还有些许感动 风阵看向陆志玲发现了什么事的 小姐 你的眼睛 陆志玲微笑道 风书 我能看见了 风阵激动万分表示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突然喷一声传来 江福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他害怕的下意识后退撞到了病床脚上 陆志玲和风阵同时看过去 此时江福生像开了振动模式一样贴在了门上 大少女人不是瞎子 他要重振陆家 那他嫁入国家是要干一票的 甚至都显像过自己的108种死法 陆志玲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看不懂的笑语 渐渐朝江福生走去 既然你听到了那就没办法了 强大的压迫感随之起来 江福生小小的身躯已经缩成了一团 随着陆志玲的逼近他发出风潮同款的哀号 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我会叫的 我真的会叫的 陆志玲缓缓朝江福生伸出手 没想到下一秒江福生直接被向灵魂出窍昏倒在地 一个病房瞬间就昏死过去三个 陆志玲有些无奈地按了按太阳穴 感叹到真是不惊醒 男人是暴虐成性的豪门变态恶手 可没想到他的童年竟如此凄惨 结婚一周陆志玲忙前忙后复仇打怪升级 伯望却顾着在外玩乐 两人一直井水不犯河水 可今天陆志玲突然像江福生打听起了伯望 大少爷跟传闻中一样 虽然长得俊美 但是脾气暴力 不过伯家内部有个奇怪的传言 据说伯望五岁那年车祸时失忆 兜兜转转被一个屠户收养了 在屠户家受尽非人的虐待 更甚的是把他当成牲畜一般关进狗笼里面 听了伯望的惨痛 童年陆志玲突然茶都喝不下 却是虐童吧 幸好没几年 那屠宰场一场大火 把那屠户烧没了 大少爷才逃了出来 眼看陆志玲打听伯望的事 江福生竟以为陆志玲喜欢伯望 这想法着实天真 只见陆志玲冷笑道 不可能 你想多了 好了 言归正传 这五天下来 你跟我学的泡茶手法会了吗 我有在认真做比较 只是步骤虽学会 但泡的茶依然难喝 陆志玲淡淡告诉江福生 慢慢来 不用着急 短时间内学个形式就不错了 陆志玲的优雅淡定 让江福生看看了 他仿佛像几天前在医院那样 安静地解释自己的事情 他装下不是为了在博家谋取利益 而是不想惹麻烦 徒增烦恼 他只是想借博家重生 收回陆家的老污剑 没有威逼没有利用 让江福生直接就上了贼船 突然江福生问陆志玲 要收回陆家的老物件 既要花钱又要处理 又苦又累 这么做的意义在哪 陆志玲逼某眼神 透露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他回忆起陆家23口人 被活活烧死的惨状 他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消失已久的物件 重回陆家 不过你刚才说到重点了 确实需要钱 陆志玲顿时心生一计 你说老公不回家 老婆是不是该给他 送点什么东西过去啊 江福生一听 果然你还是关心大少爷 喜欢大少爷的 江福生别傻好乏 陆志玲那是要去圈钱的 闹市区里一辆豪车 停在了江北城 最大的黑桃会所前面 陆志玲乔装打扮 从车上下来了 江福生捧着茶叶跟在身后 两人大步走到黑桃会所入口处 门口两位小哥哥 端着盘招呼着 欢迎光临 还随手给陆志玲 发了两朵粉丝的小龙花 陆志玲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江福生立马上前解释 今晚黑桃举办King Queen总决赛 用来贴在你看中的 牛郎之女身上 看着手上的花露之灵笔道 还牛郎之女 真会玩 小福生 突然一个熟悉又讨厌的声音传来 只见一个油腻的黄毛朝两人走 他叫寂静 伯旺的登班之一 妥妥的一枚花花公子 江福生立马鞠躬问好 接二少爷 黄毛轻浮的口气挑逗道 哎呦 都那么熟了 叫我敬哥哥 黄毛以为他过来给伯旺送东西 他好心告知江福生 伯旺今天不在 下一秒江福生展开了浮夸的演技 故意高声道 啊 大少爷不在啊 家里给他送了点茶叶 他不在怎么办 这时黄毛余光挑到了旁边的陆之灵 他不要脸的上前拉起陆之灵的手 美女 要不要一起喝点啊 女人只应给傅少煮了一杯茶 就赚了几个亿 不知道是他茶叶不好 还是傅少人傻钱多 这天陆之灵带着江福生来到了黑桃会所 刚进门就被傅少寄进馋场 非要请陆之灵去喝饮料 江福生立马上前解围道 他是我们老太太最最喜欢的煮茶室 不如让他为您煮备茶宝 一听到是老太太的人 寂静脸色大便后退了几步 险些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正好江福生给了台阶 他就顺着想 好吧 那就替我泡杯茶吧 正好可以行行酒 两人跟随寂静来到他的卡座 随后陆之灵一套行云流水的煮茶功夫 谁都没有怀疑他的身份 此时傅少们还谈起了不忘 说他前段时间发明了一个有趣的等地鼠游戏 玩游戏那女孩已经看了两回精神科了 随后一阵怪异的笑声随之响起 陆之灵听着手中的动作顿了顿 可细想后还是做生意重要 便继续手中动作 一会攻复茶椅珠好 原本酒气冲天的会所 瞬间茶香四溢 积二少爷 起 寂静端起茶杯 细平了起来 唇香丝滑的甘味直入喉咙 让他不得不为之惊讶 连酒都醒了 随后看向陆之灵 我家的茶叶果然名不虚传 一旁的人马上起哄 旺哥不在 你这拍马屁给谁看啊 滚滚滚 喝你们的茶去 小福生 这个茶给我一些可好 我可以带回去给我奶奶 他老人家一定欢喜 见生意上门了 将福生机智地亮出茶罐上的小卡片 想买茶叶请到归期楼找风震风老板 众人纷纷记下地址 随后前来喝茶的人也越来越多 陆之灵自小跟金鱼茶道的二伯母学艺 没想到现在派上用场 赚钱虽难 但是利用博望的圈子赚钱就容易多了 陆之灵眼看 富上门对自己的茶都感兴趣 他知道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他告知江福生先去烫厕所后再离开 陆之灵按照只是走进了一条婚案走廊 这里异常安静 一个人都没有 走了好一会都没找到厕所 正当他要往回走时 旁边的房间里传出了细微的声音 他透过门缝看去 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站在里面 男人正仰头喝着饮料 一手插着裤带 侧脸如雕塑般精美 不由得让看的人想露飞飞 原来男人也可以长得这么妖精 陆之灵猜想他大概是江福生口中的牛郎 看相貌 身材 气质 八成是今晚的压轴极品 此时男人发现了门外的动静 他回眸一个犀利的眼神 谁 男人堂堂豪门少年 却被老婆误以为是夜总会偷拍 随手就打赏了两朵小花花 陆之灵透过门缝看到房间里的男人 不禁感叹他的盛世美颜 还有妖精般的身材 瞬间就看傻眼 此刻他绝对想不到这男人竟是他的活颜王老共博 博望似乎察觉到门外的一样 瞬间投去林立的目光 结果门口却空空如也 也许是错觉吧 最后博望双手插都大步离开了房间 并没有发现藏在门后的陆之灵 博望离开后陆之灵终于松了一口气 回想起男人林立的眼神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多数 看来也是个见过大风大浪的牛仔 下一秒他盯着手中的小花花 心里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只见他把花贴在了博望的房门上 心里还预祝他早日当上黑桃会所的偷 贴完小花花后陆之灵便转身离开 一小时后万众瞩目的牛郎之女总决赛即将开始 博望刚走进会场 经理连连鞠躬问候 还客客气气地为他准备了上赌 可显然博望并不是来看比赛的 一脸阴沉的模样更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随着他的登场 全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在场的众人在他面前跪成了一排 博望没有表情地扫射了底下的一群人 手中肆意地把玩这两朵小花 他想知道这两朵美丽又刺眼的小花 是谁放在他房门上的 结果在场竟没有一个人知晓 可是大伙都知道摊上大事 经理立马把会所里所有监控都掉出来 也不知道哪个不怕死的家伙竟敢得罪活颜王 今天要是不找出罪魁祸首恐怕要出人命了 就在此时博望瑞丽的眼神似乎发现了什么 监控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出现了 他质问道 那是谁 寂静颤颤巍巍表示 博哥那是您家女佣小扶生和您家老太太的主茶师 今天过来给您送茶的 一旁的富少也连忙复合 对对对 我也记得 博望从来没见过这个主茶师 他一脸好奇他到底是谁 陆志玲虽然乔装了一番还戴了口罩 可有种熟悉感是曾经有过亲密接触的博望所忘不了的 此刻他大带猜到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陆志玲 他狠狠捏紧手中的小花 愤怒地起身 准备回家揪出羞辱他的小狐狸 眼盲协议妻子错把活颜王老公当牛拉了 老公气势汹汹回家找他算账 却意外发现了他喜欢自己 可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剧 夜幕低垂神山博家格外清冷 庸人们抱着一幅幅画总走廊经过 陆志玲被江福生搀扶着正要回房 看到画的瞬间 他好奇为什么藏画里掺杂着一些不是名画的话 江福生告知他 那些画是大少爷小时候画的 那时候他试证名字长老先生 三岁学画 四岁得奖 说到对江福生有点难看 可大少爷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为此老太太非常伤心 就在此时江福生收到游逆富少寂静的短信 江福生读完信息后震惊道 大少爷今天在黑桃会所大开杀戒了 陆志玲一脸疑惑 他今天不是不在吗 江福生继续说道 也不知道哪个不成眼的 把大少爷当成了牛郎 把投票花贴他门上 大少爷当场就发飙了 陆志玲被挤一凉 这熟悉的情景 他想到了自己贴的那两朵花 完了完了 前两次见伯旺视力都没恢复 压根没看清他的模样 没想到这次误打误撞进还闯破了 他身体一将低声问江福生这个事情严重吗 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有传言当年伯旺在北港座打手的时候 被强迫当过牛郎 当时那几个强迫也没得好下场 所以这个狗胆子的家伙必死无疑了 此刻陆志玲平静的声音透露着几分诡异 你猜我的投票花哪里去了 江福生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你就是那个狗胆子 那你还是赶紧逃命去吧 可陆志玲知道逃不了 冷静下来才能更好解决问题 于是他开始施起水果压惊 江福生呆呆看着这个十两晶圆的孕妇 片刻后陆志玲打了个宝格 他想知道这么绝情的伯旺会对什么人有例外 大概对心爱之人吧 可少奶奶你 江福生突然说不下去了 做他深爱之人没可能 那么深爱他之人总可以了吧 他一脸得意似乎已经知道破解此局的方法 与此同时博家大门砰一声被推开了 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走了进来 庸人见识大少爷立马上前迎接 并表示已经为他备好了夜宿 可不忘看都没看他一眼 镜子往里走 庸人愣了一下 大少爷这是要回婚房 此刻他缓缓抬眸 看向三楼的某处 目光忧沉 薄唇勾起了一抹邪魅的枪 今天晚上应该很有意思 不一会他来到了婚房门前 里面传来的陆志玲和江福生的声音 大少奶奶你让我带茶楼的主茶室给少爷送茶 我没有办法 很对不起 他不再又不是你的错 但是福生不明白你关心大少爷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 他对我有误解 我的关心只会让他不舒服 可我单纯想让他喝点茶 节节酒 气氛都到这里 将福生故意提高音调说道 大少奶奶 这个家人人都说你是账度攀附 可我看你像是喜欢大少爷 此刻门外的伯望听得一清二楚 此前陆志玲对他大多是惧怕 今天听到喜欢这个词让他久久缓不过神爱 男人是个超帅的蛇经病 只因女人说非他不嫁 他就想死掉他的妖子 伯望怒气冲冲回家寻仇 却意外发现陆志玲爱慕他的秘密 此时他不动声色站在门外偷听 其实那都是陆志玲故意说给他听的 目的让这个疯癖大佬看在他是他爱慕者分上能放过他 只见伯望低头露出轻烈的笑 他恐怕觉得那只是陆志玲想在伯家站稳脚跟的可笑手段的 房里的陆志玲沉默了一回 突然传来了淡淡一笑 我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喜欢 小时候学话就被一幅叫出生的话吸引了 还吵着要拜师 后来被告知那是伯家长子的话 也是个小孩 于是我又吵着陆志玲预言又止 江福生好奇追问到底吵着什么 陆志玲不好意思的顿了顿回答道 吵着要嫁给他 博王被陆志玲的语出惊人吓得震惊了三秒 马上回过神 心想得这勾搭人的路子倒是别出心裁 我看脸 我看家事 看上话 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博王实在没耐心听下去吧 他转身推门进了房间 江福生从沙发上弹了起来 一脸恐惧看向这高端的声音 大少爷 出去 博王一副冷漠的样子缓缓走向陆志玲 随后凑到了陆志玲身边 大手捏住她的脸 我要和我的爱慕者好好说说话 见状将浮生拾去的夺门而出 陆志玲安静地坐在沙发上 呆滞的眼神让他看上去多了份青龙 就这样博王蹲了他徐指 然后他伸手松了松了领带 语气充满了讥讽和不幸说道 可我说说那幅话怎么让你飞我不嫁了 陆志玲一脸紧张表示 就是觉得话很有趣 博王吃笑一声反问道 没见过鸭子生蛋 就在他低头的瞬间目光落在茶几上的水果刀 陆志玲接着卖力演出 脸色略带着娇羞与幸福 见过 只是你画里的小鸭子破壳的第一时间看到的是海边的日出 听到的是鸡蛋破裂的声音 与此同时博王已经拿起水果刀 缓缓朝他走来 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陆志玲努力保持着阵地 远处海滩上还有一只从沙里冒来的小螃蟹 整幅画小鸭子破壳是核心 但其实画面全是出声 此刻锐利的刀尖在距离陆志玲褐色的瞳孔只有0.5公分处停下 可他眼神里没有丝毫的动摇 甚至沉浸在美好的回忆里微笑道 就连清晨的太阳也是 所以才觉得有趣 此刻博王的笑意鸣固在唇边 真瞎子 黑桃会锁的人不是他 他随手抽走了小刀 嘖嘖了两声 变态老公想让我死 仅仅因为我主动吻了他 陆志玲完美的演出看上去似乎骗过了博王 他嘖嘖了两声后扔下了手中的刀 力愿落地的清脆声音让陆志玲缩了缩肩膀 并一脸恐惧表示 什么声音 话音刚落一只冰冷的大手 突然就掐住了他的下方 粗暴地让他快要窒息 就在他呼吸快要停顿时 博王竟然没有继续发难 他赶成捏住陆志玲的想法 用拇指倾抚着他的唇板 低沉的声音中透露着诡异的温柔质问道 评一幅话就喜欢上网 到现在陆志玲才真正明白 博王最可怕的地方是喜怒不幸雨色 他永远猜不透眼前的能人 不知道下一秒是安然过关 还是烈火焚身 面对眼前强烈地逼迫他没得选 给自己强烈的人设要保持住 他坚定回答博王 对 我就是喜欢你 喜欢画过那幅画的你 博王被他坚定地告白弄得神色于你 然而陆志玲刚想俯上他脸的手 突然停下来并微微高 但是我知道我不配 我也知道你不相信仙人跳不出我设计的 你是高高在上的博家长子 我只是个落魄的残疾人 还有孩子的事 若不是我不能流产 也不会给你惹这一麻烦 我确实喜欢你 但我没有非分之想 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关心你 协议时间一到 我绝不纠缠 陆志玲的卑微连作者听了都掉泪 可博王却无动于衷 甚至还更不愿相信 见状陆志玲声音开始哽咽 弱大科的泪珠瞬间滚下 来真的 博王顿时没了笑语 谋色阴沉死死盯着陆志玲 突然他伸手握上他的后颈 直接将人带进怀里 他低头吻向他的唇 狠狠地汲取他的一缕芬芳 陆志玲眼神里略地闪烁 他怀疑他在试探他 陆志玲没有一点反抗 只是长劫微微颤动 脸颊渐渐染上飞红 下一刻等待他的将是 博王更肆意地掠夺 陆志玲深知自己没有退路 于是他伸手搂住博王的后颈 主动回应了他的吻 博王没想到他真的 推开了他 此刻寂静的空气中 只剩下急促的呼吸声 博王强行压下内心的欲望 看向陆志玲 真的这么喜欢我 陆志玲低头委屈表示 你要是不相信我 我说再多也没用 那我让你去死呢 博王低沉的嗓音 听起来这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陆志玲瞬间下场了 几经艰难活了下来 难道这么快 就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吗 她是我见过最疯狂的女人 为了欺骗男人 她不惜对自己插刀 博王每次见陆志玲 都要跟她玩命 博王仔你是想虐死大家吗 博王低谋看着陆志玲的反应 她吃笑了一声 随后转身出去 留下一脸懵逼的陆志玲 可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是不是就证明陆志玲逃过了一劫 片刻后 江福生小心翼翼推门进来 过关了没有 刚看到大少爷去了书房 一时半会应该不会过来了 闻言陆志玲才松开 一直握在身侧的双手 此时她的手已经血肉模糊 手心的刀片被鲜血覆盖着 女人狠起来也没男人什么事 陆志玲像是不怕疼一样 用纸巾简单地擦拭着手上的血迹 江福生看着都心疼 并拿出药箱帮她处理伸口 陆志玲担心自己在伯望面前露解 才会采取极端的方法不惜伤害自己 不过一切都是她精心设计好的 故意让伯望看到了水果刀 就是猜准了伯望肯定会拿起刀对着她 她很聪明但也很心机 在知道伯望回家的第一时间就策划了这一切 先前在房里跟江福生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在给伯望挖坑 伯望也不负所望掉进了她挖好的坑 伯望明显相信了她会因为一幅画 就暗恋了她十几年 读到这作者怎么觉得旺仔有点可怜 即使伯望查清了录像里的人真的是她 她也会说那是喜欢她才送的花 而不是侮辱 这样子伯望也不会对她进行歇斯底里的暴露 短时间内陆志玲的周强计划 让江福生佩服了五体投币 直呼之灵你太厉害了 随后陆志玲让江福生交代风阵 做两朵小龙花给黑桃会所那边交差 这样她完美的计划才能画上句号 江福生感叹她厉害的同时 也心疼她对自己太狠了 陆志玲苦笑道 我对自己下手总比伯望对我下手好 可是她吸眼的太逼真了 江福生不得不怀疑 她是真的从小时候就喜欢上了伯望 只见陆志玲嘘了一声了 让她冷静 那都是假的 眼淡 暗恋伯望是不可能的 这个男人太可怕了 爱上她恐怕玩的都是心跳 因为她是上一秒可以跟你拥吻 下一秒要你死的人 陆志玲好奇伯望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此刻陆志玲还不知道 也许从她的一句喜欢开始 伯望就开始渐渐陷入她的柔情里不能自拔了 男人无视女人 甚至在她面前不穿衣服洗澡 只因女人是个瞎子 书房里伯望安静地坐在书桌前翻看旧屋 管家敲门进来给老太太传话 请大少爷今晚留下 明天早上带上大少奶奶陪老太太吃早餐 好验被安排的伯望马上就拒绝 那我替老爷子和老太太去准备两条绳子挂宁门口吧 又是这一招 伯望是吓大的 他抬眸完威地看向管家 那你告诉老太太 吊的时候舌头伸长点 正好可以把那个女人吓死一起带走 管家闻言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怎么接话愣在了原地 还不走啊 让我请你吗 滚出去 是 我现在就走 伯望没有像以往摔门离去 那就证明他同意住下 眼看能跟老太太交差的管家开心的性格200斤的胖子 新房里路之灵坐在沙发上搅着一碗冰糖燕污 由于用力不当 勺子碰到隔着纱布的伤口 隐隐地抽通让他放下了勺子 看来要经营好自己喜欢伯望这个人设还真的不容易 就在此时房间里传来的脚步声 陆志灵知道是伯望 可他又假装不知道地问 是谁 伯望一眼就看到了他缠着纱布的手 隐隐有血色透出 再看看旁边的水果刀 瞬间明白了他应该是剪刀的时候受伤的 你大小脑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也能受伤 看似毒蛇的伯望其实还是关心陆志灵的 只是他还没发现而已 陆志灵一脸娇羞表示 特意给你炖了冰糖燕污 你喝吗 伯望谋色异冷 难道这女人打听我的行踪了 于是质问陆志灵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住下 陆志灵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会怎么回家 都给自己准备了燕污 伯望内心有那么零点能应用的触动 但他并没有理他 镜子朝着浴室的方向走去 边走还边松开领带 随着伯望的衣物一渐渐落地 一具高大又完美的肉体在陆志灵面前显露无遗 吓得他马上撇过了脸 可是他还忍不住偷瞄了几眼 伯望的身材确实很完美 手臂曲线微微鼓起 洗澡水滑落在流畅的背景上 实在太诱人了 此时伯望似乎感受到什么似的 骤然回头一个眼神沙 陆志灵强忍着内心的躁动 扮演一个正常侠子 眼看陆志灵呆呆坐在沙发上 他也没想太多 陆志灵虽然不喜欢伯望 可是实色性也很难不为之所动 冷静冷静 还是吃口燕窝压压惊 昏暗的灯光 清脆悦耳的流水声 男人激进完美的肉体 气氛暧昧到极底 只可惜我只能是个瞎子 女人看到一丝不挂的男人 居然看麻了 还想跟他一同就起 伯望很快就喜欢香香走出浴室 出来时只穿了一条灰色的家居裤 上半身赤裸着 半湿的发丝 身体下微张的脉搏 无度散发着诱人的气息 陆志灵空洞的眼神 暗藏着内心的躁动 该死的伯望身材为什么这么好 紧张得他把手中的燕窝握得更紧 伯望低眸似笑非笑了看向他 你还不会以为五热了我就会吃了 陆志灵一脸茫然 什么 没有 连回答都有点语无伦次了 累了一天的伯望 没打算跟陆志灵继续探讨下去 于是转身朝着床的方向走去并说道 你收一下你的小心思吧 在我这里吐不了什么呢 完了完了看样子 伯望今晚是要住下 陆志灵强装镇定放下手中的碗 最后一次试探一下伯望是否真要住下 我帮你铺床吧 陆志灵现在的人设是从小喜欢伯望的人 所以他还硬着头皮问了他习惯睡哪一边的床 此刻慵懒地躺在床上玩手机的伯望玩味一笑 你是想要跟我睡同一张床 陆志灵心里的答案是否定的 碍于人设 他作死地问了一句 可以吗 不料伯望竟爽快答应了 可下一秒他又想好他 要是你不怕睡醒长子留一床 你上来啊 伯望这欠揍的嘴迟早让你追气谱葬长 听到伯望这么说陆志灵仿佛松了一口气 那我今晚就睡沙发吧 他熟练地为自己在沙发铺了一床 跟伯望到了一声晚安后他在沙发躺下 一到深夜陆志灵压根就睡不着 因为房里躺了个定时炸弹 他转身本想好好规划规划规七楼的发展后续 睁眼瞬间看到伯望没有盖被子 他想到了伯望要是感冒发烧还得住家里 想想都可怕 为了世界和平与安定 他决定了要做点什么 只见他坐到床边在伯望身上摸索着 对 此刻他是个盲人 他不能是看见他没盖被子 只能摸到他没盖被子 才能顺理成章为他盖上被子 确认伯望已经睡着后 他拿起被子准备为他盖上 可下一刻伯望竟突然睁开了眼 你们猜伯望接下来会做什么 男人是禽兽本兽 人渣本渣 半夜不睡觉 让怀孕的盲眼娇妻跪在地上为他数 陆志灵正在给伯望盖被子 伯望阴沉的双眸死死盯着陆志灵 陆志灵紧紧钻住了被子 顿了半秒呼吸 故作镇定继续给他盖被子 伯望没有出声 只是慢慢把手伸向陆志灵 大掌在他脖子前停下 形成了虚拨的手势 哪怕再往前就可以 轻易结束陆志灵的性命 完事后陆志灵摸索着回到沙发上 简直不要太 陆志灵死死抱着枕头 这个色色的 心想这要是伯望长期在家 怕不是被看穿就是被吓死 过了许久陆志灵快要入睡之际 昏暗中一个低沉的声音从他背后传来 我睡不着 你给我数数 吓得陆志灵从沙发上弹坐起来 此时伯望已经坐在床边面对着陆志灵 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陆志灵敏感的听力怎么就失灵了 完全没有听到伯望爬起来的动静 你还没睡啊 伯望不耐烦表示 睡不着 你听不懂吗 此时陆志灵内心肯定在骂他 睡不着不会灌自己几瓶安眠药啊 死变态 只见他双手抱着枕头 挤出一抹笑容 那你回床上躺好 我给你数 怎么样下一命 伯望一把将他从沙发上拉了起来 直接将他拖到了床边 陆志灵还没来得及想 经历是否要同床共振 就被伯望狠狠按压在地上 伯望你简直不是人 竟然让一个看不见的孕妇坐在地上 自己却往床上一趟 叔叔伏伏盖上被子 随后还舔不要脸发号失灵 开始吧 陆志灵实在没有办法 他缓了缓 配合的开口 一只羊 两只羊 突然伯望眸光净显一股幽暗的杀意 看性陆志灵 我有让你属羊吗 陆志灵一下子想起了江福生 说过伯望那些年的惨痛经历 他不止对牛郎有阴影 对羊也有阴影 他马上改口 一 二 三 伯望若有所思的双眸盯着陆志灵 久久不放 四十五 四十六 伯望骤然从床上爬了起来 捏起陆志灵的下巴 语气里充满了暴力 你到底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财富 地位 爱上风批到老后 睡觉都是只能在地上 若一戒备的伯望死死捏着陆志灵的下巴 你到底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现在说出来没准能留你一条活路 要是以后被我查出来 会让你生不如死 陆志灵万万没想到一个告白们能生出这么多时段 陆志灵深知已经无法回头 他温柔地表示 我不需要得到什么 只希望你能永远开心 可是伯望并不相信陆志灵 他低沉的嗓音里透着害人的良意 你知道硫酸胶在身上是什么感觉吗 见过被打的大小便失禁的赌徒吗 这个男人真的变态 字字句句都在威胁 陆志灵内心不禁颤抖 但他还是要更努力维持着表面的瓶颈 他轻轻握住了伯望的手 伯望 我已经签了你给的协议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伯望冷笑一声 人的本性是贪婪的 协议是控制不了躁动的心 我在你眼皮底下能翻出什么花来 在这期间如果我有问题 你随时可以处理我 不是吗 伯望看着他纤细的手许久没有说话 心想着一个盲人确实也翻不出花来 于是他躺回了床上 命令陆志灵继续为他数数 陆志灵下意识摸了摸 被伯望捏出了血印的香 可在伯望眼里 他就是一脸花痴在回味 滚粗 谁在回味 那是因为下巴被捏得太痛 陆志灵那是有苦说不出啊 只能继续有气无力数摇 47 48 49 50 70 71 已经后奔夜了 陆志灵又困又累 数着数着他眼皮子都垂下了 此时伯望还没睡 他看向睡着的陆志灵 难得大发慈悲没有叫醒他 就这样静静看着他彻夜未眠 在地板睡了一夜的陆志灵 起来腰酸背痛腿抽筋 他舒展筋骨的同时 眼神竟对上了坐在床上的伯望 他像急了一头盯着猎物的刀 眼睛红通通的 真是早醒了 还是没睡啊 到底盯了多久 他要继续留在这 我恐怕会精神衰弱 在外人眼里他们是凤子成婚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那是一场被设计的意外 然而对于豪门而言 那就是一桩丑闻 清晨伯望犹如猎犬般 维持盲人的平静 他摸索着找到了手杖 他打算去浴室洗漱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 江福生的声音 大少爷 大少奶奶 老太太请你们过去用早餐 陆志灵很自然地凑到床边 温柔地叫伯望起床吃早饭 江福生的及时出现 让陆志灵松了一口气 餐厅里老太太 见到许久才现身的伯望 就开始给他驯话 一天天也不知道忙什么 连陪爷爷奶奶吃个早饭都没时间 伯望对于这样的事 已经习以为常 他不发一语缓缓坐下 老太太则被玩伯望 接着给陆志灵加了个尖鸡蛋 语气慈爱了许多 你有宝宝 要多吃点 谢谢奶奶 陆志灵配合地笑了笑 内心没有一丝波澜 他知道老太太对他好 仅仅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下一秒老太太微笑道 志灵 听说你收集了风潮和大花的罪证 准备告他们 陆志灵知道肯定瞒不过 博家强大的情报网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老太太竟然命运销毁的证据 阻止他复仇 然而他无力反抗 只能默默接受这个结果 我明白了 奶奶 从刚开始一直装哑巴的博望 突然不屑地讽刺道 你明白什么呀 老太太是怕你跟我的丑闻 闹得人尽皆知 被看穿心思的老太太 深恳不愿看见博望 我是为你好 为你们的孩子好 要是被人发现 博家继承人是被要出来的 孩子将如何自处 文言陆志灵有点意外 老太太竟想让他的孩子继承博家 但是有一点他不明白 既然老太太看中这个长孙 完全可以找个门当户对的高门千金 就在他存疑之时 老爷子想还顶端附和老太太 对对对 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的大孙子不行 第一次要靠要太丢人了 咳咳 陆志灵一下子没绷住 直接咳了出来 他听到的是什么 博望不行 一旁的博望脸色瞬间铁青 他眼神充满了杀意看向老子 老子行 脏话都飙了出来 是玉君说你身边没个女人过夜 老爷子得了老年痴呆症 没了当年叱咤商场的影子 留下了一身憨 上战场就搞出人命 果然是做将军的料 博望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临 老太太让下人马上带走老爷子 免得要上演一场人伦惨案 下一秒老爷子一脸无辜被拖走了 随后老太太笑迎迎看向人伦 等你们的孩子生下来 我会亲自教养 博望 国家该是你的 奶奶一定为你争取 只见博望不屑地低笑一声 我的 老太太脸色一将表示 你笑什么 博望一双黑毛里透着丝丝玩味 要帮 是不是也该帮我想要的 老子想死你帮我一排 破产盲眼媳妇生活不易 在家要制斗婆家人 在外还要首次黑心肚而言 博望一副凶神恶射的模样 双向老太太 老子想死不如你帮我 老太太彻底将在哪 博望没再说什么扬长而去 陆志玲沉默坐在位置上 余光瞟到了眼眶放红的老太太 眼睁睁睁的博望里面 难道因为博望又年流落在外 对她的愧疚 可是这神情似乎不止这些 国家也许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忽然陆志玲的手被抓起 老太太激动万分表示 志玲你一定要好好生下孩子 陆志玲温顺点了点头 因为她本来也没有不生的权力 不过一想到博家的两位夫人 为了尚未做的你死我活 老太太还想培养她的孩子 成为继承人 想到孩子还没出生 就被卷入争拳风波 她不禁心疼地摸了摸肚子 实在不忍心把她留在博家 早发过后陆志玲来到了 坐落在郊区的龟七楼里打卡上班 看到风阵把茶楼打理得 仅仅有条她灰心一想 并对归七楼的后续发展 制定了一些计划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 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陆志玲一正 目着双眼看去 一身名牌的女人缓缓朝她走 陆志玲一眼看出了 她便是地产发家的公家千金 跟她做过断年同续的公资化 公资化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看向陆志玲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 陆志玲表示茶楼是我开的 一听堂堂陆家七小姐 做着不入门的小声音 公资化今的表情都走样 红唇张着 眼底分明藏着几分嘲讽 哎呦 我都忘了陆家的人早就死光光了 就剩你一个 对方果然来者不善 只见陆志玲淡淡说道 谁家网上数一数没死过几个人了 陆志玲看似没反驳 实际对的公资化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公资化发现 正在说话的陆志玲眼神空洞 看东西没有一点焦距 她不禁抬手在陆志玲面前晃了火 你看不见了 你瞎了 是啊 所以请原谅我看不见你是谁 我是公资化 你的老同学 她轻蔑地打量着陆志玲 一副同情她的样子 不过细想了一下 陆志玲一个落魄盲女 怎么开得起这茶楼啊 她的视线突然注意到了旁边 对陆志玲为命是从的风筝 她猜想中年老男人是她的老公 想到这公资化心里 恐怕已经嘲笑了她上万别 白莲历来羞辱女主的方短 只有一个 就是让所有人都看到她出囚 当然公资化也不例外 只见她拿出来一张邀请函 表示周末家里要举办过外山区 儿童捐款筹募晚宴 希望陆志玲和老公一起去 说罢便把邀请函塞给陆志玲 大家猜猜陆志玲会不会收下 昔日财阀千金惨遭绿茶同学白眼 她不但没有生气还要给她送礼 只因为她要拿回爷爷奶奶的定情心 公资化为了羞辱陆志玲 邀请她参加家里举办的慈善募捐晚宴 陆志玲推开了邀请函拒绝了她 可公资化并没有放弃 她表示知道她困难不捐钱也没关系 就当老同学聚会 陆志玲微微醋眉 似乎有点抹不开情面 她勉强接过了邀请函 随后转头对服务生说 拿份礼盒装的好茶 一会公赴服务员将包好的茶地到了工作室上 她得意地笑到你客气了 心里却暗暗嘲讽着陆志玲昔日的大小姐 居然也会恭为人 风水轮流转 真的让人大快人心 这有什么客气的 同学一场 送你点茶叶而已 陆志玲本来微笑说着突然话封一转 不过你也知道我困了 相信你肯定不会白拿 那就收你个成本家 工资化略显尴尬问道 多少钱 不多 三十万 文言工资化下出了狗三十 什么 一点破茶这么贵 你是在宰我吗 陆志玲却淡定地表示我的茶叶都是上等的好茶 专门为高端客户准备的 成本自然就高 陆志玲说着说着把邀请函还给工资化 既然你不相信我 那么募捐的事就算了 工资化不甘心 好不容易抓住可以羞辱陆志玲的机会 为了看热闹三十万他也愿意花 只听到第一声三十万托托托托 刷完卡陆志玲微笑着送走工资化 工资化拎着茶叶袋子出门 越想越肉痛 风震看到陆志玲受委屈了眼眶瞬间放红 他劝说陆志玲不要参加晚宴 因为他看出了工资化的不怀好意 可明知道工资化就想让他当众出仇 陆志玲也决定了一定要出席 因为他发现了邀请函上有一件陆家旧物 爷爷和奶奶的定情搏出手串 爷爷在手上带了一辈子 当初陆家破产 他都舍不得摘 是奶奶硬扯下来能去抵钱呢 奶奶说老物件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家人还在 只是没想到一场道 人全没了 陆志玲说着说着有点哽咽 他紧紧捏着邀请函 现在手串就在面前 他必须把握机会 明知道龙坛虎穴也要闯闯 三天后 工家花园别墅灯火通雨 照亮了整条马路 陆志玲和风筝坐着出租车抵达公家 陆志玲正要下车 风筝担忧劝说他 小姐 要不还是算了 陆志玲微笑看了他一眼 试试吧 万一没人跟我抢了 风筝于心不忍说道 我不是担心拍不到爽船 而是担心里面所谓的剩流之人 陆志玲知道他在想什么 可是他已经躲了五年了 他既然选择了不再躲 那么这么一天迟早要来临 说吧他直接想车 风筝知道陆志玲心意已决变 马上跟上去扶着他 小姐 你慢点 两人走到别墅门口 两名庸人正在迎兵 微笑着对陆志玲说 请问您是 陆志玲站在那挺直了腰杆 一字一字说出 江南长陵区陆家 陆志玲 破晨盲眼千金参加慈善晚宴 众人错把仆人当成他老公 无情地嘲笑 而他真正的老公却在一旁看热闹 陆志玲时隔五年 第一次用江南长陵区陆家的身份 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人群中的几个女孩心寸不已 他们想看看这个陆家小姐 现在落魄成什么样 看样子早就准备好 要怎么嘲笑陆志玲 陆志玲朝宣闹方向 看去疑惑道 陆志玲是谁啊 江北还有我继二少不知道的人物 旁边的富少连忙科普 那是几年前一夜倾他 就剩一个女儿活着的陆家 好想看看当年 K国第一名人千金长什么样 突然陆志玲似乎想起什么事的 你说的可是江南陆首尊 江北百兽杯的那个陆家 他以为陆家已经销声匿迹了 没想到还有个女儿 直接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季竟不经意回头看了一眼 沙发上的伯望不知道何时睡醒了 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季竟立马狗腿地凑了上去 旺哥 听说了吗 陆志玲来了 一起凑凑热闹啊 此时一个单薄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陆志玲一身青纱长裙 一头长发轻轻拢在耳后 净显江南女子的婉约 是别有一番出城的气质 伯望坐在那没动 只是侧过脸 一光微微瞟到了陆志玲 寂静也看了过去 长得不错呀 只可惜这眼睛下了 此刻薄望抬眸看了一眼寂静 眼神里似乎有一股 让人不含而你的伤 就在这时一袭红裙的公资话 上前挽住了陆志玲的手 志玲 你怎么才到啊 我都等你很久了 看得出来他那是迫不及待 想看陆志玲出丑 公资话轻易地说着 突然视线就落在 陆志玲身后的风阵 于是大声说道 你老公也来了 白发斑斑的风阵看去 陆家小姐嫁了个老头 怎么就那么不挑呢 风阵被气得快原地爆炸 我只是个仆人 请公小姐不要误会 公资话愣了一下 随后一副秒懂的样子 你家这位挺会顾及你的面子 不过爱情不分年龄嘛 对吧 对于公资话的误会 陆志玲并没有做过多解释 知道 我坐哪里 随后公资话把陆志玲 带到角落里一个冷清的位置坐下 明显他就是故意的 还说位置虽然冷清 但同学们肯定都会过来找他酗酒 其实公资话内心 都盼着大家过来嘲笑陆志玲 果然第一波嘲笑他的人来了 两个女孩语气里竟是轻蔑 资话 你怎么对陆志玲那么好啊 以他现在的身份 公家能邀请他 他就该等应该等 还找自己老公想乱扑人 陆志玲 多年没见 没想到你还是那么壮 陆志玲随着声音看过去 对眼前的两人似乎没什么印象 依稀记得同一个班的 然而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幼稚的人 封批大佬可以容忍众人羞辱女孩 却不允许小跟班觊觎他 只因他跟他有着不为人知的关系 天使慈善往会上 陆志玲出现后马上变成了话题中心 两位心机女同学上台着羞辱他 公资话假意上前解味道 明明 果子 别这样 他也不容易 不容易归不容易 他要是坦坦荡荡不装大款 我们也就敬他三分 结果还在摆大小姐架子 资话 我们见多这种人了 为了点钱就放老头子 小心他会像吸血虫一样 吸附在你身上 是可忍孰不可忍 风震大怒了 就想上前撕烂他们的嘴 却被陆志玲及时拦下了 两位误会了 我也忙 风叔担心我的安全才陪我来的 我并没有装什么 面对连番的奚落 陆志玲没有半点愤怒 好像当他们说的话就是放屁 没有看到昔日大小姐跳脚 两个女孩非常不爽 其中一个女孩拉来了捧着捐款箱的女佣 冲陆志玲喊道 既然你来做慈善 不捐个十万八万都不像话吧 应该的 陆志玲站了起来 从口袋里拿出了五百元现金 摸着头进了箱子里 两个女孩都傻眼了 陆志玲你打发叫花子 工资话边看热闹便提醒她 箱子上有二维码 现金贷不够 可以扫码 陆志玲淡淡说道 慈善看的不是钱多少 有心就行 两个女孩彻底被激怒了 陆志玲 你别再在这丢人现眼了 这里根本不是你能来的 识相点就自己走 宴会厅顿时一片死寂 所有目光都投向了陆志玲 丰震十分担心陆志玲 可他却淡定的还反过来安慰她 丰叔 没事 此时有人扑呲笑出声 真没想到K国第一名门千金 竟是这副得险 想必今晚的目的也是来巴结有钱人的 还有这种死赖着不走的人 真可笑 刚才发生的一切勃忘都尽收眼底 此刻他慵懒的坐在沙发上 那张棱角分明的脸看不出一点情绪 可心底却浮现了恨铁不承刚的老母亲心态 没骨气 被人侮辱成那样也不仿击 不知死活的寂静音声附和着 对啊对啊 浪费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了 本来还想跟他玩玩吗 此刻博望眸光未暗尽显一丝暴力的杀意 下一秒寂静的手一阵疼痛随之起来 手 我的手 旺哥 你怎么这么看我 没什么随便看看而已 只见博望玩味的拍了拍寂静的脖子 意味深长说道 你小子的脑袋和脖子连的挺结实的 寂静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脸色瞬间煞白 压根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得罪这位祖宗 我望缓缓坐直了身体 薄唇微钩 怕什么 我只是夸你脖子长得好 寂静被吓得都灵魂出窍 你他妈这是人想出来的夸奖词吗 女孩抱揍了同学的爸爸 只因他想老牛吃嫩草 天使愁目晚宴的拍卖环节正式开始 陆志玲期待万分坐在台下等着爷爷的手 突然身边出现了一个土肥人的侍应 一位油腻大叔色咪咪盯着他 志玲 还记得我吗 油腻大叔声称是同学的爸爸王志诚 陆志玲礼貌性问好 可王志诚对他似乎有所涂抹 打听陆志玲书读得怎么样 陆志玲淡淡回答道 家中变故便没再读书了 文言王志诚感慨道 太可惜了 你那么优秀的孩子不该被眉没 要不叔叔帮帮你 陆志玲一下子就看破王志诚的意图 他举起了带了婚戒的手黄和 谢谢叔叔 不用了 况且我已经结婚了 王志诚回头看了一眼风筝不屑地笑了笑 你说这个老头啊 你还年轻 他怎么可能满足得了你呢 这样 晚宴过后叔叔带你去逛街买几个包 说着便抓起了陆志玲的手 见状风筝立马上前拉开了王志诚 你别太过分了 王志诚回头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看了过去 你就是一个开阔茶楼的 最好给我识相点 不然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文言风筝怒火冲天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把我们家小姐当什么了 陆志玲劝风筝冷静后 他故意提高音量 多谢王叔叔厚爱 不过我没那么大志向要挖阿姨的墙角 陆志玲的话引来一桌人的目光 纷纷议论了起来 王总的色心未免也太大 王志诚的脸瞬间就挂不住 他瞪着陆志玲道 你别给脸不要脸 就一双破鞋还装什么千金大小姐 陆志玲并没有被激怒 淡定表示叔叔何必恼羞成怒 买卖也要你请我愿了 不是吗 王志诚越说越来劲了 你也配跟我谈门了 谁不知道你家有穿破鞋的历史 当年就是你爸看不过你妈在外面乱搞 才放了一把火 结果把全家人都烧死了 下一秒只听到一声惨叫 王志诚被盘子砸中了 参具重重砸在王志诚身上 热络的地上 摔了一滴响 自己迎见巴布的全世界跟你一样 王先生 小孩子都知道因狭爱而造谣 事件可耻的事情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疯批大佬霸气护妻 一出手就撕碎了色批老男人 面对王志诚对父母的羞辱 陆志玲终于忍不住抡起盘子砸向了他 王志诚没想到居然被一个瞎子打了 他恼羞成怒抄起椅子想朝陆志玲咋去 此刻陆志玲是个瞎子 所以面对危险他无法闪躲 直接就愣在了原地 正准备接受着狠狠的遗迹 突然一个高大气长的身影 往在了他身前 王志诚手中的椅子就这样从手臂上落 他用身体帮陆志玲挡住了椅子 眼看对坏事的王志诚更是愤怒不明 冲他喊道 你他妈是谁啊 睁大你的太和金狗眼看看 他是这座城里最可怕的活颜王不忘 是不忘 是那个跟他不熟的老公 陆志玲瞬间震住了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他选择装作不认识 只见王志诚马上就锁了 低头鞠躬道歉道 伯尚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伯王松了松领口 漫步惊心问道 你是在问候我吗 此话一出王志诚立马吓得腿软 连忙指向一旁的陆志玲 是他 我骂的是他 死瞎子乱扔盘子 幸好我帮您管 不然就在您身上了 伯王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 陆志玲身体站得笔直 眼神空洞 嘴唇抿出一股孤轻的冷意 手中的婚戒尤为显眼 哦 你是在问候我丈母娘 伯王暗悠悠从陆志玲身上收回了视线 表有兴致看向王志诚 猎人整个江北书我最在好 一张椅子哪里够啊 不如让老子给你上一课 王志诚捉摸不透伯王这话的意思 是帮他教训陆志玲 还是借着名义教训他 想了想 他万分惶恐表示 伯尚 不用了 只见伯旺薄唇威勾玩味一笑 怎么 看不起我呀 王志诚自知躲不过 便自作聪明把陆志玲拉来当替死鬼 我说 我帮你把这个破鞋拉来了 你教训他吧 殊不知他原本也就羞辱了陆志玲父母 现在一具破鞋连带把伯旺也绿了 下一秒碰一声 伯旺抬脚狠狠踢到王志诚的腿弯 随后伯旺一脚接着一脚把王志诚趴在 王志诚背里的头破血流 生生惨烈的哀嚎求饶 可伯旺仿佛还不过瘾 他朝桌子的方向勾了勾手 只见寂静上前将原先王志诚 要给陆志玲喝的红酒递了馆 并提醒伯旺酒里加料 伯旺握过酒杯毫不犹豫 朝脚下的那扫去 红如血的酒缓缓倾向 没过王志诚的眼睛 笛子 辛辣过脸 他连声惨叫醒车会场 男人以为女人是恋爱脑 殊不知那是他强力的人设 喜欢他 没有的是 伯旺狠狠狠教训了一顿王志诚 不堪重负的王志诚早早就昏厥在地 伯旺薄纯微勾露出不屑一笑 似乎还没解气 见识过伯旺的狠利陆志玲后 几然不经意量 片刻后公家人看伯旺似乎已消气 这才上前 卧上 对不住 都是我们招呼不周 我们这就把人挤出去 明请上座 只见伯旺贴了一眼陆志玲 懒得动吗 说着便在陆志玲旁边坐下了 陆志玲有些意外 公家人更是惶恐不安 这位也怎么回事 上位不坐 非要坐墨位 此时寂静揣摩着伯旺的心灵 大声道 行了行了 赶紧把扫干净 该吃吃 该玩了 也扫了旺哥兴致 灯光再度按下来 拍卖继续 陆志玲也坐下了 伯旺就坐在他的左手边上 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扣着桌面 传来的压迫感几乎将他围得密不透风 有些人是一旦经营了 就要经营到底 否则容易出事 陆志玲暗暗吸了口气 伸手摸索过去 拽了一向伯旺的衣袖 伯旺 是你吗 伯旺低头瞥了一眼他的手 又看向他该置的双眼 语气冷冷的 干什么 陆志玲笑得有点羞涩 开心 伯旺沉默了一会儿 你该不会以为我替你出头吧 别做白日梦了 陆志玲摇了摇头 没有 我只是见到你很开心 说吧他便飞快把手收了过去 伯旺大概今晚是无聊了 不然他贴到陆志玲旁边 漆黑的眸死死盯着陆志玲 低沉的伞音带了几分信念 要是姓王的那一项砸在你身上 现在的你更开心 陆志玲笑着应了一声 没露出半点害怕 依然笑得很开心 我望目光凝了凝 一时没了话 可我遇上就这么高兴 拍卖还在进行中 陆志玲估摸着很快就到手串出场 于是扣了扣手指 给风筝一个暗示 让他一切暗示计划进行 站在他身后的风筝收到了指示后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扬声道 四十五万 在场所有人都匪夷所思 觉得这四十五万就是开玩笑的 只见陆志玲安静坐着 他希望按这个计划 总能拍下爷爷的手段 所有人都以为女孩棒了的金主老头 其实他才是幕后的大胞 正在拍卖的是 价值连城的明朝普化 站在陆志玲身后的风筝 举起手中的号码牌 叫价四十五万 惹得众人无不是嘲讽他寒陈 随着别人压架 风筝默默放下号码牌 陆志玲依然安静坐着 接下来出厂的好几件价值连城的拍品 他都让风筝举牌了 让所有人都以为风筝 只带着四十五万陪小情人来找乐子 此时台上主持人道 下一件拍品是 公老爷子特意捐赠的 极品齐南木沉香佛珠手串 陆志玲呼吸一顿 他等的这一颗终于来了 大家都知道极品齐南木非常罕见 而打磨成这样子的手串就更难 不过现在手串上有点小瑕疵 所以价值稍稍打了点折扣 有人问道 是什么瑕疵啊 有一颗佛珠上有个小孩子的牙印 可能是上一位收藏者没有保管好 陆志玲安静地听着 对于这个牙印他最熟悉不过 五岁的时候 六哥骗他说爷爷的手串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巧克力 他抓起手串毫不犹豫咬力 虽然齐南木并不坚硬 但是他用错了力道 当即就崩掉一颗门牙 哄得他哇哇打哭 爷爷不但没有怪他 还给他买了真正的巧克力 最后六哥也挨了一顿打 原本以为这段记忆已经模糊 可看到手串那一颗记忆格外清晰 陆志玲再次试一封阵举牌 封阵想都没想又举起手中号码牌 扬升到四十五万 之前嘲笑过他的女同学 又抓住了机会羞辱他 这手串怎么着也要个两百万 你要着也着个能耗的金主啊 一直喊四十五万 有灵友整是想笑死我们吗 哎呦忘了你是瞎子 能找到冤灯头已经不错了 此话一出引起一段片嘲笑声 此刻陆志玲一脸快要气炸的母娘 只见他愤怒地站起来 一手抢过了风筝手中的号码 高声喊到一百万 风筝瞬间背下的灵魂出窍 一脸欲言又止得难堪 此刻勃望靠着一背 侧目看他 无动于衷地勾唇微笑着 没有任何要帮助他的意思 破产盲眼千金在拍卖会上怒刷一百万 眼都不再眨一下 狠狠的脸大白脸同学 陆志玲愤怒地站了起来 一百万 全场一片哗然 嘲笑他家族没落 还倒中脸装千金的小姐 此刻最想看陆志玲笑话的公资话 居然站出来为他说话 志玲是我的老同学 希望大家给个面子 就让他以一百万拍下手串 吃瓜群众给足面子公家的同时 也在等待陆志玲的出球 只见陆志玲站在那 长节微锤 脸上没有特别的表情 只是握着号码牌的手掺了颤 一锤定音 随着拍卖锤落下 主持人宣布 佛珠手串归陆小姐所有 陆志玲抬眸看性拍那个台 他成功了 心头大事终于落下了 随后工作人员捧着佛珠手串和契约书朝陆志玲走来 陆小姐 感谢您为山区而同现的爱心 公资话露出一缕邪魅的笑 就在他以为要上演一场金丝却大打精准的戏事 陆志玲却从容不迫开口道 风书 刷卡吧 风阵笑着低了低头 是 小姐 根本没有了之前的慌张 全场一片寂静 公资话不敢相信的快步来到陆志玲面前并调侃了 志玲 你一下子花那么多钱 你家那位该为难了 毕竟你好不容易才放上你 话音未落 风阵已经刷完卡 签好字 把手串跑到了陆志玲面前 语气冷冷的 钱是小姐自己赚的 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陆志玲将盒子抱进怀里 心跳加剧 他终于把爷爷一辈子最宝贝的东西拿回来了 稍稍平复了一些心情 他缓缓抬起头面对着工资话 我的钱确实不多 这不是多亏了公同学给我送的三十万吗 人傻钱多的工资话顿时醒悟了 原来他早早就被套路了 陆志玲先是从他手中轻易拿到了三十万 再来拍卖会上一直叫价四十五万 让众人以为他只有四十五万 还算到了他要看好戏的心态 最后轻轻松松就以一百万拍走了 剑值至少两百万的手串 陆志玲你算计我 怎么会呢 我是在下爱心 陆志玲笑得坦然 一手抱着盒子 一手慢慢竖起来 露出无名纸上的戒指 对了 风书真的是我的长辈 工同学你误会了 陆志玲这回才慢悠悠解释着 似乎是说给旁边那位存在感激强的男人听的 我已经结婚了 我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 是我非常喜欢的人 我望慵懒地坐着 眸色突然暗响 心里疑惑着 陆志玲这个时候把他抬出来 是想趁机坐视博家大少奶奶的身份 获得更多的好处吗 女人利用男人在拍卖会上脱身 只因男人是人人惧怕的佛颜王 谁都不敢敢地注意 我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 我很喜欢他 我望慵懒地坐在沙发上单手指着下巴 欣赏着陆志玲的表演 他觉得陆志玲是想通过坐视博家少奶奶身份捞好处 其实陆志玲只是单纯想说点好话给博望听 让他不再为今晚的闲言碎语找自己麻烦 公子华这回已经气得脑袋嗡嗡的 听到陆志玲的话他不仅咬牙气齿道 不知道你先生是哪位名门大少 我认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珍惜我现在的婚姻 如果你在造谣 陆志玲淡淡笑道 突然谋色暗响 轰动的眼神里隐藏着沙影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此刻博望谋色阴沉 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 他猜测陆志玲不是图谋更大 就是爱得盲目了 陆志玲拿着盒子朝众人浅浅弯腰道别 在风阵搀扶下他来到博望面前 轻声道 博望我先走了 眼看陆志玲快要离开了 公子华愤怒地让保镖抓住他 当我公子华是冤大头啊 额前又额手串 想走是不可能的 此刻博望放下酒杯 慵懒得起身 在陆志玲身旁直接擦过 带着一阵淡淡的木质箱 博望这是要离开 见状公家的保镖一个个闪在原地 陆志玲灵机一动正好可以利用博望 于是他摸索着追了上去 博望 等一下 我跟你一起走 此刻谁都不敢追上去 只敢在私底下嘲笑他 陆志玲这个花痴 谁都不敢靠近火炎望博望 他却凑上去 难道他以为博望是在保护他 片刻后陆志玲在风阵陪同下 终于顺利走出了公家 而博望早就不见了踪影 陆志玲并不失落 反正也就借他的事走出公家 小姐 车叫好了 好 陆志玲紧紧抱着怀中的盒子 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真好 又收集到一份陆家的温暖 女人和男人结婚几个月 女人竟是第一次去男人家 陆志玲抱着手串盒子沉浸在幸福中 久久未回过身 突然江福生来电话了 陆志玲立马将喜悦分享给他 江福生得知陆志玲用一百万本 向手串开心的快计飞 不枉他为此还提前许了生日愿望 陆志玲笑道 福生 谢谢你 还为我提前许了生日愿望 你的 话音未落 一辆豪车朝着他飞驰而来 吓得他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边对着手机笑道 生日 我一直记着 已经开走的豪车突然到了回来 停在陆志玲面前 他震了一下 把怀里的盒子抱得更紧了 此时车后座的车窗被缓缓按下 国王坐在里头若有所思盯着他 目光掠过他怀中的盒子 语气里透着一抹捉摸不透的生辰 被人踩了一碗上骨头就为了这个东西 这不是明知不问吗 只见陆志玲点了点头 嗯 怕他误会钱的来源 他马上解释道 我开了家茶楼收益还不错 国王又调侃道 把你的所有钱都砸进去吧 他漆黑的眼眸看着满脸喜悦的陆志玲 良久他才淡淡开口道 上车 司机极有眼力的小车 扶陆志玲上车 陆志玲没有拒绝 也不敢拒绝 因为他知道拒绝伯望会死得很惨 上车后陆志玲问伯望 我们去哪 伯望表示回去睡觉 说着便抱着双臂往后靠 都在搭理他 此时公家大门前一众吃瓜群众目睹了所有 无不目瞪口呆 陆志玲居然上了伯望的车 他们关系不一般了 吃不到的葡萄总是酸的 工资化的脸色已经轻了又滤 这有什么 到头来他也会像其他小明星一样 玩腻了就被伯望抛弃 车子行驶的飞跑 无声穿过各个街区 他转眸看向国望 窗外的光闪过他睡着的脸庞 格外好看 你这双瞎了的眼睛能看到什么 国望突然出声 却没有睁开眼 仿佛堵定了陆志玲就是面向着自己 我不看了 陆志玲缓缓扭过头去 放下车窗 顺着沿路的花坛望去 远处是看不见镜头的水面 这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熟悉 这里难道是 这里的风好特别啊 我们到哪里了 他装作随意问道 司机表示 边上是青江 大少奶奶您闻到江峰才觉得特别 青江 陆志玲重复着这两字 有些恍惚 再过不远就是陆家 五年来陆志玲第一次感觉离家那么近 而时机又是那么远 他心想着什么时候能回到陆家 变态恶少终于忍不住要对怀孕娇气下手 陆志玲坐在博望车里 独自欣赏着青江的风景 过了许久青江消失在他视线路 车子来到了一个高档小区大门停下 陆志玲战战兢兢下车 跟在博望身后 地将停 却不知道博望为什么要带他来 陆志玲一脸懵逼问道 我们不回神山了吗 只见博望回头瞥了一眼陆志玲 嗓音低沉 进来聊聊 陆志玲顿时停住了脚步 他到底要聊什么 心里不禁有点发毛 见陆志玲一动不动的 博望有些不悦地拧了拧眉 随后一把抓住了陆志玲 拿着手杖的手 手杖随之落地 博望 你要带我去哪里 陆志玲被动地被他带着走 不敢有一丝不满 哼一声 博望将他带进来一个黑灰色调的卧室 瞬间又把门踢上了 黑暗中陆志玲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博望把他壁动在门后 一把搂住他纤细的腰肢 下一秒他感觉到唇上一股温热 博望肆无忌惮吻他 他的吻十分强烈略带着攻击性 此刻漆黑的房间里只剩下两人急促的呼吸声 博望边吻着陆志玲边把他推到了床边 他被推到了柔软又冰凉的床榻上 博望不由分说的气声而上 贪婪的嗅着他伸下那股迷人的气息 随后他的大手俯上他的手里 试图扯掉他的裙子 他该不会要 不行 陆志玲以最快的速度冷静了下来 双手攀在了博望的肩膀上 靠过去轻轻吻了一下他的脸 然后迅速推开了他 空洞的眼神里充满了哀气 博望 不要 幽暗中 博望只起了身子 低眸瞧着陆志玲白嫩的脸 眼底克制的欲望让他看起来分外阴悦 风批大佬想跟盲眼娇妻贴贴 娇妻却卑微请求他找其他小宝贝 幽暗中博望缓缓凑到陆志玲面前 暗沉的眸光中带着阴语 陆志玲 我没问你要不要 陆志玲轻声表示 我怀了你的孩子 才两个月不到 这样子很危险 可我今天就想要 博望嗓音按哑毫不讲理 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我吗 怎么 怕死了 陆志玲伸出双臂还着他的脖子 纤细的指尖埋进他的发肩轻柔着 如果能让你特别开心 我当然愿意 可我知道并不是这样的 博望冷笑了一下 你一个瞎子还能知道我开心不开心 我虽然看不见 可我能感受得到 陆志玲双目无神看着他表示 你讨厌我 是不可能因问我而开心的 博望捏着陆志玲的下巴道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懒得找其他女人了 下一秒他勾唇玩味一下 讨厌你跟在你身上找快点是不冲突的 快去找 别的 陆志玲心醒着 神色随之黯然 片刻后他苦笑了一声 如果我够聪明的话 今天就答应你 我们的关系会更进一步 可是博望我希望你能找一个 真心相爱的人相守一辈子 而不是因为意识冲动 让自己陷入更加孤独寂寞的境地 更何况我不想你比现在还要讨厌我 陆志玲的声音苦涩 情深 卑微 连自己都听麻了 说吧 陆志玲伸手摸索着找到了手串盒子 他紧紧抱住盒子 用手支撑着坐了起来 我先走了 你好好休息 没等他起身 立马又被博望捞了回去 博望从后面抱住了他 贴在他耳边低声道 我说让你走了吗 语气里带着几分不满 陆志玲身体不经意将 我只是个瞎子 你值得更好的人 无所谓 关了灯都一样 说着博望低头吻了他纤细的脖梗 要逃不掉了吗 陆志玲身体有些颤抖 黑暗中凌乱的呼吸 似乎更能激发博望内心的欲望 只见他肆意吻着他后背的每一份肌肤 就在此时手机响起 微光刺破了黑暗 博望停下了动作 用下巴抵着陆志玲的肩 没有第一时间去接电话 就这样在黑暗中静静待着 手机那头的人真的很有耐心 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 终于在铃声响起的第四遍 博望拿起了手机并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男人的声音 博望告诉他上次说的南洋路 你去解决一下 变态老公太会脑补 今天又是博望自我攻略的一天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上次说的南洋路 你去解决一下 博望搂着陆志玲 漫步惊心地 不去 睡女人了 陆志玲想咬死他 此时对方语气皱冷 你可以不去 只要你不归获你母亲的遗产 这话让陆志玲听出了 对方正是博望的父亲 博士集团最高决策人博真荣 只见博望直接就挂掉电话 黑暗中他的脸显得格外阴沉 片刻后他松开了陆志玲站了起来 陆志玲暗暗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又逃过一劫 啪 博望随手开了灯 突如其来的灯光有些刺眼 只见博望低眸静静看着陆志玲 他眼神呆滞 脸色飞红 发丝凌乱 被扯坏的衣服露出了胸前的一片血白 让人忍不住的冲动 博望舔了舔唇 此刻真的没那么想出去 突然他的视线落在陆志玲怀中的盒子上 镜子走向了陆志玲 陆志玲不禁心里一紧 把盒子抱得更紧了 下一秒博望一把抢过了盒子 陆志玲震了一下 他又想干什么 只见博望打开了盒子并取出手串 佛珠 他撵着佛珠问他 陆志玲一场紧张又不敢表现出来 他点了点头 对 是佛珠 各地请普爵四大师开过光的 博望微微勾唇一想 你那么宝贝 还以为是哪位大师的设律 原来也就是一串开过光的佛珠而已 是是是 不是什么宝贝 玩够赶紧还我 陆志玲内心十分不安 生怕博望发神经把手串扯断 他解释道 手串是爷爷奶奶的定情信物 爷爷带了一辈子的宝贝 所以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定情信物 博望只勾勾盯着陆志玲 你胆子不小了 陆志玲一脸懵逼 这个家伙在想什么 这个和我的胆子有什么关系 明显他已经把手串 当成陆志玲送他的生日礼物 并戴在他手上 发着扇心道 今晚我要是活着回来 说明你的佛珠有点用 你的手串我就收下了 陆志玲瞬间愣在了原地 收了 博望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汤医生博望关门离开了 留下独自凌乱的陆志玲 怕万万没想到 自己花了大价钱得来的手串 博望竟然一副 诗恩的口吻就收了 更何况自己也没说要送过他 那是爷爷的手串啊 身家千亿的豪门少爷 竟被妻子当成了客信 陆志玲摸索着 想追出去拿回手串 他走出客厅后已经空无一人 很明显博望已经走远了 忽然门口传来叮一声 他看过去 屏幕自动亮了起来 寂静的脸出现在里面 只见寂静拍了拍 手中精美的礼盒 旺哥 看 今晚公家最有价值的宝贝 千年古剑 染过人血 我觉得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陆志玲站在那不敢出声 寂静等了一会没有等到回应 不禁叹了口气 旺哥 快放我进去啊 生日礼物要当天收起才有意义了 剑还是没人回应寂静 才博望大概睡着了 他头疼喊道 得 白跑一趟 不宜会寂静离开 屏幕也自动按下来了 今天是博望生日 陆志玲突然想到了 在公家前的马路上 他跟扶生口电话提到了生日 博望的车开过去了又到回来 很明显他是听了后半句 以为他甘愿受辱拍下来的手穿石送给他 决决子 这是什么天大的乌龙啊 陆志玲懊恼地想离开着 可当他按门锁的那一刻发现需要人的视频 也就是说博望不带他走 他还走不了 既然回不去只能等博望这个客星回来 于是陆志玲找了个南向的露台 他站在露台边上 双手支撑着脸靠在栏杆上 摇摇的万家灯火向漫天星子倒映了向 是那么美 也是那么遥不可及 再不远就是江南 那个从小生长的地方 他忍不住想知道陆家古宅现在怎么样了 和爸爸妈妈一起种的小树应该长高了 还有后庭的小市乔 从前四哥 六哥爱在上面跳跳跳 早就出现裂痕了 也不知道现在坏了没 陆志玲明静地靠着露台凝视着远方 带着笑意的眼渐渐变红 他好想回到陆家古宅 平平静静地过完一生 突然喷一声把陆志玲吓得回头一看 原来伯望回来了 他满头满脸都是血 脸色残暖 只见他跌跌撞撞走了进来 随后伸手接了一杯水 也不管身上的伤 仰头就喝 喝得特别急 水顺着他的脖梗躺下 目入他的衣里 伯望 是你回来了吗 陆志玲出声 伯望目光一鸣 似乎没想到他还没走 转头看向他 安安静静地一抹身影 似乎等了他很久 他招手示意陆志玲过去 闻言陆志玲朝着他的方向 缓缓走了过去 眼盲娇妻是妥妥的一枚眼狗 他居然觉得快死的老公很性感 伯望声音沙哑到 过来 只见陆志玲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朝他走去 没东西轮着你走快点 伯望嫌弃他走得太慢了 一把将他拉进怀里 由于用力过猛 自己差点没震住 摇摇晃晃的 浓烈的血腥味扑鼻而来 伯望把手带在他肩膀上 勾唇邪魅一下 怎么 你是在等我死 还是等我回来 当然等你回来啊 陆志玲心想你不回来我也出不去了 陆志玲用尽全力扶住了伯望 说话都吃力 你站好了 我去叫救护车 不用叫 你帮我包扎一下 我都看不见怎么给你包扎呀 陆志玲皱眉倒 一手拉住他放在他肩膀上的手 勉强扛住了高度体型的他 那就不弄了 伯望无所谓的 我去洗澡 说吧 他松开了陆志玲的手 亮亮呛呛往里走 边走边滴血 陆志玲真怕他就死在自己面前 他靠在浴室外探头看了看 只见伯望整个人都筋疲力尽 直接就翻进了浴缸里 碗地的血脚印 乳白色的浴缸也被蹭得全是血 像极了凶暗现场 陆志玲不经心灵散 此刻只见伯望起身得起了花色 陆志玲连忙走了过去 摸索着他的手臂 我帮你包扎 有没有医疗箱 伯望有气无力地抬眸看了一眼陆志玲 淡淡说道 在你身后 陆志玲假意摸索了半天 找到了医疗箱并取出了纱布 又回到了浴缸旁 他问伯望伤口在哪 需要帮他清洗伤口 只见伯望高举着花色 往自己头上浇了下来 很快他就将自己浇得湿透了 水顺着凌乱的发丝 躺下他精致的脸庞 整个人都是湿答答坐在浴缸里面 衬衫全部都贴在了身上 胸口伴着沉重的呼吸高低起伏着 不得不说 此刻的伯望也太性感了 看得陆志玲小路乱撞 没来得及回过神 伯望已经在陆志玲面前 脱下了衬衫 露出了线条完美的后背 只是此时的背部全是刀伤 有身有浅 身的伤口甚至能见肉 看着让人毛骨悚然 女人好心为男人包扎伤口 男人却变态到 想在他身上滑两口 伯望身上的伤看上去十分害人 陆志玲打开了点符 本想给伯望处理伤口 怎料伯望一把夺过来 要毫不犹豫往身上浇下去 即使痛得脸色都惨白 也没有停下来 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了 见状陆志玲瞬间目瞪口呆 看着他把整瓶药都倒完了 并扔了瓶子 接着倒在浴缸里闭上眼睛 似乎打算要睡在浴缸里的样子 陆志玲无奈拿出了纱布问道 你哪里有伤口 我帮你包扎一下 伯望却闭着眼拥冷拒绝动 不包了 麻烦 陆志玲没有多想 直接就摸索着找到了他的伤口 伯望睁开了眼 侧目看着他那只在自己身上游走的手 陆志玲弯着腰继续为他的伤口伤药 他的发烧有意无意的在他眼前晃动着 香气撩动 勾得他一阵口干舌燥 忽然他痛得呼吸一顿 陆 知 灵 伯望死死盯着他狠狠按压他伤口的手 不好意思 他边道歉边按了按他的伤口 我看不见 这儿有伤吗 我给你包扎 陆志玲笑得有点诡异 似乎他是故意的 他戳了戳伯望的伤道 伤口在这儿吗 见伯望没出声 陆志玲拉开了纱布帮他包扎了起来 谁让你平时那么粗暴 终于逮到机会报仇了 接下来他照葫芦画瓢 在伯望身上乱摸一通 摸得伯望都想把他丢进浴缸里 可下一秒他又死死按住他的伤口 痛得他直翻白眼 差点卸菜 片刻后陆志玲把所有伤口都包扎好了 他抬手擦拭了一下额头的汗珠问道 还有其他伤口吗 伯望从浴缸做了起来 我身上没有了 随后他凑到陆志玲面前 语气里带着一丝丝变态道 我倒挺想在你身上划两个口 让你知道按下去有多疼 对不起 我看不见 只能这样子找伤口 要被伯望知道自己故意的估计 今天小命不保 陆志玲连忙道歉着 只见伯望直接拿起了剪刀 将刃间贴在他皮肤上黄黄滑动 像是在抚摸 他眼神里透着一股细血 别说这些没用的 我被你弄得那么疼怎么能过去呢 不是喜欢我喜欢到无法自拔吗 那就体验一下一起痛了 他用着似乎是宠溺的语气说道 手里的剪刀却往下用力 陆志玲不禁心里一颤 这个变态 天晴了 雨停了 包扎完又行了 男人身中十多刀 还想着要跟女人完成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陆志玲不敢动 却感受到了剪刀尖冰冷贴在他脸上 就要刺破他漂亮脸蛋的时候 他机智地往后退了腿 你的伤口处理好了 伯望看到剪刀没有沾到一滴血 显然有点失望 下一秒陆志玲取来了浴袍 弯腰替博望披上 你快起来吧 别着凉了 博望盾了盾 扔掉了剪刀 随后站了起来低眸看向陆志玲 他想到了陆志玲好像从进门到现在都没问过 他是怎么受伤的 难道他就不好奇老公去打家接受 还是杀人放火了 你就没什么话要说的吗 说吧他顺手就退去湿透的裤子 陆志玲瞬间吓上了 他在瞎子面前也太肆无忌惮 见状陆志玲只好伸手帮他系上浴袍的腰带 然后语气温柔又心疼道 以后不要再受伤了 就算我跟你一起痛 你的痛也不会减少 可心里却想着你这个大变态做啥跟我也没有关系 博望低眸看着他 一时间没了声音 陆志玲淡淡倒 时候不早了 回去睡觉吧 片刻后陆志玲把博望扶进房间 抱着他的肩膀让他在床上躺下 还细心为他盖好了被子 此时他的视线落在了博望手上的手串 他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 还好佛珠没事 一定要找机会把手串拿回来 此时陆志玲突然开口 博望 你能给我开锁权限吗 继续待在这会影响你休息 但要是你不嫌弃我打扰的话 话音未落 博望一把拉住了陆志玲的手 陆志玲直接就跌进博望怀里 勾唇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走什么 继续做 做你大叶 陆志玲在他怀里挣扎了一下 不行 你伤得太重了 下一秒博望轻轻吻了一下陆志玲的额头 低声笑了一下 显得那么苍白 我伤重 你怀孕 对于人设怎么也得装一下 于是他捧着博望的脸 在他的额头轻轻轻了一下 柔声道 不行 我要你好好的 不知道博望是不是感动了 他沉默了奔响 陆志玲接着表示 就算我死 你也要好好活下去 最后在这博望中 各位宝子六一快乐 破惩盲眼千金 放着身价上义的老公不爱 一心只想倒失业 不知道是被陆志玲的话感动 还是博望太累了 他没有强行把陆志玲留下 门口有卡 滚吧 陆志玲打开手杖摸索着离开 好 那你好好休息 关门前看了一眼 躺在床上脸色仓台的博望 心里有点担心他的伤势恶化 不知道能不能撑过去 不过他真的无所谓死活 陆志玲低声说了一句 博望 生日快乐 然后关门离去 闻言博望突然睁开眼 漆黑的眼眸肆意深谈 是那么深不可测 一日陆志玲跟往常一样到茶楼打卡 陆志玲坐在靠窗的位置休闲喝着茶 风阵面色凝重告诉他 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客户推定了 陆志玲仿佛早就料到这个结果 他似乎一点都不担心 反而风阵非常担心表示 早知道晚宴走的时候就避其锋芒 避不过的 有时候人的恶意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随后陆志玲站起来并宽慰风阵 风书 不用担心 江北并不是他公家一家独大 也不是所有有钱人都沆血一气 小姐的意思是 今天跟季老太太约好了喝茶 应该快到了 他要好好利用季家给茶楼造势 早就听闻季老太太极恶如仇 最重要的是他跟公家老太太不对付 所以说找帮手他最适合不过 就在此时窗外传来了停车的声响 想必是季老太太来了 陆志玲拄着手杖微笑着 示意风阵一起出去迎接 只见两位打扮时髦的老太太 有说有笑一面走 我去 和这两人还是闺蜜 陆志玲深知没有退路 她调整一下情绪 淡定跟两位老太太问好 季老太太好 我老太太好 季老太太好奇陆志玲怎么听出了丁玉君的声音 用他家的茶叶 我家老太太意味深长看了一眼陆志玲 沉默了半醒开口道 是啊 我们家茶叶是用这家的 不过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很期待小老板的本领 看丁玉君没有要拆穿他的意思 陆志玲微笑站在那 两位 里边请 陆志玲将两位迎进了古色古香的包厢 她开始泡茶 为了不让人看出眼望的问题 她目光焦距不在茶上 但依然每道工序都做得很完美 季老太太非常欣赏陆志玲表示 本想请她到家里做事 可是她非要自己创严 我只好常来照顾这里的声音 陆志玲千虚道 哪有 是我本事不够 还想再磨练磨练 茶泡好 风筝帮忙将茶送到两位老太太面前 事事叹了一口气 现在不一样了 等过几天茶楼关了门 我们小老板无处可去 不知道季老太太还愿不愿意收留 文言季老太太一脸震惊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豪门媳妇自力更生 老夫人却认为她会令家族蒙凶 季老太太一脸震惊问道 茶楼开得好好的 关什么门 在风筝的解释下 季老太太得知那是工资化搞的鬼 愤怒到拍桌怒吼道 什么人了 那大嗓门差点把丁玉君吓过去了 连忙劝说她一把年纪得稳重点 季老太太表示 这是我就帮定了 非要给点颜色老绿茶和小绿茶看板 答应让陆志玲跟季家拍卖行合作 见目标达成陆志玲立马站起来 并鞠躬感激道 谢谢季老太太 我一定好好做事 绝不给您丢脸 年轻人就应该有这份不夸款的斗志 见状丁玉君固有的摇了摇头 冲闺蜜道 你也太草率了 你家拍卖行经手的可不是一般货色呀 和一家小茶楼合作 出了差错怎么办 季老太太似乎对陆志玲很有信心 她凑到丁玉君耳旁轻声道 放心 这孩子她懂 上次我家老二媳妇得了个宝贝花瓶 让我长长眼 我差点看走眼 得亏这个孩子提醒 才发现是个高仿货色 现在这个事情又扯上公家 能气气那个老太婆的事我就愿意干 丁玉君意外看了探路之灵 因为她清楚这个老闺蜜 一向眼高不轻易夸人 这孩子十分聪明 只可惜眼睛不行 不然我都想给我孙子撮合撮好 文言丁玉君顿时觉得头上一片青青草原 冷冷的 你年纪大了 眼神也差了 人家戴着戒指呢 年轻人戴着玩玩的吧 见记老太太全然不在意 丁玉君瞬间一副吃了香的表情 那可是我家博望的媳妇 季老太太聊开心了茶也喝多了 不一会就起身去上厕所 风阵领着记老太太出门 包厢里只剩下丁玉君和陆之灵两人 丁玉君看了他几眼开口道 我知道你在外面开了家茶楼 我以为你只想有点收入 没想到你要亲自煮茶代客 你现在怀了博望的孩子 眼睛又看不见 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怎么办 陆之灵淡淡道 我只是想自力更生 丁玉君沉默了片刻 如果你觉得博家给的钱不够 我再给你家 你现在这样子抛头露面的 就是在丢我们国家里面 陆之灵并没有示弱 他表示您不说 我不说 就不会有人知道 丁玉君见他明顽不灵 皱起了眉头 你还能难一辈子吗 为什么不能 我又做不了一辈子的博家大少奶奶 不是吗 你什么意思 难道你有别的心思 陆之灵继续从容表示 自己早就看懂了国家的意思 国家这样子的高门大伙 一般娶心腹都得带宗词 祭祖先 可我并没有 婚礼也只有寥寥可数的亲朋好友 更重要的是新郎也不在场 对你们来说我就是一个生产的工具 被看穿心思的丁玉君瞬间有点愧疚 可看懂一切的陆之灵非常坦然面对 他也知道到了时间就要离开国家 所以开茶楼的是陆之灵 跟国家少奶奶没有关系 希望奶奶成全 陆之灵的解释把话都堵死了 丁玉君竟无言以对 他也没有想到一个落魄的千金 能把事情想得那么通通 陆之灵摸索着茶具轻声道 茶呆凉了 我帮您再倒一杯 此刻丁玉君突然伸手握住陆之灵的手 一脸羞愧的模样询问陆之灵 孩儿言并非能 当初女孩嫁给他只是因为怕死 陆之灵并不是传言说的贪图荣华富贵 而是个自立自强的好孩子 丁玉君羞愧之余还有点心疼 孩子当初你是不是不想加入国家 陆之灵低头没有正面回答 想起伯望当时那副药生抛了他的架势 他不能动道 我没得选 文言丁玉君哽咽着表示 是我们国家委屈了你 其实也不委屈 归七楼的生意还多亏了国家 丁玉君心里也清楚他的茶室真好 才得到他人省事 既然话已说开丁玉君也没继续为难陆之灵 你想做陆之灵就好好做吧 奶奶不说了 陆之灵没想到丁玉君这么好说话 他连忙感谢他的成全 看着乖巧懂事的陆之灵 丁玉君于心不忍道 其实我不是嫌弃你的身世 是我知道伯望根本不是良培 你们的婚姻我以命相逼他才认识 我也不知道能维持多久 突然陆之灵手机响起 丁玉君无奈道 你先接电话 抱歉 陆之灵接通了电话 你好 哪位 过来 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陆之灵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伯望 伯望再也没有出声就挂断了电话 陆之灵顿时傻眼 这是什么情况 见状丁玉君也是一脸恶然看向陆之灵 伯望太可怕了 他得罪不起 于是朝丁玉君礼貌地低了低头 奶奶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丁玉君也知道伯望找他便没有留他 好 去吧 丁玉君一脸若有所思看着陆之灵离开的背影 临走前风阵还担心他没吃午饭 赶紧给他送上便当 小姐 你怀了宝宝不能饿着 记得吃饭 很快陆之灵来到了伯望家里 他推门走进空荡荡的大厅并喊了一声 伯望 我来了 你在吗 但许久都没有回应 陆之灵开始想象他该不会挂了吧 同时卧室里传出了不耐烦的声音 这边 陆之灵摸索着走到他的卧室 一推门 只见伯望整个人趴在床上 上半身没有穿衣服 裸露在外的被击血的格外诱人 陆之灵都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实在太妖孽了 万万没想到杀人不眨眼的变态少爷 还是个黏人的小妖精 离开了老婆一秒都活不成 陆之灵接到了伯望电话 第一时间赶到了地疆厅 卧室里的伯望裸露着上半身趴在床上 看到伯望很哇塞的身材 陆之灵都看傻了 果然色令致昏了 片刻后他才回过神 并开口问道 你伤好点了吗 后来有看医生吗 不过看他身上纱布的状态 很明显三天过去了 他都没换过药 你怎么这么啰嗦 说着伯望有些烦躁 从床上只愣着坐了起来 过来给我换药 看来伯望也不是个正常人 找个瞎子来给自己换药 在我看来伯望就是想见陆之灵 换药只是个借口 陆之灵在床头柜放下便当合 随后陆之灵转身出去找药箱 回来时 伯望靠在床头似乎又睡过去了的样子 他走过去在床边坐下 眼看纱布已经结出血架 拆下来一定很痛 随着纱布的刺开 隐隐的疼痛随之袭来 可伯望还是习惯性的忍住 没有发出一丝声响 陆之灵看着傲娇又倔强的伯望 他也没有像上次一样故意整他 很快满是血架的纱布被换下 好了 随后陆之灵甩了甩泪坏的 此时伯望睁开了眼死死盯着陆之灵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下一秒陆之灵下意识扭头 躲开了他的眼睛并关心了 你是不是这几天都没吃饭啊 你有伤不吃饭不行的 你会撑不住的 死不了的 突然他的视线落在了床头柜上的便当盒 他立马就把便当盒拿到了自己怀里 陆之灵想解释已经晚了 伯望已经打开了便当盒 第一层是吃的 第二层是药 伯望好奇问道 怎么那么多药啊 陆之灵惊呆了 这回乌龙又大了 这应该是风疏的药 但是他没有解释 只见伯望翻了翻 拿起一盒降压药看向他 我看上去像有高血压吗 陆之灵一脸无奈表示 没有也没关系 都是一些常备药 有备无患吗 闻言伯望随手就把高压药丢掉 并调侃到我的身体 你都来来回回摸了那么多遍 像是需要降压药的吗 你都白摸了吗 这个傻子谁告诉你高血压 是摸出来的呀 变态大佬总在老婆面前吼吼 背地里还不是乖乖听老婆话 伯望调侃陆之灵都摸了他上底一遍 怎么就看不出他没高血压 陆之灵内心想你是傻子 你说的都有道理 碍于人设只好乖乖表示 我知道了 伯望没曾说什么 拿起筷子准备干饭 陆之灵瞬间愣住 这个变态要在床上吃饭吗 陆之灵强迫症发作 看着伯望吃 他身上像长刺一样的难受 他立马转过身 暗暗告诉自己看不到就没事 你看他似乎要走伯望冷冷的 我让你走了吗 陆之灵只好乖乖坐了过去背对着伯望 可是陆之灵明瞳的听力即使不堪 也听到伯望咀嚼的声响 实在受不了了 只见他伸手抽走伯望手中的筷子 轻声道 不要在床上吃东西 伯望匪夷所思的看着他 你在管我吗 陆之灵解释道 在床上吃会消化不良 去外面吃吧 外面没桌子 去露台吧 你在房间待了三天都发霉了 正好吸收一下新鲜空气 此前还没人敢命令这位活颜王 陆之灵静的 伯望眸色彻底冷下 讽刺笑了笑 陆之灵 你还真懂自己当个人物 我叫你过来只是觉得你好用而已 不想呆就滚蛋 听到好用而已 陆之灵瞬间松了一口气 多怕被伯望喜欢上 他苦涩的弯了弯嘴角 没有半点怨气 声音还是一如既往体验 对不起 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你还有伤 不要生气动怒 影响恢复 不过你不喜欢我在这 那我先走 你一定要好好休息 说吧 陆之灵转身就往外走 他一秒都不想待在这 伯望沉着脸坐在床上 陆之灵一走 偌大的房子又恢复了一片死气沉沉 伯望停下手中的动作 骂了一句娘亲后从床上爬了起来 片刻后他听话地端着饭盒来到了露台 正午毒辣的阳光照进露台 肆意撒在伯望身上 他像一句俯诗一样 站在那写得过敏又贪婪 豪门媳妇本是个工具人 老夫人却把他当成亲人 归期楼和技嘉合作的消息传出后 生意明显好转 陆之灵也变得忙碌起来 经过上次的谈话 丁玉军开始频繁来查楼 不光喝茶 还喜欢找他聊天 距离拍卖会越来越近了 陆之灵交代风筝和福生要严选安保人员 目前的防盗设施他不满意 需要更好的 风筝提醒道 再升级就超预算了 陆之灵解释这次压根就没想过要赚钱 他只希望能圆满完成拍卖会 而不是勉强完成 毕竟没有人想要一个勉强完成的合作伙伴 说罢陆之灵转身并一眼就撇到了丁玉军 心想着他怎么又来了 风筝凑到他耳边提醒他 小姐老太太来了 陆之灵惊讶之余带着点欠一宝 奶奶 你来了怎么不早叫我 丁玉军笑着道 不想打扰你工作 看你忙了半天都没坐下来过 累吗 难得寄老太太赏识 我不想他失望 随后陆之灵跟着丁玉军坐下 丁玉军还亲自给他倒了一杯茶 喝杯茶吧 对了 刚刚秦医生把你最新的孕解报告给我看 说你贫血 最近怎么样 还好 不影响正常生活 丁玉军心疼道 做事归做事 身体一定要照顾好 我知道了 谢谢奶奶 陆之灵捧着茶杯喝了起来 丁玉军一脸满意看向陆之灵 他似乎开始慢慢喜欢这个通透又聪明的孙媳妇 其实他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 他告诉陆之灵 明晚伯旺父亲回家吃饭 他希望陆之灵跟伯旺一起出席 陆之灵这么一想 这意思是 奶奶 您让我通知伯旺 你们是夫妻 当然你来通知 陆之灵怀疑丁玉军是不是记性不好 上次分明说好 事后一到他就离开伯家 怎么就一口一个夫妻说呢 陆之灵本想以两人不熟来拒绝丁玉军的请求 没想到丁玉军让陆之灵当他面打电话给伯旺 陆之灵猜想伯旺肯定不接他电话 他拨通了电话 想了好几声后 伯旺都没有接电话 陆之灵心里松了一口气 正当他要挂掉电话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低沉的声音 陆之灵瞬间傻意 事情不该这样的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他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伯旺会接自己的电话 区区的安保队长居然敢翘将你成头好我把抢脚 难道伯旺要被绿了 伯旺接了电话 干什么 陆之灵惊讶万分 下一秒温柔开口道 我是陆之灵 明晚你父亲回来 奶奶让我叫你回神山吃晚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 接着只听到拨弄打火机的声音 许久才传来伯旺慵懒的声音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今天的饭先给我送来 说完他便挂掉了电话 陆之灵无语急了 他看了一眼丁玉君尴尬的笑了笑 丁玉君已经笑得见牙不见眼 那眼神似乎又误会了什么 陆之灵想解释我可没有每天给他送饭 可还没来得及解释 丁玉君就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 你去找他吃饭吧 我先回去了 明晚记得一起回来 我等你们 陆之灵深深叹了口气 他寻思老太太隔三差五就上门 早晚识破他装侠 看来要找个合适的时机恢复势力 想想明晚的家宴也是挺难的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官 魔王又要使唤他这个瞎子去陪他送饭 他走进厨房却看到了一脸饭花痴的江福生在颠手 陆之灵忍不住问他今天怎么这么开心 江福生一听眼睛立马亮 关掉火 兴奋到 我今天遇到了我寻生时代的男神 陆之灵也好奇 他一天都待在茶楼 上哪一遇男神 就那个安保公司的队长 李明怀 江福生说着说着脸都羞红了起来 多年不见他还那么顺 陆之灵大概知道是谁 但是对此人没太深印象 毕竟今天见的人太多了 而且他只需要他们背井干净计口 江福生想到李明怀说自己单身更是乐了起来 可过了一会他低头闷闷不乐表示 李明怀像是喜欢陆之灵 吓死了 这是什么大瓜 陆之灵没想到吃瓜吃到自己头上 陆之灵表示不太可能 两人甚至没说过话 江福生接着道 他问你结婚了 怎么不见你老公来帮忙 你身边异性多不多 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也就江福生这单纯的头脑才觉得那是喜欢 陆之灵看来这分明就是在打探他 陆之灵皱了一下眉头 那你怎么回答 我多机智啊 我直接就把他喜欢你的小心思扼杀在摇篮里 我告诉他你从小就喜欢你老公 身边一个异性朋友都没有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就喜欢想你老公 天啊 江福生硬生生给他弄了个恋爱脑的人设 陆之灵想了想也是算了 他轻轻敲了敲江福生机智的小脑袋瓜 赶紧做菜 我还要去给伯望送饭 也不知道伯望今天抽了哪门子的邪风 东批大佬多一步轻易相信人 派员监视自己的老婆意外发现了他是个恋爱脑 黑夜里林子里传出了一声惨叫 林子边上伯望靠在白子跑车上 李明怀的男人死死按压在地上 冷冷的 还敢跑 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在求饶 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监视伯少 求伯少放了我 我什么都愿意为您做 文言伯望没有说话只是扭头瞥了一眼男人 你这个狗东西能为我们旺哥办什么事 最多当个人肉杀包松松筋骨 只见被揍成猪头的男人还在苦苦哀求 伯望默默看着他痛苦的脸 半想才出声道 也是条人命 别太过了 伯望的意思对待就是留一条命 可以继续的 一顿暴揍后 李明怀把先前伯望看的资料给他继续送上 此刻男人突然抱住了伯望的大度 伯少 我真的不管了 求您放过我吧 只见伯望不耐烦皱了皱眉 抬起腿横肯一脚把男人踢飞了 随后他继续翻开资料看了起来 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李明怀搞不懂伯望怎么就对这卫生子工具如此上心 但还是如实交代 大少奶奶嫁进博家之前 几乎没出过门 人际关系一片空白 不可能被人收买 你父亲的那两位又忙着上演征服劲 没空搭理他 所以目前来说大少奶奶轻轻白白 您不用担心他是谁的眼 伯望突然谋似阴沉 也就目前为止 他从小就明白人的本质是神变的 所以他不相信任何人 看着看着伯望突然定住 资料有一处内容套看得十分认真 原来李明怀等自己跟江福生聊天的内容 连渊本本比赢了出来 李明怀顿得漂亮 伯望看到这 不禁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佛珠手串 接着他再往后翻了几页 看到陆志玲的资金流水 除了茶楼的基本运营开销 唯一的大头就是买几品沉箱手串的一百块 除此外陆志玲甚至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 伯望突然抬头看见李明怀 眼神浮现了一股淡淡的杀意 如果资料有一处错 你也不用活着来见我了 保证没错 旺哥 李明怀挺直腰杆 后背直冒冷汗 啪一声 伯望把资料按在李明怀胸膛 继续给我监视 李明怀抱着资料表示不理解 监视什么 伯望勾唇冷笑了一声 当然监视他什么时候背叛我 网眼娇妻千里迢迢给疯替老公送饭 结果吃了个闭门羹 你说气人不气人 伯望转身就想走 忽然想到什么事 回眸瞥了一眼倒地的男人 并对李明怀说 一下手太重了容易造伤孽 能紧把人送医院吧 是 我马上等他扔进青江卫鱼 只见伯望冷冷的 你耳朵要是有毛病 我不介意帮你转下来 说罢他上车扬长而去 留下李明怀傻乱在原地 难道真的送医院 旺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人性啊 另一边在递江亭 给伯望送饭吃了闭门羹的陆志玲正准备离开 陆志玲看上去心情不太美丽 心想伯望这个死变态肯定故意耍他 就在此时电梯门突然 伯望的脸出现在他眼前 陆志玲背下的差点不会好好走路 还好平时他把瞎子二字刻进骨子里头 一秒就细经上身 他用手杖指路继续往前走 陆志玲渐渐靠近伯望 他身上独特的木质箱也随之落在他鼻尖 他正想停下你之际 伯望的胳膊突然横在他身前 握住他的一侧肩膀往后的 这猝不及防的依拉让陆志玲瞬间跌进伯望怀里 伯望 伯望低眸看着他白皙的小脸 眸色阴沉 你怎么知道是我 闻出来的 陆志玲又闻了一下 你身上怎么有血腥味 你又受伤了 伯望顿时觉得陆志玲很神奇 他是狗子吗 怎么闻得那么准 他看了看衬衫上的血迹不以为然道 别人的 伯望从后面紧紧抱住了他 他的嘴唇快要贴上他的脸 慈性的嗓音不变喜怒 不耐反等 要走了 陆志玲柔声道 不是 我以为你不喜欢我待在你家 便当和我放在门口了 只见伯望玩味勾唇 这么听话 我不想你不开心 说着他拉了拉伯望的手 想让他放开 然而伯望却将他抱得更紧 是吗 那走吧 陆志玲以为自己可以离开至极 伯望又把他拽了回去 他实在倒不懂伯望这个变态到底想干什么 坐拥千亿资产的豪门大少爷 居然丧到三天两头都喊死 伯望强行把陆志玲带了回家 只让他傻乎乎看着自己干法 只见伯望一边狼吞虎咽 一边看着手机 陆志玲看着伯望妖孽般的脸有点上头 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看着他吃饭 他想找个借口离开 就在此时伯望嗤笑了一声 笑得甚至有点讽刺 原来他手机里正播放着一则关于伯家的新闻 伯氏集团正式拿下 风铃区南洋路的黄金地块 南洋路 听起来如此耳熟 不就是之前伯父在电话里让他去解决的地方吗 伯家在K国财雄是他 但是风铃区经济一直被其他几个财团控制住 然而伯望生日那晚浑身是伤回来 接着伯氏集团就改变了风铃区固有的格局 不得不说大财团之间的争斗背地里都很肮脏 陆志玲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寻常 他难以置信看向伯望 难道这么多年来这些肮脏事都是伯望做的 如果是那样一切就说得同吗 身为伯家长子形势荒唐很密 却没有多加管束 除非伯家需要他的狠辣 还有可能随时推他出去顶罪 越往下想越是可怕 陆志玲不禁心里打起了寒战 他一声 伯望放下手机继续干法 闻言伯望立马坐直身体 抬眸看了一眼陆志玲 那脸臭得跟个大详似的 你知道什么 看他这否应陆志玲似乎又猜对 陆志玲一脸茫然表示 什么知道什么 我只是想你身上还有伤 家厌人多 带上应酬我怕你累坏了 伯望没有说话直勾勾盯着他 眼神里充满了怀疑 片刻后伯望割下筷子 他伸手捧住他的脸 温热的指尖轻轻划过他白嫩的脸庞 嗓音温柔 勾着愉悦 我都要死 冲批老公居然想赶掉怀孕交际给他陪葬 只因他一个人下地狱太寂寞 这么关心我 不如陪我一起死好了 面对伯望的危险发言 陆志玲不知所措 怎料下一秒伯望直接伸手掐住陆志玲的脸 他痛到表情都猙獰但不敢喊出声 只见伯望冷冷的 怎么了 不愿意啊 当然不愿意 我想活着 伯望吃笑了一声 语气带着讽刺表示 就这还敢说喜欢我 活着有什么不好 有日出 有山川河流 有万物生长 伯望勾纯露出一抹邪恶的笑 语气里充满了变态的细血 还有你瞎掉的眼睛 死了的全家 你高高在上的同学 你想打打不掉的态 陆志玲 五年来 你分的亲人间还是地狱吗 空荡荡的屋子里伯望低沉的声音 像尖刀一般 在陆志玲的心脏静静出出 陆志玲恍惚了 他回想起五年前的道路 仿佛又在他面前 面对一个个离去的家人 他是那么的无能为物 好一回他才缓过神 伯望的话太治愈了 伯望冰冷的大手 顺着他的脸摸到他的脖子 继续蛊惑道 其实死很简单 烧炭 上吊 跳河 或者我在你这开道口子 马上就结束这一切了 说着说着伯望狠狠掐住了陆志玲的脖子 他的样子很认真 仿佛下一秒陆志玲就要命丧他手 陆志玲住呼吸 怎么样 考虑一下 我一个人走怕寂寞 你陪陪我 说吧伯望修长的手指瞬间收紧 陆志玲顿感前所未有的恐惧 我要活着 不管人间还是地狱 我都要在这里站一席之地 为什么 家人都不在了 如果我也不在了 谁会记住他们 陆志玲抓上伯望的手 突然柔声道 因为五年前 我没寻死 才遇上你 单凭这一点 我就觉得活着很好 陆志玲的回答似乎打动了伯望 只见他把手从陆志玲的脖子上抽走 随后陆志玲握住伯望的手 伯望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但是过去太痛的话 你可以斩断 从新开始生活 你还有未来呢 男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要赶掉女人 女人却还是忍不住心疼他 伯望听完陆志玲的话 沉默了一会才开口道 你是在跟我畅想未来吗 你有这个资格吗 陆志玲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不配陪你走到最后 我只希望你能再等等 等一个让你觉得活着很好的人 和你一起幸福走下去 伯望没什么表情盯着他 完全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半生他挣了起来 我累了 去睡了 那你好好休息 我先走 陆志玲终于从伯望家走了出来 进了电子终于扛不住的扶着墙 他心有余悸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呼吸节奏混乱 胃里也是翻江倒海的 伯望阴晴不定 一言不合就要赶掉他 陆志玲都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这里了 现在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顺利熬到生子 活着真的太难了 一日神山搏家 先生回来了 江福生紧张兮兮喊了起来 志玲 你真的不下去赢一下吗 毕竟是国家大儿媳 不去迎接会被说闲话 陆志玲并不这么认为 他知道他就是暂时待在这个家 他没必要去刷存在感 去了反而会让他丢脸 他果断躺下 我还是好好休息 等着开戏 好好做个干份人 话因为落房门就被敲下 大少奶奶 老太太请您下去 好吧 不能再睡了 片刻后陆志玲 乱得体来到了餐厅 厅里已经摆上了差不多十张的圆桌 一群人都在鳄鱼奉承博征容 称赞他风铃区这个案子他们的漂亮 国大哥 听说你家二儿子国堂二十岁了 还在国外留学 是时候让他回来集团学习 毕竟继承财团光靠学历是不够的 你懂什么哪里是留学 那是建立社交圈去了 新闻不是说有个叫妮丽莎的公主 跟他告白了 哈哈 合着我们博堂少爷是要去做富满 陆志玲看着这一片欢声笑语 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国家的光鲜亮丽 背地里的黑暗勾当权都是博望承担了 然而这些所谓的亲人没有一个看好的 甚至觉得他就是耻辱不值得被提起 桃门媳妇不亦当 第一次见公公如同兽刑现场 陆志玲打断得体来到餐厅 知灵 来了 丁玉君从博真龙旁边站了起来 知灵来 给你父亲敬茶 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陆志玲虽然不情愿 但是在众目睽睽下 他也只好硬着头皮走过去 只见博真龙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丁玉君使了个眼色 让文管家立刻端上泡好的茶 知灵 茶在你的右手边 你父亲在你的正前方 你敬个茶吧 多双眼睛一直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只好速战速决 双手端起茶杯 恭敬递到博真龙的面前 父亲 请喝茶 博真龙脸色又沉了几分 视线从陆志玲身上一晃而过道 菜都上了 先吃吧 玉云飞立刻附和道 是啊是啊 先吃饭 见博真龙无视陆志玲 丁玉君语气骤了 真龙 这是博望娶的太太 是我和清灵看中的长孙戏 你作为父亲结婚不到场 已经很失灵了 只见博清灵直冲着陆志玲乐喝道 对对对 志玲很好 而且人长得漂亮 母亲 博真龙心想老太太到底被灌了什么迷魂汤 他瞥了一眼陆志玲 发现他一态倒是不错 碍于母亲的颜面 他随后伸手接过陆志玲的茶 轻轻抿了一小口 敷衍道 志玲是吗 身体怎么样 怀孕了注意多休息 我挺好的 谢谢父亲 陆志玲本想默默离开 等一下 丁玉君叫住了他 只见他一挥手 一列佣人整齐走了进来 每个人都端着托盘 盘里还有一杯茶 看来老太太早有准备 你和博望婚礼办的仓促 没机会给各位长辈进茶 今天正好可以补上 众人一脸愕然 博望做出凤子成婚这种荒唐是不奇怪 怎么现在老太太也跟着呼上了这位大少奶奶 随后丁玉君亲自带着陆志玲 给在场的长辈都进了茶 进完茶众人纷纷入座 丁玉君把陆志玲拉在自己身边坐下 还特地让厨房炖了枸杞红枣乌鸡汤 给他补气血 谢谢奶奶 陆志玲本想当个透明人 这下好了都变成所有人的焦点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就在此时夏美晴突然阴阳怪气了 志玲 原来你是老太太的心肩虫 难怪在家可以横行霸道 听她口气似乎陆志玲 踩她儿子的那时还没分天 眼盲娇妻在家族长辈面前霸气护肤 夏美晴阴阳怪气讽刺陆志玲 有人撑腰就是不一样 丁玉君面色一冷 你又胡说什么 夏美晴心疼抱住八岁的儿子 小真的腿上刺被他踩得肿了好几天 闻言陆志玲连忙道歉 夏姨 对不起 我眼睛看不见 以后我尽量不出房门就是了 一旁的玉云飞憋不住开始煽风点火 哎哟 志玲有身孕也不能天天闷在房里头啊 玉云飞这么一说 夏美晴反而成了坏人 夏美晴瞪着大眼睛装着一脸无辜的 我可没说要关着她 是她自己嫌自己的卫士 见状陆志玲赶紧站起来再次跟姓美晴道歉 随后丁玉君示意陆志玲坐下 并严厉看向博真 那天的事我知道 你是当事人 你说谁对谁错 突然被老太太点名 平时任性惯的博真也有点害怕并站起来 奶奶 我知错了 夏美晴一脸难堪坐在哪 心里那是感动不感言 此时博真突然开口问道 我大哥呢 他怎么没回来 陆志玲表示不忘身体不适 在地江亭休养 文言博真讽刺道 还以为你多大本事嫁入我们国家 老公连家宴都不跟你一起回来 看来是不想见到你 此刻偌大的餐厅突然陷入了一片死寂 陆志玲也沉默了 博真的话似乎也提醒了某人 只见博真容的脸色呢是越来越差 一旁的二叔公叹了一口气道 真容也不是我想说你 你太有着博望了 夏美晴和玉云菲立马一唱一搭 为博望打起原场 博望估计真的不舒服 一会让秦医生去看看吧 他一直住在外面 也是我们这些长辈没有关心到位 就算再不舒服 父亲回来了 爬也要爬回来呀 再说他那的形象是不舒服吗 此时旁边有人皱眉倒 听说前些天他在公家拍卖会上 把王老邓羞辱了一番 背逃会所的老板也被他踹得吐血了 此刻现场像即使博望的讨伐大负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在撞过博望 面对众人对博望的指责与羞辱 博真容也是默默听着并没有为博望平反 陆志玲安静的坐着脸上没有表情 毕竟博家的事是非非与我无关 可是这些人太过分了 博望虽然暴力很辣 但也不至于对家族一无是处 他看不过去了 哼一声清脆的声音 陆志玲手中的勺子扔回蝶中 抬头面向二叔公的方向 语气三分清冷七分克制 二叔公 博望是真的不舒服才不能回来 他受伤了 在那块博家刚拿下的南洋路的地受伤了 全场再度寂静 陆志玲话里有话的 懂的人大致都懂 众人面面相许 神色各异 博真蓉反应最大 脸黑得像锅底似的 语气情冷道 你在说什么 男人本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长子 却经常遭受家人族人的谩骂和唾弃 只因他是这座城里人人惧怕的活颜王 陆志玲看不过去为博望出头 博真蓉愤怒了质问陆志玲什么意思 面对博真蓉的威压陆志玲并没退却 他挺直了腰杆表示 我只是向二叔公解释博望并非故意不孝 不要误会他 博真蓉脸色更显阴沉 突然庸人惊讶的声音传来 大 大少爷 众人错愕转头 博望缓缓朝着众人走来 薄唇勾着邪气的弧度 似笑非笑看着众人 陆志玲顿时愣住 他压根没想到博望会回来 博真有些兴奋站起来 大哥 你回来了 夏美琴立马拉着博真 强行按着他坐下 只见博望漫不经心走到陆志玲旁边拉开椅子坐下 陆志玲观心道 你伤好些了吗 还没死 索性就爬着过来了 博望边说边看向一旁的二叔公 就在此时夏美琴一脸不怀好意开口 博望来得正好 文管家汤好了吧 端上来给博望鼓 好的 看到博望回来陆志玲瞬间松了一口气 毕竟在他面前 大家应该不会再说什么难听的话 片刻后庸人端来了一个大碗宫 直接摆在了博望面前 碗里满满是汤 汤是奶奶色的 里面有各种鲜蔬和肉 可是味道怎么 陆志玲隐察觉不对劲 只见博望死死盯着眼前的汤 脸色渐渐阴郁 博望 这是你父亲特地让厨房为你准备的羊汤 只见玉云飞笑嘻嘻勺勺了一小碗汤递给博望 陆志玲一脸震惊于不解 博真容是怎么回事 自己儿子对羊有阴影 他难道不知道吗 在博望面前数羊都不行 这个父亲竟让他吃羊肉 此时博望坐着一动不动 身上的气息也是越来越冷 眼睛再也没有一丝温度 是火山爆发前夕的平静 眼盲娇气味就封批老公 居然睁眼说瞎话 整个餐厅一片死寂 坐在席面上的人也不可吭声 只是默默看着博望 丁玉君叹了一口气 正想说话 却被博真容打断了 连那不值一提的过去都无法面对 你能做什么大事啊 下一秒玉云飞立马把羊汤端到了博望面前 让他吃热喝 不要辜负他父亲的一片心意 他不怀好意搅拌着羊汤 随着汤的晃动 一只羊眼睛浮现在汤里 陆志玲瞬间一补反胃涌了上来 博望低眸盯着那只羊眼睛一动不动 博真容忍不住呵斥道 博望你想干嘛 简直目中无人 只见博望冷笑一声转身就想走 气得博真容轻金暴露 立马下令让文管家拿下博望 丁玉君想出面为博望求情 博真容态度强硬说什么今天也要教训博望 随后保镖直接拦住了博望的去路 陆志玲担心追了上去 步子有点急 忽然伸手捂住嘴想是要吐的样子 那就都别想吃了 下一秒他把桌子搅了 瞬间羊汤羊肉剑的众人浑身都是 二叔公脸色铁青站了起来 手颤颤微微指向博望 博望 你简直是无逆不道 夏美琴也护着博真站了起来并讽刺道 大少爷可真不得了 玉云飞拿了纸巾凑到博真容身边为他擦拭着衣服 就在此时陆志玲一阵肝傲 兵玉君丽马上前关心了 志玲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了吗 陆志玲一副难受的模样解释着 奶奶 你别怪博望 羊汤的胃实在太删了 我闻得不舒服 他是想帮我拿圆点 他是无心的 众人无语 心想果然是的瞎子 就博望刚才那个手起碗落的动作 那叫掀桌子 丁玉君马上带到了陆志玲那时在为博望警卫 细心耿精再次上线 老公 我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晚宴让博望这么营谣 博真容器的要对他动用家庭 陆志玲机智解围 丁玉君瞭懂并立马上前握住陆志玲的手 志玲 奶奶知道不是博望的错 都怪文管家 把那么深的东西放在孕妇面前 可怜的文管家无辜躺枪 我太难了 快回房休息 这里奶奶会处理 随后陆志玲摸索找到了博望 他捏了捏博望温热的手心 暗示他表演开始 只见陆志玲凑到离博望很近 老公 咱们一起走吧 说着说着陆志玲轻易地挽上博望的胳膊 像小狗一样在博望身上蹭呀蹭呀 博望一时粉明不过来 有点愣住了 刚走两步身后就传来一个声音 一个走一个试试 狗腿都打断 博真龙怒目而逝 几个保镖一拥而上 陆志玲顾不上众怒悔了 他一下子贪婪倒在了博望怀里 紧紧抱住他的腰 仰头柔声道 你陪我 博望低谋看着他 猴杰不由自己的滚动一下 我不想一个人待着 难受 是吗 下一秒博望忽然勾蠢 一把将陆志玲横抱了起来 不好意思 我老婆太黏人 就先回房了 说完博望抱着陆志玲就走 气得博真龙后牙槽都要咬坏了 上 把这个不孝子拦住 保镖们犹犹豫豫豫跟了上去 想拦又不敢拦 好了 丁玉君严厉盯着博真龙 真龙 这个家你做主 财团也是你做主 那么志玲的肚子 我这个老太婆能做主不 母亲 博真龙欲言又止 志玲怀的是我第一个宝贝的重孙 不容有任何闪失 若大家有不满 我老太婆给他赶不试 丁玉君那是越说越激动 看着老太太淤尊将贵给众人道歉 小辈们谁敢接受 尴尬相识一笑表示 老夫人您说的对 咱们都听你的 此时一脸阴险的玉云飞心 想着下一次肯定能整死过往 变态老公爱恼 妻子只是穿得短 她就以为她要向她婆 晚宴结束刚洗过澡的夏美情 在捣持着自己 心腹庸人给她通风报信 夏夫人 先生没有去遇夫人啊 去了书房办公 夏美情笑得有点讽刺 玉云飞自作聪明 在蒸笼面前挑逝 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肯定气得直跺脚 不过今天倒是挺奇怪的 老太太对陆之灵那个态度 跟之前不一样 竟然拉着她进茶 明显是看伯望不成器 打起了重孙的注意 闻言庸人赶紧附和 夫人说的有道理 毕竟伯家向来都是传长子 接着还怂恿夏美情要做点什么 此时在沙发玩游戏的伯真 突然冒出一句 你们可真是无聊 夏美情起身怒斥伯真玩游戏 让他赶紧去练技剑 好在父亲面前多表现表现 伯真无语翻了的白眼道 这个家本来就是大哥的 搞不懂你们两个小妾在抢什么 听到小妾二字 夏美情气疯了 伯真反驳 你和御仪都没结婚症 放在古代就是妾 夏美情自信满满 我年轻貌美 你父亲迟早要娶我 伯真一脸看傻子的表情 看着自己的妈妈 是谁给你的自信 我都八岁了 你就和御仪一样 夏美情背对的那是个哑口无言 伯真还劝夏美情 还不如好好抱紧伯望的大脑 这样能在这个家 过几天安生的日子 夏美情不懈抱人大脑 他要做自己的主人 就要看两边厮杀 他坐享其成 伯真受不了妈妈的天真 不想跟他废话 只见他摇着头站起来 直接往外走 夏美情却被气得气不打离出来 什么破儿子 敢请我给自己生了个爹 三楼 浴室里路之灵正在洗澡 他回想着刚刚家宴的一切 心有余悸 他现在是彻底得罪了伯真容 算了 这闲事不管也管了 不想了 陆之灵关掉水 拿起浴巾擦拭 随后换上红色的短睡袍 心想伯望今晚应该没理由待在家 他安心推开浴室的门 结果瞠目结舌的一幕 只见伯望静静一头坐在床头 可怜的陆之灵今晚又要睡沙发了 等等 伯望手上是什么东西 陆之灵快要气炸 这个伯望带着我的佛珠 玩着我的铜器小狗 还真会挑 不是我视如命的东西都不拿 此时伯望也留意到陆之灵 他抬眸朝他看去 他静静站在那 一身红色睡袍 显得娇艳无比 伯望眸色皱变深沉 嗓音微微沙哑 故意的 又穿这么短的睡衣 嘴上说配不上他 对他没任何妄想 还不想着办法勾引他 一进来就要先洗澡 但是不要太明显 男人是一只大脑虎 随时想把女人抓住吃掉 伯望看到陆之灵穿着短睡衣 马上进入脑补状态 这个女人想炮我 嘴上说不行 身体倒是诚实 看上去伯望很期待会发生点什么 怎料下一秒陆之灵转身就离开 我下次多买几件像样的睡衣吧 伯望傻眼 说好的勾引呢 怎么 怂了 走什么 过来呀 伯望像照小狗似的换道 陆之灵无奈走到伯望面前 伯望直勾勾看了陆之灵几秒 随后分开摊了两米的哪长度 坐 陆之灵尴尬问道 坐呢 让你坐你就坐 伯望语气有点不耐烦 陆之灵内心十万只草泥马在登陶 这家伙又想占我便宜 想让我坐他大腿 他尽量压抑着想打人的冲动 保持温柔道 我看不到 但是我感受到你动了 伯望你别欺负我 被戳破的伯望丝毫没有心虚 连稍稍后仰 伸手松了松衣领 慵懒又性感 这算哪门子欺负啊 只是让你坐腿上 更何况我还没在你身上动 伯望的虎狼之词让陆之灵瞬间红了脸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说着伯望伸手拉住了他腰间的腰带 下一秒伯望稍稍使劲 陆之灵直接扑向了伯望 陆之灵呼吸一顿 伯望 我有声音 拒绝的意思有点明显 伯望眸色阴沉了几分 嗓音低沉到 陆之灵 不要在我面前玩玉琴故纵那一套 趁我现在想睡你 十项点 陆之灵往后退了一步 腰带散了下来 缠在伯望修长的手指尖 他连忙站好用手收紧睡袍 坚定地摇了摇头 伯望 不可以 伯望面色又多了几分轻了 我这人没什么耐心 不会给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 你确定吗 好家伙 处处勾引 却又不敢动真格 眼看伯望似乎要爆发 陆之灵内心慌得一批 担心得罪伯望以后又没好日子 他立马开始哭他 伯望 你在我心中实在太重了 我不愿意拉着你下坠 哪怕短暂的欢愉也不行 我只希望你跟足以相配的人共度余生 见伯望不为所动 陆之灵画风一转 笑得有点好看 还有我也不喜欢羊肉 太删了 所以不喜欢的东西 就算这辈子不去碰也不可惜 漂亮 这画里有画的 伯望眸色迅速变身 死死盯着陆之灵 根本就看不出他在想什么 眼盲媳妇豪门生活危机四伏 躲过了大脑虎 又来黄鼠狼 伯望的眼神深不可测 根本看不出他心里的小九九 两九 他与其略带嘲讽道 陆之灵别太自以为是 你不懂我 可我希望你好 呵呵 你的希望能坚持多久 一个月 一年 伯望冷笑着从床上站了起来 转身就走 并随手扔掉手中的同气小狗 喷一声 门砸得有点重 伯望生气了 不过躲得一天算一天 陆之灵缓缓松了一口气 今晚终于不用睡沙发了 第二天 陆之灵一大早就想出门上班去 睡意朦胧地将浮身不理解 为什么要那么早 陆之灵解释 毕竟昨天晚宴他备受瞩目 难免会遭人嫉妒 惹不起的人 还是躲得好 更何况离拍卖会没几天 要好好优化细节 江浮身认同点了点头 有道理 刚到楼下 一个庸人就朝他们走过来 大少奶奶 玉夫人有请 还是走慢了 庸人将他们领进一个漂亮的偏厅 玉云飞坐在里面 身旁还站了一个熟悉又意外的身影 公资化 他怎么也在这 只见公资化没了平日的嚣张把握 战战兢兢缩在那看着玉云飞 见陆之灵进来 玉云飞立马笑着看去 之灵来了 快坐 陆之灵缓缓走了过去 虽然知道玉云飞肯定不怀好 但他还是保持着微笑 玉依 听到这话 公资化惊恐万分 陆之灵什么时候又攀上博家这门路了 看来今天又要撞枪口上了 玉云飞热情拉着陆之灵坐下 表示为他准备了WIRE这一记的新品 让他随便挑 话音刚落 庸人接二连三推出了一杆又一顶的漂亮衣服 看得人目不暇接 公资化简直就是看傻了 陆之灵一边感谢玉云飞好意 一边晚具体表示 我衣服够穿了 不用破费了 文言玉云飞笑出声 女孩子的衣柜总是少一件衣服吗 玉衣给你的心意 不准不要 不知道要哪几件的话 玉衣替你做主 那几件压轴的全给你留下 陆之灵沉默了 很明显玉云飞这么做事有意拉拢她 豪门媳妇宁愿与狼共舞 也不愿意接受婆婆的好意 玉云飞又是名牌衣服 又是价值千万的珠宝 铁了心就想拉拢陆之灵 奈何陆之灵是少有的人间清醒 玉衣 我不能夺人所好 送你 我可不心疼 玉云飞一个劲把珠宝和王陆之灵手里塞 之灵 我初次见你便觉得咱们有演员 你以后在这个家受委屈了 可以跟玉衣说 见陆之灵继续沉默 玉云飞猛地抬头看向公姿化 听说公姿化欺负过你 你想要她怎么样 玉衣替你出气 此时音乐声音过大 公姿化根本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但光这一眼 就让她吓得腿软 呼吸都凌乱 陆之灵捏了捏手中的珠宝盒子 玉云飞煞费苦心 又是送礼又是替她出气 是好的意图太明显 所谓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到时候玉云飞肯定会让自己 做一些违心的事 迟早就会走上国家争权夺利的道路 想到这她毫不犹豫 将珠宝和递回给玉云飞 谢谢玉云厚爱 只是这手链太贵重我不能收 陆之灵的拒绝 让玉云飞语气骤变阴冷威胁的 之灵 人贵在有自知之明 有些人你根本没本事把握住 国王就是一头从烂泥里爬出来的狼 狼身上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人性 别说前途 到时候连小命都不毛 陆之灵云淡风轻笑了笑道 多谢玉仪提醒 说罢便在江福生搀扶下大步离开 公资话看着这场变故有些摸不着头脑 好一会她凑到玉云飞身后 小声问道 玉夫人 陆之灵和博家有什么关系啊 玉云飞微笑着讽刺道 现在的小姑娘太浮躁了 以为自己拿捏住博家大少爷就了不起 公资话总算听明白了 原来那晚公家晚宴后 陆之灵被博望睡了 现在妄图攀高枝 同时她想捉住机会要让陆之灵身败凝裂 陆之灵和江福生走出了偏听后 突然停了下来 拒绝玉云飞以后日子恐怕不好过 此刻陆之灵想到一个能破局的人 走 去老太太呢 此时三楼上博望正义着栏杆默默看着陆之灵 她暮色忧沉 甚至怀疑陆之灵已经在背叛她的路上 她拿起手机并冷声吩咐 查一查 玉云飞找陆之灵都说了些什么 眼盲媳妇得罪了公公的情人 变态老公也怀疑她背叛了自己 连唯一对她好的奶奶也是有条件的 所以豪门生活她只能靠自己 丁玉军似乎早就猜到陆之灵要来找她 提前清空了查试 之灵 我明白你过来的意思 在博家我可以护着你 但是我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希望你能帮助博望拿回本该属于她的义气 陆之灵顿了一下 她万万没想到丁玉军是在这等着她 博望好歹是名正言顺长子长孙 博家的将来理应落在她身上 奈何她这些年活得太浑浑了 丁玉军意味深长看着陆之灵 你是在陆家长大呢 应该很清楚一个继承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你帮我改变她 老太太能想出这主意 相信是因为上次博望主动给她的电话 误会两人的关系 陆之灵想都不想果断拒绝 奶奶很抱歉 我恐怕办不到 可丁玉军态度坚定 我活到这把岁数 不会看错人的 一句话下来陆之灵的嘴直接给堵住了 突然丁玉军拉着她的手 郑重开口 之灵 就当奶奶求你了 只要你能做成 你就是博望的太太 我家未来的女主人 我和爷爷亲自替你开宗祠 让你拜祖宗 陆之灵抽走被拉住的手沉默了 丁玉军看她这态度 声音有些哽咽 你明明和我一样都心疼博望 怎么不愿意出手帮她吗 两久丁玉军再次开口 你心疼博望 但是心不在博家 是吗 陆之灵无话可说 去吧 丁玉军摆摆手 没有再为难她 卢自坐在茶室看着相公 默默落泪 看着老太太有些勾楼的背影 陆之灵不禁想起了自己的奶奶 心里五味杂沉 但没有回去 随后打开手杖往外走 威七楼很快就迎来了第一场拍卖会 陆之灵站在二楼栏杆前 往下看 拍卖会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 丁镇声音压不住的喜悦 第一次在茶楼办拍卖会 大家觉得很新鲜 很乱意 同时丁镇也知道陆之灵搭上技家拍卖行 其实都是为了收集更多陆家旧物 陆之灵点头 因为总不能天天等着信工资化那样送上门的机会 在拍卖界他上点关系 打探消息也方便 只要今天办好了 路子就能走得广 一定能把小姐想要的都寻回来 希望如此吧 变态老公突袭爱妻的工作现场 只因他太无聊 拍卖会有条不紊进行中 陆之灵站在二楼栏杆前看着下方 此时江福生和李明怀正好走路 当福生看着李明怀 脸上鲜满的喜欢 为了给福生制造更多机会 陆之灵告诉风阵 安保公司后续让福生去接洽 还给他假公济私的机会 陆之灵没说话只是静静看着 看到江福生仿佛就看到以前的自己 无忧无虑 没心没肺的开心 恐怕自己以后也不再有了 突然楼下一阵喧闹 只见几个标形大汉走了进来 跟在后面的石 叼耳郎当的寂静 名牌加身的公资化 陆之灵一下子就认出了两人 但他不明白两人为什么会来 寂静突然往后看去 像是还有什么人要来伺的 只见国王缓缓走了进来 他今天的打扮有点上头 举手投足间充满了慵懒性的 陆之灵都看魔证了 久久才回过神 最近肯定是看他身体看太多次了 出现幻觉了 竟想这些有的没的 健壮风阵自动请应要去招待他 陆之灵摆手 算了 还是我去吧 寂静站在茶楼里 看着里面犹如梦回江南的布置 很是惊喜 不忘调侃公资化 比他们家的天使仇目会有情调多了 公资化脸色瞬间难看 才多大点地方 小家子气就是小家子气 扯什么情调 公资化的大小姐脾气 寂静表示难伺候 分明是他非要拉人来的 现在又嫌弃 旺哥 你说呢 我望眉大力两人 抬眸看了一眼楼梯方向 此时陆之灵扶着扶手走下来 一袭长裙竟险江南女子的婉约 在风阵搀扶下 他来到三人面前 伯先生 季先生 龚小姐 几位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了 寂静一下子看直眼了 原来你就是归七楼的小老板 只见伯望侧目看他一眼 暮色有些凉 陆之灵笑了笑 三位是想做包厢 还是看看藏品 我往闻闻到 随便做 不要太显眼的地方 好的 我来安排 我忘得突然造访 我真只是随便来的吗 风批大佬看兄弟撩自己老婆 居然还能冷静地喝茶 陆之灵将三人带到了角落的八仙台坐下 给他们表演了一次盲人煮茶 寂静安静欣赏着 看着陆之灵煮茶的一举一动 仿佛在哪见过似的 陆之灵赶紧扶弄过去 可能我长得大重脸吧 请寂静先生尝一尝我们的茶 可还入眼 说着他捧着茶杯送到了博望面前 第二杯递给寂静 公资话冷笑了一声 眼睛瞎了也懂仙公为谁 陆之灵你比在学校的时候 更懂人情事故啊 寂静皱眉 行了 姿化 一条手串而已 没必要一直揪着不放 随后冲陆之灵笑 别理他 大小姐脾气 没关系 陆之灵表现相当大度 寂静看他也是一脸欣赏 表示回去跟家里人说 下次弄点好货来 半个更盛大的 季先生满意就好 满意 茶满意 人也满意 博望抬眸看了一眼寂静没有出声 下一秒慢悠悠拿起茶杯 此时他手腕上的沉香佛珠手串特别嫌疑 公资话看见脸都绿了 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玉云飞那么重视陆之灵 他不止爬上了博望的床 还让他带他每个手串 此时寂静也看到了博望腕上的手串 差点没被茶枪死 他看了眼博望 又看了眼陆之灵 仿佛一下子恍然大悟 喝茶这种无聊的举 旺哥平时都不屑 今天却说来就来 果然有猫腻 随后凑到博望耳边脱口而出 旺哥 真睡了 博望漫不经心看向季静 眸光深沉 真不真有什么要紧 你记少爷满意才中了 闻言记静下的灵魂出窍 旺哥 我嘴见 我也就见过他两回 每次都在你身边 博望挑了下眉 那你想见几次 季静求生欲很强 立马怂 一次都不想 一次都不想 季静害怕死在博望手上 突然压低声音暧昧道 旺哥 我和姿华在楼下喝茶就好 您和陆老板上楼上坐坐 陆之灵耳朵好 听得清清楚楚 他怀疑季静说的做和 他想的不是同一个字 现场气氛有些许尴尬 陆之灵浅笑着 我去准备一些吃的拿过来 却被季静阻止了 陆老板 旺哥喜欢清静 你领我们旺哥上包镜吃去 一旁工资化白了一眼季静 你怎么像的拉皮条的 说的那么难听 不就上去吃个东西 是吧 旺哥 博望坐在内部说话 只抬起一双漆黑的眼 看着陆之灵 浑身透着一股 令人捉摸不透的懒记 变态老公来茶楼不是喝茶 而是心事问罪 博望将茶杯放在桌上 指尖一转 茶杯旋转起来 现场的紧迫感压得 让人喘不过气 博望绝对是故意 目的想看看陆之灵的反应 假如他拒绝会不会 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陆之灵心底一触 最终无奈开口道 博先生啃伤脸了 博望伸手按停了茶杯 站了起来 陆之灵好想打死 寂静这个嘴欠的家伙 随后两人来到二楼休息室 陆之灵推开了休息室的门 博望一双漆黑的摩扫 试着整个房间 然后冷冷的 叫我上来干什么 瞧你说的 像是我强迫你上来似的 他一点也不想叫你上来的好吗 陆之灵强忍着抱走的内心 温柔笑了笑 不是你想见我吗 无事不登三宝殿 陆之灵也不会傻到 以为他单纯来喝茶呀 只见博望冷哼了一声 我想见你 博望伸手捏了捏陆之灵的下巴 动作暧昧 声音嘲弄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 陆之灵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感觉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随后马上解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觉得你应该找我有事 博望沉默了一回 随后在一旁的沙发坐下 边吃着小甜点边问 你这茶楼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 37颗彩钻都不要 陆之灵有些意外 他居然什么都知道 博家真的到处都是眼睛 天上不会白掉线笔 若我收下他的东西 往后必定受他控制 郁云飞在博士财团任有高位 他也是个大方的人 从不亏代替他办事的人 陆之灵表示就算郁云飞给的再多 他也不愿参与博家的斗争中来 原因 陆之灵很清楚 郁云飞紧紧冲着 他是博望妻子的身份来 不管是联合 还是要算计 如果最终是伤害到你的 我都不愿意看到 博望低笑了一声 阴阳怪气表示 我可是不会给你送37颗彩钻的油 我说过了 能遇上你我已经心门一足了 陆之灵这片人的功夫真的日渐增长 所以就算3700颗彩钻 也满不到我对你的真心 文言博望直勾勾盯着他没有继续追问 男人堂堂活颜王 居然在眼盲娇气的土味小情话中破放 博望死死盯着陆之灵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 他才缓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伸手拉住他的脖子 一把将他扯到自己面前 语气冷冷道 那我就等着看 你这块天上的馅饼究竟是不是白掉了 什么鬼 博望这星期的脑鬼路是怎么回事 突然楼下一阵喧唬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就知道你们这种小茶楼信不过 竟然公然在这卖假费 分明就是嘲笑我们不使用 还有人起控着要报警 江福声冲了上来 之灵 不好了 好多人说咱们的藏品是假货 陆之灵异常淡定 有多少人在闹 七米一闹 还有一半等着给交代 好 我去看看 陆之灵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脚步 回头面向博望 温柔焦灯 那你先在这里休息 吃的喝的桌上都有 我先下去一趟 博望冷冷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自己也像个孩子一样被招呼 陆之灵淡淡一笑 难道像个孩子一样被宠得不好吗 博望脸色略带羞涩 谁他妈要当个孩子 我是要当你孩子爹的人 此时楼下 众人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围着风阵吵着要赔钱 寂静和公子化在一旁看着 公子化脸上那是掩盖不住的兴奋 像是这一幕是他期待已久的模样 他回头看了一眼季景 嘲讽的 看来这回你们技家看走眼了 寂静皱了皱眉 开始担心技家拍卖行的声誉 内心开始咒骂陆之灵 都攀附上旺哥了 还干出这种事 也不知道旺哥会不会出面 就在此时陆之灵从楼上慢慢走了下来 他冲中人点了点头 从容微笑道 各位稍安勿躁 我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见状有人气势汹汹上前 你哪根葱啊 陆之灵正想开口 公子化假意仗一相助拦在陆之灵身前 你们有话好说 陆老板是个瞎子 你们不要欺负他 公子化的阴险一下子表露无遗 陆之灵也瞬间明白公子化特意跑来 就是为了这一出 随后公子化拿来其中一位收藏家的藏品 各位所有藏品都有专业机构鉴定 不可能有假 让我帮大家看看 之灵你这个有点过分啊 这个是赢品啊 说着说着他走到陆之灵跟前 低声讽刺道 这些藏品虽说剩千万 但如果要赔偿起码分十倍 而且这个事情你赖不到计较头上 我看你要棒几个男人才够 陆之灵一手夺过了公子化手中的藏品 他淡定地告诉大家 这个的确是个假货 公子化这种跳梁小丑的角色 他似乎早就看穿了 这局一点也不高明 眼盲娇妻被千年大百年欺负 而变态老公净睡成了小香猪 陆之灵早早就看穿公子化那不高明的局 现场闹事的人更凶 表示拿真货来了也不换 毕竟这波操作太黑 必须报警处理 陆之灵却表示不能报警 公子化笑得不怀好意 你没做亏心事 还怕警察不成啊 陆之灵面向寂静 认真而言诉道 季先生 借一步说话吧 寂静有些犹豫 公子化起哄道 哄了娄子害怕了 想悄悄拿真品出来换 当没事发生啊 文言 大家更是不依不饶 不行 你不能走 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寂静也道 有什么话 陆老板就在这说吧 那好吧 陆之灵不再坚持 转头叫人 封书 只见封镇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打开了上面的监控视频 清晰看到了藏品 被两名安保人员瞒过 其他人的眼偷偷搬走了 现场顿时一片哗然 小偷想用高科技换掉原品的监控 还好我留了一手 公子化听得后牙槽都快咬碎 但强忍着没有发作 小型拍卖会搞得这么谨慎啊 陆之灵一脸坦然道 谁让我穷 赔不起 此时李明怀出来道 季先生 那两位安保人员是我们公司资深老员工 一向都没有问题 我怀疑这次他们是收到了巨大好处才干出这种事 于是暗中调查何人指使 藏品还在吗 丰镇又打开了另一份视频 只见偷东西的两人把脏物带去给一位中年男子 而该名接赃的男子 王兴 45岁 任职于公室房产 车也是公家的 这信息量绝绝子 丰镇看向公子化 大大声说道 公家房产 那不就是公小姐你家吗 一时间所有人都看向公子化 议论纷纷的 难道这是贼喊抓贼 寂静脸色一沉 愤怒看向公子化 我当你是朋友 你竟搞我家拍卖行 公子化连忙撇清关系 跟我无关 我不认识什么王兴 更不知道他搞这些 公子化恼羞成怒喊了起来 我现在就回去请我父亲亲领门户 说吧 他领起包头也不回离开 更像是落荒而逃 陆志玲看现场气氛也缓和了 他慢慢解释不让报警的原因 就是怕藏品会被当成证据留在警局 众人也纷纷赞同他的做法 接着风筝拿出了提前备好的礼盒 送到每个人手里 小小心翼不成敬礼 我们老板说了 以后诸位再次光临茶楼 卡水终身免费 众人显得有些许尴尬 毕竟先前都在骂陆志玲 陆志玲站在寂静面前 寂先生 麻烦您回去帮我跟寂老太太说声抱歉 今天是我的疏忽 公子化针对的是我 千万不要影响了寂公两家的感情 寂静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请陆志玲放心 错不在他 是公子化饭魂 还表示今后还有很多合作机会 好 陆志玲笑着回答 今天刺激又痛快 公子化这个大麻烦 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来搞事了 事情告一段落 天色已晚 当陆志玲回到休息室 我望已经等到睡着了 风批大佬的睡颜太诱人 眼盲媳妇差点爱上他 解决了麻烦事 陆志玲一身轻松回到休息室 我望已坐在沙发上睡着 这睡颜绝了 棱角分明的脸 角色而无害 让人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陆志玲不忍心吵醒他 转身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下 戴上耳机听歌 就这样安安静静 仿佛过了一个世界 我望醒来的时候 看着陆志玲坐在那 安静地像一幅画 他不自觉地嘴角微微盛扬 脸颊泛红 卧槽 这是心动的信号吗 我望看了好一会 他调整一下坐姿 发出了细微的声响 陆志玲转头看向他微笑 你醒了 我望低沉应了一声 他同时注意到窗外的天色 他挺意外竟然睡到了黄昏 陆志玲摸索着 倒了杯水滴给伯望 喝点温水吧 看你睡着了 我记得你比较容易醒 就没肯给你盖毯子 没着凉吧 伯望瞬间想起了 那个陆志玲给他盖被子 被喊去鼠羊的夜晚 伯望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他都忘了有多久 没睡满四个小时了 陆志玲看着伯望光喝水 也不提接下来的安排 陆志玲想下班了 可是又不好开口的人 就在此时他想到了丁玉君 索性开口 奶奶想你了 今晚要不要回去 陪他老人家吃饭 伯望谋色一沉 你这是给我安排事情 陆志玲轻声细语表示 只是提议 你不喜欢就算了 你饿了吗 想吃什么 我让扶生做 伯望哼一声过后 扭过头看向窗外 陆志玲有点猜不透 这家伙要干嘛 一小时后 吴童院丁玉君开心的相处 他盼星星看月亮 终于盼到大孙子 主动回家陪他老人家吃饭 此时伯望坐在沙发上 将电视遥控起 按了一遍又一遍 看来他是后悔 听陆志玲的话回家 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老顽童爷爷 居然劝孙媳妇 戒掉他的大孙子 气得大孙子 想跟他干一家 陆志玲邀请伯望 回家陪爷爷奶奶吃饭 神山伯家 丁玉君高兴坏了 大孙子好不容易回家吃饭 他亲自下厨给他整起来 客厅里暖黄灯 打在伯望身上 显得格外温馨 可过惯了刀头舔血的日子 过于温馨的家庭生活 他反而觉得无聊 薄清凌跟陆志玲 在玩三打百肚精 忽然他指向伯望 那他不能取戏精 他没借银 他让你肚子里有了小宝宝 那太银 当了 陆志玲呸现 老爷子 你不能仗着你有 阿尔莫茨海莫症 就丧心病狂的开车呀 薄望薄唇勾起玩味一笑 老爷子 你儿孙成群 几岁借得银啊 去去去 薄清凌一脸嫌弃 志玲是女孩子 你这满嘴跑火车的 真没礼貌 薄望眼神瞬间力气加重 室内气温骤降 爷孙俩战争叙事待发 见状陆志玲赶紧拉开薄清凌 爷爷 咱们接着玩吧 薄清凌点了点头 志玲 那你借什么呀 借望吗 陆志玲尴尬笑了笑 我不出家 不用借那么多 更何况他一借凡人 没那么清新脱俗 薄清凌又接着语重心肠劝说 你还是借望吧 我这个大孙子坏的 你借了吧 以后就跟我和裕军玩 薄望眸色一尘看向陆志玲 陆志玲有点无语 立马开口解释 爷爷 这个望是望语的望 薄清凌真的看热闹不嫌是大 我知道啊 可你心里想的不就是我大孙子薄望的望吗 说吧老爷子挑一挑眉 像是看透一切的模样 陆志玲瞬间更无语了 眼盲娇妻为封批老公受伤 而他却在一旁默不作声 爷爷让陆志玲戒掉薄望 陆志玲哭笑不得 吃饭吃饭 别玩了 奶奶 我们这就来了 餐桌前丁玉君一脸感动 忍不住握住陆志玲的手 声音有点哽咽 志玲 你是好孩子 谢谢你 谢谢 只是一顿饭而已 看把老太太给激动了 茶楼的是我听纪文月说了 那一个劲猛夸你 丁玉君边说边给陆志玲加菜 你真的聪明又细心 陆志玲谦讯道 这本是我该做的 博望你也多吃点 这个牛肉我炖得特别烂 只见博望把碗收了回去 不用给我夹 丁玉君有些失落收回了筷子 一旁博清凌看不过眼 举起筷子就想教训博望 陆志玲下意识伸手挡住了 博清凌的筷子 重重打在了他白皙的手里 立刻两条红红印记 瞬间整个餐厅陷入一片死寂 博望抬眸看向陆志玲 眼神里充斥着寒意 快拿药膏来 丁玉君着急站起来喊道 埋怨博清凌 老头子 你下手怎么这么重呢 博清凌一脸委屈 作纳不敢吭声 腾孙媳妇 表示必须胜药 此时丁玉君瞥了一眼博望 博望 你来给志玲擦药 我老眼昏花看不清 陆志玲尴尬拒绝 并打开药膏擦了一点在手里 博望就默默看着没动 博清凌有点内疚 志玲 你真的没事吗 陆志玲笑了笑 爷爷 我真没事 吃完饭 我们继续玩皮影戏 文言博清凌开心的像个小孩 这一夜梧桐院嬉笑声延续到很晚很晚 然而有人他要坐不住了 还有连大少爷都乖乖听他话 更重要的是老太太开始密谋继承者的事情 文言夏美琴妻的后牙槽都要咬碎 都到这接骨眼了 玉云飞怎么就不急呢 自作聪明的心腹庸人则建议他尽快出手 还可以嫁祸到玉云飞头上 可他却不想脏了自己的手 就想等玉云飞出手 与此同时玉云飞房间里 他也从庸人嘴里得知了同样的消息 他怪公子化那蠢货 城市不足败事有余 现在他也想着按兵不动 想办法挑起陆之灵和夏美琴的矛盾 让夏美琴先动手 他好坐收渔翁之力 变态老公时刻都在脑补 分明是威风的错 他却说他在撩塌 从无童院出来 陆之灵称得有些难受 他小心翼翼跟在博望身后 想等他进了主楼 自己再走一走消消失 陆之灵逼着头 突然撞上了一堵肉墙 博望回头死死盯着他 漫不经心开口 你走路不看路啊 瞎子是能看路的吗 瞧你说的鬼话 陆之灵揉了揉背撞疼的额头 我本来就不看路的 忘了 你是个瞎子 博望淡淡的 可他又似乎察觉到什么事 打量了一分陆之灵 我怎么觉得有时候 你比正常人还要正常 闻言 陆之灵心里一紧 他恢复视力一段时间后 看东西也是越来越清晰 可能就会越装越不像瞎子 他抬头故作苦涩笑一笑 是吗 可是我已经忘了一个正常人是什么样了 此时博望看向陆之灵随意问道 五年前瞎大 陆之灵轻轻点头 嗯 突然他抬头仰望天空 今天是十五 月亮是不是特别圆 他试图将博望的注意引开 闻言 博望才抬头看了一眼夜空 还行 此情此景陆之灵回忆起 以前陆家的传统 每逢十五月圆之夜都是家族团圆日 自从五年前的那场大火 他就没吃过一顿团圆饭 独自一人干饭了十几年的博望 不理解这些乱七八糟的家庭温暖 他调侃陆之灵矫情 可能吧 此刻一阵微风轻轻徐来 吹动了陆之灵的发烧 落在博望的手掌心 同时吹进了博望的心 陆之灵 博望突然大声叫他 陆之灵收回视线面向博望 眼神虽然空洞 可在月光下他显得格外楚楚动人 博望没忍住咽了咽口水 又立马郑重警告 不给睡 就别踏马乱撩 放完狠话博望转身就走 陆之灵又被他雷到恍惚傻愣原地 莫名其妙 他什么时候撩他了 那晚过后 陆之灵的日子还算太平 博望不知道在忙什么 再也没有回过神山国家 陆之灵如往常 每天往龟七楼打卡 龟七楼生意也越发兴旺 有闲有钱的陆之灵 开始慢慢寻找陆家老物件 经过几天调查 终于有了大哥的老婆的线索 豪门少奶奶为寻找大哥的老婆再次涉嫌 这次背叛她的人居然还是身边的人 陆之灵查了很多资料 终于查到了大哥的老婆 收在一家摩托车展览馆 他激动又忐忑来到了展览馆 此时展览馆工作人员 把他们引到了西边的休息室 陆之灵表明来意 可工作人员却表示 二楼展厅的摩托车是展示用 不出售 陆之灵坚持 希望能见到老板当面台 可工作人员告知 老板在东边VIP室里会客 陆之灵则表示愿意等 工作人员离开 陆之灵看向二楼展厅 他一眼就看出了 曾经属于大哥的那辆摩托车 所有的回忆瞬间涌现眼前 小时候 爷爷问他 想让谁当陆家接班人 他想都不想就说 当然是大哥 在陆之灵的记忆里 大哥成熟稳重 十分照顾弟弟妹妹 是做大家长的不二人选 不过这样的大哥也有叛逆期 那时候大哥拿着大学期间赚的第一笔钱 买了一辆重型摩托车 宝贝的很 还特意给他取名老婆 大哥说过车的本身不贵 但是他经过几度改装已经超神 当时他还说要是不继承家业 一定是个改车高手 这辆摩托车是大哥最喜欢的 他提起这车眼睛会发光 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买 大少奶奶 刺激张叔感谢陆之灵让他进来喝口水 没事的 张叔 今天辛苦你送我们过来 应该的 应该的 此时江福生正在一口接着一口吃起了小蛋糕 边吃边分给张叔 张叔 您也吃 这里的蛋糕还不错 张叔看了一眼江福生 神色复杂接过了蛋糕 随后江福生站到小桌边上吃个不停 张叔看看他 又看相背对着自己的陆之灵 下一秒 砰 一声中响 陆之灵连忙回头 就见江福生倒在地上没了动静 而张叔站在旁边 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水晶讲座 忽然他转过头来 一双浑浊而心红的眼智勾勾看向他 陆之灵虽然内心慌得一皮 但表面依然保持着暗地 堂堂K国第一财阀的长子 竟然甘愿做家族的走狗 中边的VIP室里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满脸惊恐跪在地上 男人生生求饶 我上 我就一个开摩托车展览馆 您要问的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道 伯旺痴笑了一声 看向李明淮 做事谨慎点 先查查怎么样才更像自杀 语气随意的像是在谈问天气 李明淮上前薅着男人头发 并提醒伯旺道 旺哥 写封一书 看上去更像哦 男人颤抖的声音 别别 求求你们 伯旺冷冷道 写血书 好嘞 收到命令的李明淮 立马掏出小匕首 在男人的手心划开一个大口 血滴答滴答 男人痛到喊妈妈 一问道 血血书划手指头不就好了吗 划错了 不好意思 再来一刀吧 李明淮你是出来搞笑的吧 男人脸色惨白做最后挣扎 伯旺 您为伯家做那么多肮脏事 那个位置也不是为你准备的 您何苦为您弟弟做家医呢 自古以来配角都是死于 伯旺谋光阴沉沙一浮现 男人瑟瑟发抖 下一秒伯旺一抬脚 将他本受伤的手踩在了地上摩擦 一声声淒利惨叫 伯旺谋里透着良意 大老的 你不过瘾 要不让你的家人陪你一起玩 文言男人乖乖认命 我说 我什么都说 三分钟后 李明淮拿到一份绝密资料 翻了翻道 那几家果然对风铃去不死心 这份资料上交 伯家那边可以交差 您又问 伯家立下了一功 他看了一眼伯旺 终究把后半句话吞进肚子里 这几年 伯旺为伯家扫清无数账恩 可博士却没给他分半点股份 有时候都替旺哥觉得亏 可伯旺似乎不在乎这些 连资料都懒得看一眼 究竟自往外走 与此同时西边休息室 陆志玲看见了江福生倒闭 张叔拿着胸起 他内心慌得一匹 表面强装着镇定 想着要趁张叔不注意逃走 他往门口方向摸索着上前 福生 怎么了 什么东西倒了吗 身后的张叔表情争鸣看着他 他坚信一个瞎子 就是跑 也跑不快 就在此时 陆志玲一个箭步往前冲 张叔立马追上 站住 没两秒 陆志玲被捉住了 完了 眼盲娇气被歹徒劫持 还眼睁睁看着亲爱的老公从眼前走过 难道他就要交代在这了吗 陆志玲转身就想往外跑 张叔立刻冲上来抓住他 下一秒一把匕首抵上他的脖子 张叔威胁他不许乱叫 否则直接送走他 陆志玲不敢轻举妄动 配合着张叔 他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变得平静 你对福生做了什么 张叔表示他没事 毕竟他不是来害他 陆志玲一下子就听出张叔言外之意 就是来害自己的 他反问张叔 跟他无冤无仇 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确无冤无仇 我也不想 张叔说着突然一顿 手臂死死勒住他的脖子 匕首更用力抵着他 别出声 此时陆志玲眼神突然一亮 落地玻璃上渐渐映出一个奇长的声音 伯望双手插都走在外面的走廊 后面跟着一个穿连帽衣的男人 陆志玲想张嘴叫伯望 可是张叔将他勒得更紧 别动 再动真的要赶掉你 忽然 伯望停了下来 低头看向地上 不知道看什么 怎么了 望哥 连帽衣上前问话 陆志玲惊了下 这声音 李明怀 安导公司的队长 他是伯望的人 难道伯望故意安排他来监视我 就在此时伯望弯下腰 捡起了几缕头发丝 随后像是发现了什么似的 看向落地玻璃 眸色漆黑 可是很遗憾这玻璃 从外面是看不到里面的 这一刻陆志玲多么希望伯望能感应到他 救救他 伯望站在落地玻璃前 看着眼前深色的玻璃 抬手摸了摸腕上的佛珠手串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下一秒 伯望转身离开 陆志玲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眼睁睁看着伯望和李明怀离开 张叔勒着陆志玲将他强行带到窗边 低谋控局 只见伯望他们已经上车离去 看着内车离开 张叔终于松了口气 也松开了勒住他脖子的手 陆志玲立刻拼命呼吸 接着张叔紧紧捉住了陆志玲双手 随后拿出了绳子将他双手捆绑起来 挥舞着手中的匕首向着他 情绪激动 走 跟我走 不要乱叫 否则 我立刻赶了你 眼盲娇气生死一线 丰批老公一无所知离开 还自行脑补老婆不爱自己了 伯望坐在车后座慵懒眯着眼 忽然问道 展览馆的休息室玻璃 是不是只能从里面看到外面 这冷不丁的问题抛出 李明怀有点摸不着头脑 想力会回答 对 外面看不到里面 我们待的那个VIP室也是 李明怀以为伯望担心感人的时候被看到 下一秒伯望却冷笑了一声 是吗 怎么了 旺哥 嘴上说喜欢 去去看到他就开心 这见到了连声招呼都没有 就算看不见 身边的根屁虫江浮声也会告诉他 伯望讨厌陆之灵无视他 越想越不爽 回去 他冷冷开口 李明怀不明所以 但还是掉头回去 另一边陆之灵坐上了张叔的车 他试图挣脱绳索 奈何无果 但也不能坐以待毙 起码也得先搞清楚张叔的目的 于是他开口试探他 张叔 你是不是需要钱才绑架我 张叔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 却没有搭理他 陆之灵尝试一边引开张叔注意力 一边打开安全带的八口 张叔 你可怜可怜我呀 陆家只剩我一个人了 要是我出事 我们陆家就彻底没人了 闻言 张叔深吸了一口气 眼中掠过一母不仁 沉默了一会回答道 大少奶奶 你就当一家团员吧 去了阎王那批我的名字 什么罪我都愿意受 听这话的意思 张叔是要杀我 此刻陆之灵脑子里飞速运转 想到了一切有可能要害自己的人 思来想去最可能的就是博家的人 由于老太太的态度转变 所以有人坐不住了 他到底是玉云飞还是夏美晴呢 他得知道 张叔 我知道你不是心狠手辣的人 起码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呀 我知道 张叔狂踩油门 表示只有用他的死 才能换家人好好活下去 他劝陆之灵不要挣扎了 陆之灵震惊 张叔这是要跟我同归于尽 他知道不能再继续拖下去 于是艰难地解开了安全搭扣 陆之灵想开车门逃跑 张叔发现了 于是他狂打方向盘 就这样高速行驶的车子 在路上左右摇晃 下一秒像是张叔故意的 车子一下子就冲进了大海 不 我不想死 陆之灵眼神里竟是害怕 疯批老公在生死关头 还不忘攻略自己 老婆太爱我舍不得我去死 车子一下子往江里冲 不 我不想死 陆之灵眼神充满了恐惧 车子已经乘60度往下转 张叔昏死过去 冰凉的江水渐渐涌进车内 陆之灵望着底下 他像是要吞没车子的江水 眼睛渐渐泛红 悲凉冷笑了起来 他那么努力活着 难道就要交代在这儿 他不甘心 泪水不由地从他苍白的脸上躺下 脖子上的西瓜汁渐渐渗出 就在陆之灵绝望之际 一辆黑色越野车凌空飞出 狠狠砸在了陆之灵所在的车上 陆之灵艰难睁眼一看 驾驶座上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轮廓 突然一个矫健的身影 从快要沉没的越野车车窗冲出 踩上他这边的引擎感 博望 真的是博望 他漆黑的双眸往车内看 看到陆之灵那一刻 他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 陆之灵 还真是你啊 见到博望那一刻陆之灵破防了 泪水模糊的双眼 根本分不清是感动还是心动 下一秒博望伸出他两米的大长腿 踹向岛中锅里 人利落钻进车内 江水瞬间涌进车内 陆之灵的身体随着车身晃动 根本不受控制 眼看自己被绑了双手双脚 根本跑不了 车子快要被淹没 陆之灵不忍拖累博望 他用尽全身立即大喊 博望 你快走 生死攸关 他甚至不敢犹豫多一秒 冰冷的江水刺骨 正吸着他沉入 忽然他的手臂被人一把抓住 将他生生从水里攥了出来 他错愕抬眼看去 就见博望正看着他 漆黑的眼血净他看不懂得复杂 陆之灵 你真的这么想我活着 就爱我爱到这份上了 服了 走啊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 难道要和我死在一起吗 要是平时博望肯定会来一句 你配吗 可是今天博望似乎很不一样 他提起他的双手 眸光里充满了变态的戏血 是啊 跟我死在一起是不是很高兴啊 豪门变态恶哨终于要栽在破产眼盲千金手里了 博望眸光里充满了变态的戏血 是啊 既然老天愿意收我 人要懂得成情 这男人果真变态 随后他递谋逆向陆之灵 跟我死在一块 高不高兴 陆之灵麻木 倒在了博望怀里 便由江水逐渐抹上来 他苦涩笑了起来 博望 你说我们的尸体会随着江水漂到江南部 江南 车子渐渐沉入江湖 陆之灵也没想到最后要和博望死在一起 忽然一个黑色的四角勾从天而降 直直吸在车门边缘 疯一声 车门直接被吸飞 博望抱住他猛的起身 随后博望化身超人一个剑步抱着陆之灵飞了出去 接着一个翻滚 他倒在了他怀里 两人躺在了岸边草地上 陆之灵缓缓睁开眼 阳光刺痛了他的眼 正是这痛感他意识到自己是活着 旺哥 李明怀 那个一直监视他的李明怀朝着他们飞奔而来 陆之灵知道眼睛的事不能继续隐瞒下去 迟早会穿帮 他反应极快地做出痛苦的表情 闭上眼睛 我的眼睛好疼 博望一脸紧张地看向他 怎么了 他断断续续解释 好像被针刺一样 又好像有白光 博望眼里略过一抹意外 你们看见了 陆之灵摇头 不知道 博望毫不犹豫红抱起他 博望沉生说了句 闭上眼睛 什么都别看 就抱着他直接往上走 陆之灵没有听话 他偷瞄着眼前的男人 他一头短缝全湿了 水珠顺着下河线低下来 陆之灵内心涌现着一股复杂的情愫 要不是他 今天他就要沉入青江了 博望 谢谢你 随后博望抱着陆之灵上车 这一遭让本就贫血的他更是精疲力尽 只见他迷迷糊糊昏睡过去 头已经倒在博望肩上 李明怀偷偷从后视镜看了一眼 博望没有推开他 他立马瞄懂博望 让他监视陆之灵的目的 那就是早早喜欢上人家 怕人家出事呗 当时车子掉头回到摩托车博物馆 门被踹开时 里边只有一个昏迷不醒的江湖声 地上的血迹斑斑 博望脸色一沉 转头就走 等他追下去时 博望已经开着车走了 而且那么高的斜坡 说冲就冲下去 说什么生子工具 分明就是手掌心的宝贝 这回望哥恐怕要灾了 眼盲娇妻复明第一眼 却故意把别人认成自家老公 变态老公当场猝死 这一觉陆之灵睡得很沉 梦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个 最后在一阵强光中苏醒过来 有人正在扒他的眼皮 欣喜的男生从他头顶上方传来 望哥有粉印 他的瞳孔真的有粉 陆之灵定睛看去 穿着白大褂的秦医生站在他病床旁 气静正惊喜看着自己 他怎么会在这 陆之灵缓缓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低眸看了看自己的手 从今天起 他再也不用装下了 你看得清吗 他点了点头 然后看向寂静 故作疑惑 你是 我忘 文言寂静差点被过去 你他妈瞎呀 不爽的声音自身后传来 一只大手从后面绕过并盖住他的眼睛 陆之灵的头硬生生被他往后扭 我忘一脸阴沉盯着他 之前为了装瞎 他几乎没啥机会对焦他的眼睛 这回好了 四目相对 他才发现他的眼睛生得极其好看 性感的能射人心魂 陆之灵静静欣赏着博望 片刻后 他笑着开口 博望 你长得真好看 陆之灵的眼睛没了先前的木人 多了从来没有过的神采 整张脸显得更好看了 博望有点看傻了 下一秒竟然害羞到转头就走 陆之灵有点茫然 怎么了 难道眼睛被看穿了 博望一走 寂静屁颠屁颠紧随其后 边走边解释 陆老板 我不是专程来看你 只是陪奶奶来开药 碰巧听说你受伤了 奶奶非要让我来看看你 我对你没意思 绝逼没意思 寂静你也太自信了 寂静冲出病房 就看到博望靠在走廊的墙壁 嘴里叼着烟 正准备点火 寂静顿时呆住 博望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 难道是被陆老板给迷住了 要出来冷静冷静 可惜想了一下 他又打消了这个想法 忽然博望扭头看向他 眼神透着刺刺凉意 寂静的腿顿时发软 旺 旺哥 我旺青笑着 寂静 你很会站位了 毕竟刚刚陆之灵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他 我们的旺仔猝了猝了 寂静连解释都开始语无伦次 我奶奶让我回去绣花 不 煮茶 不不不 洗脚 对 让我回去洗脚 旺哥 我先走了 说吧 寂静像逃命似的往外跑 我们旺哥吃起醋来太可怕 风批大佬又沉浸在自己的美色中不能自拔 他肯定看到我帅气的脸紧张了 病房里秦医生询问陆之灵还有没其他不是 陆之灵没有回答访问 浮生怎么样了 他轻微脑震荡 还在昏睡 不过问题不大 文言陆之灵悬着的心放下来 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我的肚子 秦医生告知 胎儿没事 好好休养就会好起来 陆之灵滚动着眼珠子 戏得眼到位 秦医生 我的眼睛为什么又看见了 秦医生解释 五年前 你遭到了重创导致神经压迫失明 这次又是一次重大刺激 灵灵白点了点头 交代完秦医生离开 博望一脸阴沉地走了进来 他什么也没有说 直接拉开床边的椅子坐下 然后直勾勾盯着陆之灵 虽然不是第一次见面 可之前是装瞎 不会直视到他的目光 现在四目相对 博望的眼神太具压迫感 随时让人窒息 陆之灵坐直了身体 有些拘谨笑了笑 博望 你受伤了吗 博望看着他身体绷直的样子 眼角莫名忍上一抹得意 薄唇勾了勾 你紧张什么 双眸直直凝视着他 嗓音忧尘 你比以前紧张多了 陆之灵呼吸一顿 可能我才复命 有些不太适应 博望突然想起那幅画算个屁 他的盛世美颜才是王道 陆之灵肯定被他的美色给震慑住 他随意往以备依靠 散漫而庸乱 那就尽快适应 别一副被勾了魂的模样 论自我攻略 还是得我们忘歌呀 陆之灵有点搞不懂他想什么 不过好像安全门混过关了 他暗自松了一口气 想到了青江边上那生死一线的荧幕 开口问 张叔怎么样了 挂了 博望语气随意 像是挂了一只蚂蚁似的 陆之灵醋了醋眉 张叔应该受人指使才对我下手的 对方是冲他肚子来的 也是冲博望来的 文言 博望看向他 怎么 想我给你报仇吗 这话一出 陆之灵就知道他心里已经有了怀疑对象 不过以博望对他和肚子里孩子的态度 他应该揽个费神出手 想了想 陆之灵摇头 你和博家关系已经很僵 不能因为我的事在破坏你们的关系 不过你说警方查得到不凶之人吗 博望吃笑了一声 你指望警方给你查 你也太天真了 博家势力会给你这个机会吗 陆之灵沉默了 博望说的对 博家势力确实能让真相石沉大海 忽然博望上前捏住陆之灵的想法 他渐渐贴近他的脸 难道两人要发逃了吗 下一秒他低沉的嗓音在陆之灵耳边响起 陆之灵 睡一次 嫂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豪门少奶奶终于认清现状 他要开始反击了 陆之灵 睡一次 老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陆之灵满脑子飘的都是博望走之前说的那句话 他是他婚礼时没有出现的老公 也是他差点沉浆的救命恩人 处处看不起他 派人监视他 掐他脖子要他陪他一起死 完了他还想睡他 要不是他说完就走 都想问问他是不是精神分裂 陆之灵深吸了一口气 片刻后他来到某病房前 他透过玻璃往里望去 江福生正躺在病床上 还没有苏醒 江福生的父母坐在一旁暗自抽起 小姐 你不能再在博家这种世人的地方待下去了 风阵好心劝说陆之灵 博家内部关系复杂 万一你动了他们的力 势必会惹来报复 陆之灵转头看向他 我知道 这一次运气好 国王赶来救了他 那下一次 怎么办 简直都不敢想象 风阵劝陆之灵最好趁现在离开博家 等博家有了新的重长孙 再回江南也不迟 陆之灵沉默了片刻 再看了看昏睡中的福生 他淡淡道 小时候 爸爸总告诉我 被欺负了一定要毫不犹豫还手 那是因为有陆家撑腰 今时不同往日了 风阵说着说着红了眼 陆之灵侧目看向他 没人撑腰 我就自己给自己撑腰 谁打我一耳光 我就还他十耳光 风阵愣住 小姐 你拿什么还 陆之灵有了决定 就不再多想 抬脚就往外走 一步都不停留 回到神山国家 陆之灵直奔无同院 此时丁玉君正忙碌着 时陆之灵出现在门口 丁玉君正着 乖乖 你怎么跑了回来 随后赶紧上前扶住了陆之灵 我正准备收拾东西去医院看 你有哪里不舒服吗 快跟奶奶说 丁玉君满满的关切 陆之灵有点感动 他摇了摇头 奶奶 我还好 你的眼睛 丁玉君见他盯着自己看 难以置信 陆之灵微笑着告诉丁玉君自己看得见 太好了 太好了 丁玉君喜极而泣 赶紧拉着他走进客厅 怎么了 看你这副模样是有话要对我说吧 丁玉君边问 边拉着他坐下 奶奶 你之前说的是 我答应了 我会帮助伯旺拿回属于他的一切 丁玉君有些意外看醒他 很快就明白了他是这次绑架被逼合 当然老太太心里还挺愧疚的 要不是自己态度的转变 他也不会被人盯上 陆之灵表示会帮助伯旺 但是他并不想开宗辞败祖宗 只想要陆家在江南的老宅 财团大老总的女人们被绑架 他怀疑是自己儿子干的 陆之灵表示想要陆家在江南的老宅 陆家老宅自从陆家出事后 一直被挂在拍卖网上 十八亿 闻言丁玉君欣然答应了他 不但老宅替他们给下 甚至博家少奶奶的位置也为他留 陆之灵不敢奢求太多 只想要陆家老宅 丁玉君看他坚定的态度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好一会才开口问 你对伯旺到底怎么想 就在此时大门被敲响 下人火急火燎赶来传话 老夫人 不好了 出事了 御夫人和夏夫人被绑架了 闻言陆之灵第一时间想起了 在医院博望和他说过的话 他说要给他报仇 难道他真的动手了 丁玉君震惊从沙发上站起来 陆之灵陪着丁玉君往主楼去 大厅站了两排穿黑西装的保镖 只见博真容怒火中烧在驯火 说人怎么没的 保镖队长颤颤微微上前交代 夏夫人去世首饰 两点四时 要去洗手间 十分钟没见人出来 我们进去找 然后人就已经不见了 御夫人在慈善宴会场巡视 说累了要休息 两点四时进了休息室 二十分钟后就消失了 闻言陆之灵陷入沉思 两人同一时间同时消失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这消息一旦传出 国家丑闻又要添一装大 博真容眼看着一群没用的废物 转头瞪向文管家 还愣着干什么 把博望给我叫回来 叫博望回来给你找人啊 丁玉君看向自己的儿子 不仅不瞒试探上一句 听这话 博真容气不打一出来 指着陆之灵道 他前脚出事 云飞和美琴后脚就不见 不是博望干的还能有谁 陆之灵一脸无辜 扯我干嘛 母亲 你知道我请的保镖是什么水平 整个江北 能有本事悄无声息将人劫走的 也就只有活死人 陆之灵听过这个组织 里面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高手 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目 之前网上出现过他们一个侧影的照片 个个戴着连衣帽和白面具 这形象让陆之灵不禁联想到了李明怀 而李明怀又是博望的人 难道这个组织是博望的 就在此事闻管家上前告知 博望不接电话 博真容怀疑他是做贼心虚 丁玉君慢条思理拿出了手机 什么做贼心虚 那只是你自己猜测的 于是他也拨打着博望电话 可是对方不在服务区 尴尬了 丁玉君还是在为博望说话 他手机肯定没电了 博真容瞬间炸毛 他不傻怎么可能相信这个鬼扯的理由 就在母子俩争论不休的时候 陆之灵电话响起 他一看博望来电 后悔没调成静音 他似乎不愿意博望站在风口浪尖上 丁玉君回头看醒陆之灵 看来博望找到充电线了 面对母亲的睁眼说瞎话 博真容气的说不出话 下一秒他怒气冲冲指着陆之灵 接 开脸题 风踢大哨霸气为娇气报仇 不惜与富豪亲爹对着干 博真容火冒三丈指着陆之灵 接 开脸题 陆之灵战战兢兢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博望低沉的声音传来 好 你不去了 你去医院了 他正在想 怎么 我不能来啊 博望声音更沉了 陆之灵 你别忘了 我走之前说过什么 我来讨筹码了 文言陆之灵荒的异品 生怕他下一句就说他绑了两位夫人 他赶紧先出声 博望 你快回来 家里出事了 玉姨和夏姨被人绑了 父亲正大发雷霆 听到这话 电话那头没了动静 好一回博望才问 你在神山 奶奶和父亲都在 正在查 博望目光灵灵逆向陆之灵 询问他博望刚刚说的讨筹码是什么意思 陆之灵脑子一片空癌 他哪好意思说出口 睡一次就给他报仇这种话 最后他把心一合 索性不回答 博真容渐备无视 冲陆之灵怒吼 我问你话呢 博望是不是说要去搞云飞和美情 陆之灵有点不知所措 难道要被发现了吗 他有些难堪支支吾吾交代 不是 他是让我好好养好身体 再来讨 讨筹码 说完 他刷一下耳根都红了 这没说啥又像是说了啥的样子 让博真容的那股火影生生化成了尴尬 不敢再继续追问下去 半小时后 博望回来了 一身气息凌厉肃杀 脸色冷得厉害 他进来就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陆之灵 见他安然无恙目光才微缓 陆之灵抬眸看向博望 给他做了个不要承认的手势 瞧他担心的样 博望难掩内心的开心 随后朝博真容走去 在他对面坐下 见博望这么快就出现 博真容一时顿住 骂人的话也卡在喉咙出不来 博望慵懒往后依靠 漫不经心道 这两女人跟你太久了 估计你也命了 我重新帮你找两个 博真容一巴掌狠狠拍在桌面上 你扯的 赶紧把人放了 博望吃笑了一声 什么意思啊 跟我有关系吗 此刻博真容很想给博望胖揍一顿 可想到了两个女人 还是忍了下来并解释道 警方在张叔的车里发现了遗书 知灵之前骂过他 闻言陆之灵大大的无语 这边的跟个真的一样 他自问从来没有骂过张叔一举 陆之灵很明白 这只是博真容为自己的女人开脱的说法 毕竟叱咤商场多年的老物理 这点猫你一眼能看穿 就是想掩盖真相而已 博望懒洋洋讽刺道 是不是都无所谓 就算我女人今天真的沉了将 一失两命 我也不会怪两回 小妈 博望边说边包起橘子 博真容气的五官都扭曲 你要真这么想 怎么会急匆匆回家呢 博望淡淡道 我回来吃个橘子 博真容深深吸了一口气 博望 怎么说他们也是你弟弟妹妹的母亲 退一万步来说 这是传出去 博家脸面无光 不就等于你脸面无光吗 博望不慌不忙吃着橘子 那我派两个人给你 帮着一起找找 下一秒一副 漠不关心的模样继续吃橘子 这橘子真死 今天博真容怒了 他拍桌而起 用博望母亲的遗产威胁他 把玉云飞和向美琴放了 听到这 博望手上的动作停下来 低着头 眸光深沉 似乎是暴风雨前夕的眼镜 柔弱娇气霸气护肤 才发公共对得哑口无言 看着博望低谋眼神忧深 陆志玲隐隐不安 下一秒 哼 只见博望将橘子狠狠砸向桌面 橘子真惨 稀碎稀碎的 他冲博真容怒吼 你拿我母亲的遗产 来换那两个女人的 他们也配 此时博真容眼里略过一抹 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他咬着牙道 他们不能死 那你放心 如果是我做的 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死 说着博望双手按在桌面上 冷笑着看向博真容 动了我的女人 我怎么会让他们只是死那么紧的 博真容难以置信看着他 你想干什么 博望眼神充满了玩味的戏血 接着慢悠悠道 我养了一匹藏傲 吃生肉长大的 你看 博真容脸都僵住 博望突然勾唇一笑 我一个狗龙子长大的 有什么不敢 不过父亲别紧张 我只是说如果落我手上 说吧 博真容立马命保镖 把他捆起来 眼看着保镖一拥而上 博望伸手要掏枪 就在此时 陆之灵冲到了博望身边 哎哟 我肚子疼 捂着肚子靠向博望 我头也好晕 博望 你送我去医院再看看吧 博望一手搂住了陆之灵的腰 另一只手缓缓放开腰间的枪 今天谁都别想走 博真容不傻 一下子就看出了陆之灵的意图 丁玉君立马站了起来 你干什么 之灵胎像不稳 他要是不看医生 我的虫长孙怎么办 博真容烦透了 命人带走陆之灵 此时陆之灵却忽在博望身前 理直气壮看向博真容 父亲 博望是成年人 您不能禁锢他的自由 眼看一个比一个豪横 博真容气得厚牙槽都要咬碎 我是他父亲 我就有这个资格 陆之灵据理力争 就算警察来了 也要讲证据 博望根本没理由绑走御一和下一 你就是那个理由 博真容狠狠瞪着他 感觉下一秒就要做他似的 陆之灵瞪着无辜的大眼睛 怎么我就成了理由呢 父亲您说过我陈江的事 是张书一人所为 跟御一和下一无关 我和博望都清楚 所以更不会对他们 做什么不好的事 看着女人为了自己 跟父亲枪声 博望薄唇微钩 将人搂得更紧了一些 陆之灵接着劝说 父亲我觉得这个时候 不是争论的时候 得齐心协力找人 应御君示意两人赶紧去医院 然而一旁的博真容 被刚才陆之灵的机制 反驳对的气部打击出来 最后也只能警告博望 要是两人不能安然无恙回家 肯定找他算账 博望没有说一句话 大步往前走 之灵等等 丁玉君突然把人叫住了 他拖住陆之灵的手 仿佛有什么要交代 没等博望反应过来 丁玉君就把陆之灵 从博望怀里抢走 博望一脸不情愿看着丁玉君 你想把我支开 说就是 反正你等着就是了 就这样博望乖乖在一边 等着陆之灵 男人本是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豪门长子 却一夜之间遭父亲咽起 背后的原因 竟然是自己的母亲 丁玉君将陆之灵带回梧桐院 翻箱倒柜拿出了一个木匣子 意味深长看了一眼陆之灵 既然你答应帮奶奶这个忙 那么有些事情 你得知道才能更好办事 陆之灵点了点头 表示做好了吸收信息量的准备 博望跟他父亲关系很僵 即便我在中间周旋 他也是很难当上这个继承人 其实真龙从前很疼博望 闻言陆之灵意外 因为从博父现在的行为 哪一点都看不出他喜欢博望 丁玉君说着 将木匣子推到陆之灵面前 里面是一组结婚照 照片里博真龙年轻帅气 旁边穿婚纱的女人 更是美得不可放入 这是博望的母亲 七雪 陆之灵本以为 曾经当过明星的玉云飞已经够美 没想到他根本不及七雪半分 难怪博望能长得如此妖孽 你知道为什么博棠和博真都是从木 而身为博家长子 博望名字为什么没有木梦 望着 望想也 当年真龙对七雪一见钟情 非亲不娶 七家同意了这门婚事 可七雪本人不愿意 因为当时他在博外已经有男朋友了 为此 年轻时候真龙做过很多混账事 陆之灵没想到博真龙还有这么一面 死缠烂打还是强取豪躲 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戏码 博真龙都上演过 当年老爷子对他也是屡试家法 最后他还是不肯放弃 说到这丁玉君突然垂谋 后来我这个老婆子只能舔着脸 去求七雪竞递真龙 最后经过一个晚上考虑 七雪也就答应了 这么一说博真龙是小三强行上位 婚后两人过得还不错 长子出生他高兴的什么事的 取名博七 同妻同姻 也寓意七雪终究还是七夕在他这棵树上 没想到后来真龙发现七雪偷偷见钱男友 两人关系一下子恶化 还得了长子的名字 博七变成了博旺 他不肯放过七雪 将人软禁在家中 出事那天 七雪带着五岁的博旺准备和那个男人私奔 出了意外 七雪当场死亡 博旺从此失去了消息 听完陆志玲觉得手中的照片有些沉重 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族人都以为真龙恨七雪给他戴绿帽子 连带讨厌博旺 所以博家不可能交到博旺手中 其实并不是那样 真龙对七雪的感情很复杂 毕竟这么多年他身边那么多女人 可祖谱上妻子只有七雪这个名字 既然如此父亲 为什么会让博旺替博家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 丁玉君意外陆志玲会知道这些 但其实这都是博旺主动要求的 因为他想从父亲能拿回母亲的遗产 父亲为什么会同意 做这些放不上台面的事换母亲的遗产 他就不担心博旺出事吗 丁玉君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眼神充满的哀怯 希望陆志玲把博旺从黑暗的深渊里拉出来 陆志玲知道博旺现在的形势 他在财团一枚股权 二枚职位 很难出头 丁玉君深深叹了一口气 这些问题他早早考虑过了 可博旺他没这个能力 陆志玲疑惑了这又是怎么说呢 博旺他整整失踪了15年 这15年里他过着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或许在黑暗中他长袖上午 游刃有余 与之相反 有光的地方 他脚下全是荆棘 几乎寸步能行 文言 陆志玲震住了 原来博旺从前过得那么苦 好的童年治愈一生 不好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 陆志玲是上天派来治愈博旺的 但是他却说留在他身边的时间有限 陆志玲从梧桐院出来 身后还登了一群身穿黑西服的保镖 他一抬头就看到伯旺的车还停在原地 顿时愣住了 隔着挡风玻璃 他对上伯旺漆黑深邃的双膜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丁玉君跟他说的伯旺 五岁出车祸事宜后辗转到了屠宰场 从那开始他就开始了噩梦干的生活 白天宰杀清洗牲畜 夜晚睡狗龙腐 后来一场大火烧了屠宰场 他趁机逃了 流浪在北斗街头 以乞讨为生 为了混口愤吃 小小年纪就混成了很压凶残的赌场打手 二十岁的时候却惨遭好友背叛 差点被人乱棍打死 听着最后一口气逃到了江北 奄奄一息之际被伯家认回 伯旺回到伯家那时候才二十岁 不巧爷爷那时候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 经常为了照顾爷爷 就忽略了他 到后来两人也就越来越疏远 伯旺遭到了太多的背叛 所以他不容易相信人 只要发现你有一点的对劲 他就会跟你划清界限 可他现在信任你 知灵能把他拉出来的只有你 陆知灵看着伯旺 他都怀疑伯旺真的信任他吗 毕竟他还找了李明怀监视他 难道这不是怕他背叛他吗 傻站着干嘛 伯旺突然开口 陆知灵深呼吸一下收敛心思 走到车前浅浅一笑 我以为你走了 伯旺看着他身后的保镖问道 怎么回事 奶奶派来保护我的 伯旺不屑笑了笑 人家有心搞你 连你一支军队也没用 陆知灵很认同伯旺说的 从张书这事就可以看出 都是老熟人了 说杀我就真的来 一点防范都没 不过还是留着吧 奶奶说这批人信得过 我也没那么多好运气 次次能等到你来救我 文言 伯旺抬眸看了他一眼 忽然道 让他们站成一排 陆知灵虽然有些莫名 还是赵左 保镖们听分数 站成了一排 伯旺眼睛锐利向阴眼 扫视着每个人 随后冷笑了一声 从左边起 一四五九 这几个可以留下 其余不要 听到这话 陆知灵好奇问伯旺 是会看面相吗 知道哪些人会忠诚 伯旺转模像看傻子一样看他 这世上不存在绝对忠诚的人 下一秒伯旺故意大声冷冷的 留下托家带口 你要出事 就让他们的家人给你陪葬 好让你死得没那么憋屈 保镖们听了身体不惊一将 陆知灵也是愣了一下 谢谢你这么为我着想 随后陆知灵上车了 他心里憋着一句话 今天一定要说 伯旺 说 我陪不了你很长时间 在这段有限时间里 我绝对不会害你 背叛你 风批老公不顾娇妻怀孕 数月把车开上了高速 结果娇妻吐成狗 陆知灵上车后 跟伯旺坦露心声 我陪不了你很长时间 在这段有限时间里 我绝对不会害你 背叛你 与其每天战战兢兢 道不如一次性说清楚 要是伯旺能放下更好 文言伯旺沉默了片刻 忽然一脚踩下油脑 触不及防的加速 陆知灵吓得死死捉住了安全感 不到半小时两人抵达医院 陆知灵被伯旺强行转着往前走 伯旺两米的大长腿 踢开了病房的门 随后伸手搂住了陆知灵纤细的腰 陆知灵凌空旋转了凳圈 伯旺抵住关好的门 低下头吻上了他的唇 没有什么潜尝机智 只有吞没而知的郑有欲 他的手肆意俯上他的背脊 陆知灵错愕抬眼 伸手想推开 却不经意撩过他衬身下来 指尖处碰到他结实的腹肌 说着 他将陆知灵摁倒在病床上 眼看要乱套 陆知灵连忙推开他 不行 伯旺 真的不行 我说的 我做到了 你敢赖账 伯旺当他玩欲擒故纵 陆知灵 睡一次 老子给你报仇 怎么样 这话从头到尾他没说过一个字 他也没给反驳的机会 所以玉云飞和夏美琴的失踪 真的是伯旺干的 陆知灵正想要说什么 伯旺一个翻身躺在床上 将陆知灵抱在上面 想在陆知灵开口前 他先说 伯旺 你流氓 你正常吗 陆知灵尝试挣扎从伯旺身上支愣起来 伯旺 你等等 我有话要对你说 做完再说 伯旺不耐烦抬手按住他的脑的腰子 这一案 陆知灵突然一阵晕血 反胃感猛然冲了上去 伯旺满脸飞泻 死死盯着他 陆知灵连忙无嘴 并冲进洗手间 大吐特吐 吐完他竖了竖口 此时一道高大的阴影站在他身后 伯旺眼神充满了力气冷冷了 看见我就想吐啊 怀过孕的都知道孕吐只是正常孕气的 而这位疯批大直男老公 竟然以为娇妻是看到自己就想吐 看着陆知灵吐成吐 伯旺眼神略过一抹灵力 看见我就想吐 陆知灵连忙摇头 不 不是那样的 伯旺冷哼了一声 转身就走 他误会了生气了 哄不好了 陆知灵赶紧追了出去拉住他的手臂 孕吐很正常 我有时候走着走着都会突然反胃 这个跟你没关系的 下一秒伯旺突然伸手掐住他的脖子 将人问在墙上 低谋逆向陆知灵 眼神浮现着一丝丝要杀人的力气 嗓音低沉而狠 陆知灵 不是第一次了 老玩这套有意思吗 老子不陪你玩了 懂吗 伯旺的手狠狠用了下你 然后松开走人 没走两步 他腰间多了一双柔软的手臂 伯旺步子一顿 低谋看向紧紧抱住自己的双手 陆知灵整个人都贴着他的后臂 声音温柔 我真的不是欲擒故作 我也真的希望你能找到那个足以与你相配的人 而且我 说着说着陆知灵哽咽 我什么 伯旺冷冷问了 没有甩开他的手 而且我不想你看到我最难听的一面 随后两人来到窗边的小桌子坐了下来 陆知灵满脸窘阔把手机递给了伯旺 手机屏幕上是一些运气安全知识 前三个月后三个月容易流产 什么运吐可能引起尿失禁 尿失禁 伯旺眸光一鸣看向陆知灵 陆知灵显得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伯旺这个变态能不能行 就在此时伯旺突然开口 去换裤子吧 陆知灵正住了 太干大了 这个可恶的男人 这又是什么清奇的脑回路 看着陆知灵一脸不自在 伯旺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 陆知灵一个机灵 立马起身 没什么 我去换 虽然刚刚他并没有那个症状 但是为了让伯旺相信 他还是含泪冲进洗手间换了身衣裤 猜想大概经过这次 伯旺再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欲望了吧 伯旺将手机扔在桌上 你要和我说什么 闻言 陆知灵暗暗松了一口气 抬眸看向他 我不想只做那个挨打 我要打回去 伯旺薄唇唇微勾 表情诡异 死死盯着陆知灵 猜猜接下来伯旺要说什么 怀孕娇妻向疯批老公撒娇 疯批老公顿时观顺性绵羊 可下一刻又秒边打灰狼 伯旺看着陆知灵沉默了一会 好 你要什么 手 脚 还是器官 心脏 肠子 陆知灵听的差点又引起运动 他调整了一下 呼吸缓缓道 瞎人诛心 说一句 陆知灵摸着肚子 不管谁要杀我 冲的都是我的肚子 既然想要继承人的位置 我偏不要他们得逞 伯旺 你去拿吧 只有你得到那个位置 我们的孩子才能够安全出生 伯旺听着 失笑了一声 何必这么麻烦 孩子出生 他要是不想活正好 要是想活 我替他把岛路的人扫一下就好 此刻陆知灵对伯旺有点无语 作为父亲怎么能说这样子的话 这些年替自己父亲干 见不得光的事就算了 以后还要替孩子继续吗 不可以 陆知灵大声呵斥 你作为父亲 不能只是一把枪 子弹也有用完的一天 你必须是坚不可摧的高楼 能为孩子遮风挡雨 伯旺突然皱眉 什么叫子弹用光 你在质疑什么 那晚是你一直求饶 我才放过你 伯旺你满脑子都是什么黄色废料 陆知灵尴尬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在伯家时间只有两年不到 以后陪在孩子身边的只有你 如果你不能安然护他长大 他怎么办 伯旺听着这话 心口莫名一股烦躁涌上来 好一会 他开口 你凭什么认为我不能安然护他长大 陆知灵看着他叹了一口气 那我直说 你别生气 首先你一直活得压抑又悲观 我担心你自己都不知道能撑到什么时候 其次 这个世上没有人可以一直在非暗中游刃有余 被绊脚是迟早的事 听到这 伯旺突然明白了老太太找的 并不是收拾行李那么简单 老太太自己办不到的事 她就找你来办了 说着伯旺站了起来 眼底尽是阴冷 真等你们来为我操心 我伯旺早投胎八个字 陆知灵也跟着站起来 态度坚定 一个人连光都没碰过 凭什么说那温度一定会灼伤自己 闻言伯旺冷哼一声 你是觉得我不敢 陆知灵接着用激将法 对 你就是在怕 陆知灵挺直腰感 字字扎心 你躲在自己的舒适区久了 即便不喜欢这个舒适区 你也不愿走出来 不然你怎么分不清人间还是地狱 怒意瞬间染上伯旺的眉梢 完了完了 陆知灵不禁身体一焦 他深呼吸了一下 突然扑进伯旺怀里 伸手还住他的腰 声音温柔响起 伯旺 让我陪你试试好不好 你不是无聊吗 就当我陪你打发打发时间了 本来火气已经冲到伯旺头顶 这一声撒娇突然就降下来 伯旺一把抓住他的手 将他摁在墙上 大手从他的背挤摸到腰部 性感而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打发时间是吧 做到死更有意思 要不要试试 怀孕娇七千里寻敷 却发现老公躲起来睡大觉 身边还有美女相对 伯旺紧紧搂住陆知灵的腰 眼神里浮现着几分戏嘘 做到死更有意思 要不要试试 此刻陆知灵深刻体会到伯旺是个疯子 你没敢吭声 生怕又刺激到伯旺 见陆知灵颤颤巍巍 伯旺冷笑了一声 陆知灵 你也就这点胆子 说吧他转身头也不回往外走 他一走 陆知灵须拖得跌坐在椅子上 想想都后怕 仿佛答应老太太的事有点草率 就在此时手机信息音响起 丁玉君发来的信息 提醒他抓紧时间搞定伯旺 陆知灵知道搞不定伯旺 就没有江南老宅 同时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面对各种风浪 他不甘心就这么放弃 上午他找遍了伯旺的私宅都没找到人 最后还是拜托丁玉君才找到的伯旺 于是当天下午陆知灵顶着大日头来找伯旺 这次伯旺跑得有点远 都跑到海上去了 前面白色的豪华游艇 还没靠近 陆知灵就听到上面传来炸的狂欢声 穿着比基尼和泳裤的男男女女 站在外面手舞足蹈 不疑会寂静发现了陆知灵 有些惊讶 陆老板怎么来了 我找伯旺 旺哥正在睡觉 要不你吓回他来呗 闻言陆知灵以为伯旺不想见自己才躲起来睡觉 他也不废话 直接抓住大游艇的栏杆 头往里面探 随着海水的荡漾 陆知灵站得摇摇晃晃 看得在场的人胆震心惊 寂静先开口 陆老板你这是做什么 很危险的 陆知灵抬头恶狠狠看向寂静 我怀孕了 你应该不想我在你们组的局里一事两命呢 闻言寂静慌的一体生怕出事 连忙安排人将他放上去 陆知灵上了游艇 不顾众人异样的眼光 镜子穿过人群往里走 八卦的寂静集冲冲跟了上去 你怀孕了 谁的呀 我老公的 陆知灵随口回答 卧槽 多久了 两个月 寂静都听傻了 算了下时间 那不是公家宴会之前就有了吗 这么爆炸性的信息 直接把寂静找到外交人 突然感叹到 旺哥与众不同的众口 陆知灵推门而尽 里面的男男女女 毫不避讳的各种不雅行为 陆知灵表示辣眼睛 终于在乱七八糟的光线中 找到了坐在角落的伯望 伯望靠在沙发上 单手撑着头睡着了 光线掠过她的脸 冷峻感油然而生 敞开的衣领 迷人的锁骨微露 整个人显得性感又放大 就在此时一旁 一位比基尼美女 小心翼一位伯望盖上她 陆知灵沉默看了过去 那女人立刻敏感看向她 语气充满敌意 你是谁 陆知灵反问 你又是谁 此刻似乎能感受到 陆知灵一丝丝的醋意 这个男人太过分 竟然当众羞辱自己的怀孕娇妻 只应娇妻劝她回家继承千亿家产 陆知灵盯着伯望身边的女人 心里粗意犹然而生 见状寂静连忙赶走那个女人 那女人撇了撇嘴 心不甘情不愿离开 寂静看向陆知灵女众心肠劝说 陆老板 我很欣赏你 所以跟你说句肺腑之言 这个圈子玩玩就行 别太往上赶 到时候吃亏的肯定是你 可是陆知灵表示 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等到伯望 寂静声怕又惹得伯望大发雷霆 想让陆知灵离开 可陆知灵坚持 只见她走到一旁空沙发坐了下来 直接给寂静整不会了 随后陆知灵拿出隔音颖塞进耳朵 静静地欣赏着伯望的盛世美颜 就在此时刚才那个比基尼美女 又跑到了伯望身边 还在她身边搔手弄姿蹭来蹭去的 眼神里尽是挑衅看向陆知灵 随后指尖在那厚重的红唇上抹了一下 直接蹭到伯望雪白的衬衫领子上 满脸毒蛇般的贪恶 还伸手俯上伯望精致的脸床 心想着要是能掉到伯少这种大人脸 都要少奋斗几年 突然伯望睁开大眼睛 她冷冷看了一眼身前的女人 女人一个机灵 伯伯少 下一位 伯望一个大嘴巴子 女人飞出了梁明远 你他妈犯什么剑 女人一声凄厉惨叫打破了场上的喧闹 众人的眼光纷纷投向了这边 只见女人躺在地上哀嚎 陆之灵朝伯望走去 一旁的寂静拼命摇头示意陆之灵不要过去 可陆之灵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她地眸看了一眼冰桶里的烈酒 随后拿起刀在手中的面筋纸上 走到伯望面前 弯下腰捏住她的衣领 轻轻擦拭上面的口红印 伯望懒懒靠着沙发 眼神深沉看向陆之灵 完全挺不出她的喜怒 陆之灵边擦着口红边说 能跟你聊聊吗 伯望薄唇微勾冷笑了一声 陆之灵你胆子怎么是小事的 上个床推三阻四 却敢在她面前避避个不停 陆之灵继续温柔劝说 既然不喜欢现在的生活 就要尝试改变 伯望甚至都佩服她的勇气 她抬手握住她的后颈 将她扯到一旁 先是拿出冰桶的烈酒 然后一脚将冰桶踢飞 冰桶真可怜 无辜受伤 冰块洒落一地 来 给陆小姐铺条路出来 伯望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你陪我玩 我就考虑考虑 怀孕娇妻被人羞辱 疯批老公竟在一旁看热闹 伯望眼神里掠过一丝变态的戏许 来 给陆小姐铺条路 闻言一群顽固像是疯了一样 拿来的几桶冰泉都撒在地上 铺出一条冰路 伯望变态行径 让陆之灵心底部进一场 只见伯望兴致勃勃勃看向她 来 走一遍 我就考虑考虑 陆之灵深知走上去她解救废了 更何况现在她还是个孕妇 她连忙摇头 伯望根本没给她说过的权利 她抬眼冷冷看向陆之灵 是不是觉得我就你一次 你就跟鼻子剩脸了 陆之灵委屈道 我没这么觉得 此时有人立马起哄 来来来 美女 旺哥给你开条件事给你机会 别不知好歹 几个男男女女上前 有抓住陆之灵手臂的 还有帮她拖鞋的 有种逼良为娼的记事感 陆之灵大声呵斥道 放开我 可瘦弱的她根本不是那么多人的对手 她眼神充满哀怯看向一旁的伯望 但她依然懒懒靠在沙发上无动于衷看着 丝毫没有要救她的意思 陆之灵心都凉了半截 知道伯望冷漠 但是不知道伯望这么冷血无情 开心的时候可以玩命救她 不开心可以玩她的命 她错了 老太太也错了 伯望就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狼 她没办法把她拉出来 反而会被她拉进地狱 走啊 有人推了一把陆之灵 她亮枪差点摔了下去 她勉强稳住了自己 旺哥玩你是看得起你 董事的话就自己扒光躺在冰上逗我们忘歌乐一了 此时新的一轮起哄又开始了 众人喊着让她扒光 陆之灵一脸狼狈站那死死盯着伯望 或许是时候放弃了 这个男人已经没救了 她转身就想离开 结果被一个猥琐男扯住了她裙子的吊白 顺手将两块冰丢进了陆之灵的胸前 胸前的布料瞬间湿透 寒意渗进皮肤 只见猥琐男色咪咪盯着她 美女来玩吗 伯望看着眸色猛的一尘 被羞辱的男堪 愤怒全都涌了上来 陆之灵脸色苍白 手死死捂着胸前的一片春光 另一只手狠狠给了猥琐男一个打力 被打的猥琐男恼羞成怒 扬起手准备还手 结果一把水果刀飞了出 直中猥琐男的手掌心 猥琐男撕心裂肺的惨叫 全场肃静 众人错愕看向伯望 刚刚那刀明明就在伯望手上 现在他一双眼阴沉的看着众人 得罪封批大佬只会受点皮外伤 可得罪封批大嫂真的有可能命伤当场 看着陆之灵受屈辱 伯望这个变态又于心不忍 他用水果刀刺穿男人的手掌 男人嗷嗷惨叫 血淋淋的手掌 陆之灵见了还是不解恨 毫不犹豫将男人掌心的刀用力拔了出来 西瓜之狂飙 见了他一脸 男人再次惨叫 陆之灵扔掉刀 抄起酒瓶朝男人的脑袋狠狠砸了过去 男人当场痛晕了过去 见识了陆之灵的狠辣 在场所有人顿时压去无声 此刻伯望甚至连坐姿都没变 但是看地上男人的眼神 仿佛就像看一只卑贱的蝼蚁 在场的人全是猛逼脸 不是说好的耍女人吗 怎么就换人了呢 而陆之灵眼睛都不咋 转身走进了卫生间 他冲洗着脸上的西瓜汁 看向镜中的自己 眼睛有些泛红 他强忍着那抹被羞辱的酸涩 他调整了一下呼吸 随后便推门走出去 外面已经被清场 只见博望慵懒坐在沙发上抽烟 陆之灵快步朝他走了过去 站在他面前扬起手 内心想给他十万个大逼斗 若不是他挑起 他也不会受到七尺大辱 博望抬眸逆向他白皙的手 眼神里充满了凉意 但依然坐在那丝毫没有多余的反应 为了在博家能好好活着 他暂时不能与疯子为敌 最后陆之灵只能默默咽下这口气 缓缓把手收了回去 作死的博望眼皮轻撩并挑衅 怎么 不打了吗 舍不得呀 对 舍不得 陆之灵随口敷衍了一句便转身离开 他一刻也不想留在这个鬼地方 此时此刻博望有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了心头 他挂满黑线的脸似乎随时要爆发 但最后他也只是默默看着陆之灵离开 猎妻一时爽 追妻火葬场 博望终究还是抵不过陆之灵的柔情夜席医院 凌晨台上凶残的拳击比赛如火如荼进行中 可丝毫勾不起博望的兴致 他脑海里萦绕着都是陆之灵说过的话 一个人连光都没有碰过 凭什么说那温度会灼伤自己 让我陪你一起试试好不好 拳击赛结束 寂静邀请博望到他家喝点82年的饮料 没意思 回去了 博望拒绝后头也不回直接离开 留下寂静傻愣在原地 旺哥今天反常啊 不到三点就回家 凌晨三点的地江挺安静的可怕 博望到家门前 发现脚边放了一个维斯卡 他冷冷看了一眼并快脚踢倒 里面放了一张银行卡 一罐茶叶 还有一张纸条 清丽淡雅的自己一眼就看出是陆之灵了 纸条中说他知道自己僭越了 银行卡里的钱用来陪他沉浆的车 不够的会慢慢缓 茶是有助睡眠的安神茶 还细心附上了服用说明 最后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打扰他 博望眼神顿时按了下来 死死盯着茶罐上的最后四个字 祝君好梦 心里莫名涌上了一股难受 此时医院里的陆之灵沉沦在梦里 几个哥哥带他到河里抓鱼 打打闹闹 说说笑笑 突然一条黑的发光的大鱼从水里跳起来 下一秒直接缠在他脖子上 他快要窒息并用最后一口气喊出救命 可哥哥们完全没有听到 挣扎着在黑暗中睁眼 突然他对上了一双恶灵的眼 并下的身体一将 大声喊起了 救命 下一秒嘴巴被冰冷的大掌捂住了 这熟悉的木质香 一个不悦的声音至他头顶落下 是我 叫什么叫 陆之灵坐了起来错愕看向他 下意识缩了缩身子 只见伯望坐在床边脸上鲜冷不爽 陆之灵颤颤微微道 你怎么来了 伯望冷冷回答 怎么我不能来啊 陆之灵没在动 眼神尽是委屈 我以为你还在生气 陆之灵心里害怕急了 以为伯望是来报复他的 见状伯望捏住了陆之灵下巴 你是在怕我 陆之灵一把拉住伯望的手卑微道歉 并表示从此不会再承认他的生活 伯望冷笑了一声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陆之灵回答的小心翼 生怕又把伯望这个变态惹我了 陆之灵 你的血真甜 封批大佬一言不合尽把怀孕娇气给咬了 经过上次的屈辱 陆之灵对伯望更加小心翼 并表示再也不会插手他的生活 见状伯望冷笑了一声 用力捏住了陆之灵的响 陆之灵你挺有意思的 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 是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此刻陆之灵怒目不顾眼 到底谁有意思 他惹不起还不能躲吗 非得追来医院 难不成真的要弄死他呀 陆之灵抿着唇不发抑郁 见状伯望更不爽 谁让你闭嘴了 陆之灵受够了 他使劲推开了伯望 只见陆之灵全缩成一团 是那么弱小那么卑微 伯望 我是喜欢你 我也知道都是我一厢情愿 况且经过游体迷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所以我不会再爱你眼了 话音刚落伯望忽然吻上他的唇 面对伯望强烈的掠夺 陆之灵试图挣扎 但却无济于事 仿佛越是挣扎 越是想贴近他怀里 伯望的吻带着强烈的侵占性 陆之灵快要喘不过气 下一秒时间一股疼痛 血腥味在两人的唇间迅速扩散 暧昧而疯狂 陆之灵痛得心里嗷嗷叫 却看到伯望疯了一样在回味 陆之灵 你的血是甜的 在寂静的夜里 他甚至听到了他的吞叶声 真的变态到极致 他的呼吸也跟着混乱了起来 陆之灵深知无法挣脱博望 他一下子瘫软在他温热的怀里 博望就这样静静地抱着陆之灵 就像一对亲密的恋人 病房里的空气一片死寂 突然博望开口 还想不想试 眉头眉尾的一句 是什么 陆之灵眼中掠过一抹恶然 仰起头正好对上他好看的下河线 你改变主意了 博望低下头直勾勾盯着他 漆黑的双眸更显深邃 陆之灵脑子里转动起来 闪过无数的想法 不管如何 博望同意争继承人的位置 对他和肚子里的宝宝而言 都是百利无遗憾 想着想着 他更加柔顺贴近他的怀疑 紧紧抱住他 笑得简直不要太开心 博望 太好了 博望被抱的喉咙一阵发干 抬起手拖住他的后颈 就要准备吻上去 陆之灵察觉到他的意图 没来得及神朵 博望就轻轻吻上他的额头 我要抢这个继承人的位置 你就这么开心呢 不知道还以为是你要做 不加继承人的位置 陆之灵笑着表示 当然开心 为了更好帮助博望 陆之灵决定出院后 搬进地将停住 闻言博望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现在你到床上来更快 虽然病床不大 但也够用 陆之灵顿时傻眼 博望这个变态 到底脑子里装的 都是什么黄色肺鸟 总能把他的话歪歪到外太空 冲踢老公吃醋吃到女仆头上 只迎交气给女仆 也送了同款小花花 陆之灵希望出院后搬过去 跟博望一起住 博望兴奋到满脑子 都是黄色肺鸟 陆之灵连忙解释 我搬过去肯定不会 不要脸跟你住一间房间 只是单纯想近距离照顾你 博望伸手抬了抬陆之灵的想法 陆之灵微微张着唇 舌尖破出了点鲜红 我惊你一下 你就敢动搬我那去的念头 真要让你搬进去 你会不会动更深的心思 旺仔这自我攻略 真的随时上线 可是陆之灵是真实的人间清醒 他不会对博望有什么非分之想 况且他知道博望只是一时兴起 那个吻没有任何意义 博望你放心好了 你单身 不属于我 听完陆之灵的一番话 博望眉头紧锁 内心一股不明所以的烦躁涌上来 随你 博望心想既然他要是 那就索性陪他玩玩 随后陆之灵又提出 你那房子有点空 我能置办一些家具吗 博望明明就宠着陆之灵 却又随口说出随你 陆之灵笑着伸手拿起一条宝塔 时候不早了 你就别回去了 早点休息 明天再聊 说吧 也没等博望回答 他就镜子走到角落里的沙发坐下 关掉灯准备睡觉 博望傻坐在床上 突如其来的黑暗 让他面色沉默了0.08秒 明明不大的病床 此刻显得空空荡荡的 妈的 他这是跑来抢病床的 博望 算你还有点觉悟 知道还不算太晚 他双眸转动逆向角落的人 以为他会被他叫到床上睡 结果他竟然没有 直接拉过被子躺下睡觉 等在醒来时 已然是天亮 此时淡淡的花香萦绕在博望鼻尖 他转头看去 只见枕边有一只黄色玫瑰花 他拿着玫瑰缓缓坐起了身 面无表情冰着 正在泡茶的陆之灵 见他醒来笑了笑 醒了 博望捏着手中的玫瑰 询问道 什么意思 我在医院花园摘的 希望你今天有个好心情 博望吃笑了一声 不懈地转了转手中的玫瑰 就凭一朵小泊花就有好心情了 是我三伯母说的 他喜欢养花 和我三伯一花定情 所以后来三伯母就说 每天醒来看到一只花 一整天心情都会好 不然他想到当年 大哥耗逛了三伯母一花园的花 气得三伯母直哭 说到这陆之灵笑得更是开心 每每提及家人陆之灵眼里都有光 我望这个家伙听了一大段话 就只听到四个字 一花定情 不愧是我望哥 很会抓重点 瞬间又开始攻略自己 陆之灵对我用情置身了 还说自己清醒 就在此时 江福生拿着伯望同款玫瑰花 兴奋冲进了病房 并感谢陆之灵送的小花花 伯望脸色顿时暗了下来 直勾勾盯着江福生手上的花 怒吃到 把花扔了 这没头没脑的一句 下的江福生不禁身体一降 扔 伯望语气冷到能杀人 可怜的江福生和小花花都被信念了 我现在就去 陆之灵也不知道伯望 为什么突然发那么打 他以为他不喜欢玫瑰花 只见伯望手一松 玫瑰花随之落地 接着伯望站起来 用四十四码的大脚 直接将玫瑰花碾了的粉碎 陆之灵就这样默默看着 也不知道说啥 随后伯望低谋眼神里 略带一抹杀意 陆之灵你记住 不要给我和别人一模一样的东西 陆之灵俨然没察觉伯望那是吃醋 只是单纯觉得变态不好惹 他温柔地笑着答应伯望 以后不会了 豪门大哨满身西瓜枝回家 富豪父亲不但不关心 反而满腔怒火 陆之灵告诉伯望 早上奶奶打过电话来 他说你父亲要把你母亲的遗产捐赠 我觉得御医和下一应该回去吧 陆之灵意思很明显 就是告诉伯望该放人了 文言伯望脸色阴沉 谋色略过一抹杀意 为了帮伯望洗脱绑架嫌疑 小机灵鬼陆之灵上线 他晃了晃手中的化妆箱 大家猜猜他要做什么 另一边神山伯家书房里 伯真龙让文达马上通知律师 他要跟律师商量遗产捐赠具体事宜 好的 我这就去 伯真龙坐在书桌前 抬手揉了揉眉心 两久 他闭上眼 含恨般自言自语 你反骨 你生的儿子也反骨 我们俩到底谁不放过谁 忽然 门被用力推开 只见文达激动地扑了进来 先 先生 御夫人和夏夫人回来了 文言伯真龙脸色铁青 手回来了还是脚回来了 文达听到都闪了两秒 人回来了 此刻伯家大厅里 衣服凌乱的御云飞和夏美琴坐在沙发上 像是被吓到灵魂出窍一般缩成了一团 见御云飞像是不对劲 庸人上前询问 怎料他突然疯了一样跳了起来并打脚 不要碰我 另一边夏美琴则抱着头 喃喃自语 我男朋友是伯真龙 我男朋友是伯真龙 他不会放过你们的 只见伯真龙匆匆 云飞 美琴 不用怕了 你们回家了 文言伦的女人才呆呆抬头看见他 看了好一会 两人不约而同投进伯真龙的怀里 宾 真龙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伯真龙紧紧抱住两人 随后低头看向两人 还有些疑惑 你俩身上真的没什么莫名其妙的刀口 毕竟以伯望平日里的作风 至少得少个事 夏美琴摇了摇头 表示那群人就是恐怖分子 居然把他们丢进了蛇灵 伯真龙连忙安慰 没事 以后绝不会让他受委屈 一旁的玉云飞叹不过伯真龙偏爱夏美琴 他立马打断两人对话 真龙 绑架我们的人都是戴着连衣帽和白色面具 不知道什么来路 伯真龙一听描述 就立马想到了活死人这个组织 就在伯真龙正要准备大发雷霆之际 一个焦急的声音传来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少爷受伤了 众人错愕抬头看去 只见陆之灵扶着伯望缓缓走来 伯望短发凌乱 一张俊俏的脸上 满是血和淤青 身上的衬衫也被割了数不清的口子 大厅里的所有人同一时间傻眼 这什么情况 绑架犯比两个肉票伤的还惨烈 陆之灵把伯望扶到了一旁的单人沙发坐下 转头看了看玉云飞和姓美琴 玉姨和夏姨没事就好 也不枉伯望丢了一条命 全场鸦雀无声 像看神仙一般看着他 只有伯望懒洋洋往沙发依靠 兴致伯勃看着陆之灵演戏 自己却发言了 可此时的神助攻怎么还没登场 片刻后陆之灵露出了迷之微笑 原来丁玉君和薄清凌终于来了 看到浑身西瓜枝的伯望 丁玉君眼睛不经意红 朝伯望飞奔而去 伸手轻抚着他伤得有点重的脸 伯望 你怎么伤成这样 就算救人也要保护好自己啊 要你有什么三长两短 叫我跟你爷爷怎么办 丁玉君说到动情之处 狠狠摸了摸他的伤口 一抹乌子的颜料无声无息粘在他手上 伯望没什么情绪看着他 没死 放手 真的一尖子都是细精 这是一场妥妥的豪门财产争夺的喜 细精老婆跟细精女们联手打的众人措手不及 封批老公却在一旁躲青闲看热闹 丁玉君的哭戏眼门是一个精彩 我可怜的他孙子 突然有人忍不住问道 老太太 您刚说的救人是什么意思啊 丁玉君擦了擦眼泪回头看向众人 怎么 你们都不知道吗 云飞和美琴能回来多亏了不忘 他只身闯蛇铃 差点丢了命 玉云飞沉默了 夏美琴也不再哭唧唧 回想了一下 这剧情怎么他们不知道啊 他们只知道突然被绑去了蛇灵 又突然被送回来 博望什么时候出现救人的呀 博真容没出声 有人听得凌乱说道 可云飞和美琴说 绑架他们的是活死人 文言丁玉君干脆对了回去 这活死人跟我们博望有什么关系吗 是博望申请了专利的吗 老太太这套强词夺理的本是探深得陆之灵的心 虽然丁玉君表演的声泪俱下 但博真容依旧怀疑博望并讽刺道 你会为了救他们完命 博望懒得搭理直接撇过了头 见状陆之灵躺在博望身前 明亮的双眸平静看着博真容 父亲 说实话 博望不是为了救他们拼命 而是为了自正清白拼的命 陆之灵扫失屋里所有人 寓意和下一一出事 大家想都不想都认为是博望做的 我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来到的逻辑 夏美琴不爽陆之灵口口声声维护博望 他冷冷道 逻辑就是你沉江 然后我们才出事 明显是博望为了帮你报仇才出手 陆之灵痴笑了一声 那么说大家都认为我的沉江 跟御仪和下一一有关了 夏美琴又蹦不住了 连忙解释 别胡说八道 我干嘛把你沉江 我儿子又不是博家最受宠的 夏美琴这话里有话 御云飞听着反而很淡定 像极了成熟的长辈 对待胡闹的晚辈一般温柔 之灵 你觉得御仪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 陆之灵表示我和博望当然相信二王 可家里人好像不怎么相信 全场鸭雀无声 陆之灵又将视线投回博真容身上 他替博望不值 多年来 别人对博望有偏见 他都能挺 可父亲明对他有偏见 他受多少伤都很难挺下来 随后陆之灵对江福生使了个眼色 只见江福生在他面前扔出了个破坑 他立马跪下 众人傻眼 陆之灵恳请博真容将博望和他母亲的名字 从祖谷中划去 他不忍看着博望在博家受尽委屈 至少这样子做 大家对博望的偏见就会少赌 文言博真容脸色黑如墨汁 他怒斥道 你在胡说什么 他心底对七血的感情很是复杂 就算七血成了鬼 也休想离开自己 既然大家觉得博望不配这个位置 哪怕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觉得是博望在当坏事 那么只要博望不再是博家长子 大家才会安心 可博真容认为是博望自己不争气 而且既然觉得委屈 那便承担起博家长子该有的责任 听到这丁玉君也出来帮枪 不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既然如此 真容 那就让博望进财团历历历练吧 夏美琴突然省了眼 终于明白了他们搞了这么一出 就是为了让博望进财团 他绝不允许 他立马将博望那些年亏损几十个亿的事情 搞不出来 下一秒博望一个死亡眼神杀 夏美琴吓得屁都不敢放影 陆之灵顿时猛了 毕竟在博望的陈年故事里没有听到过这一则 风批大佬把整个家族闹得鸡飞狗跳 自己却淡定做等好戏上演 玉云飞看向丁玉君笑着表示 我手底下的酒店和娱乐公司经营的都不错 博望过去就可以轻松管理 您看给博望选一个怎么样 丁玉君一脸不悦 毕竟这些都是财团的边缘产业 他立马看向博真容 想给博望争取个更好的位置 结果博真容脸色阴沉看向博望 就娱乐公司吧 你过去全面接管 两个月只要你做出成绩 这家公司股份全部归你 玉云飞没想到拿起石头 找到自己脚趾 这公司重头股份都在他手上 博望一个空降兵万一做出成绩 他将要把辛苦劳动成果拱手相让 尽管他心里有气 也不敢在博真容面前表露出来 此时陆之灵沉默了 不过他明白第一步 让博望从低做起也许是好事 他同意就这么办了 随后将服升服他站了起来 玉云飞突然皮笑肉不笑开口 太好了 有博望帮我分担 那我有时间飞去看看博棠和博园 一旁的夏美晴一下子就看出玉云飞的狡诈 先将自己置身事外 接下来如果家里再发生点什么事 博望也追究不到他头上 夏美晴的大嗓门稿的全世界都听到他说的话 细经陆之灵开始演起来了 立即劝告 夏颖 千万不要这么说于你 他不是这种人 夏美晴一听心情更不美丽了 难道你被玉云飞收买了 这么喜欢替他说话 你都不看看是谁的好大 盯着博家继承人的位置 这明显的意犹所指 突然勾起了陆之灵破案的冲动 夏颖 你这么笃定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啊 玉云飞真害怕夏美晴这个大嘴巴 说了什么不利于自己的话 假惺惺喊冤道 夏美晴 你一向好斗 我都不跟你计较 可你不能劳往我身上泼脏水 而且谁能保证你好无二心啊 说不定是个一身二鸟的好计谋呢 玉云飞这反击也是绝了 三言两语又把屎盆扣回了姓美晴头上 夏美晴彻底怒了 玉云飞 你别嘴喊抓嘴 我和真容真心相爱 我不在乎长不长子 不像你 真容都已经跟你分手了 你还舔着脸留下 你图什么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薄真容终于忍不住怒吼道 吵够了没有 顿时两人都不敢出声 并有些惧怕看向他 平时薄真容都不怎么爱管束自己的女人 今天居然发火了 突然两人不约而同看向陆之灵 像是明白了什么事的 平时温顺的人 没想到玩得一手好挑拨离间 只见陆之灵念容淡定从容 依然不卑不靠 啪啪啪 突然清脆的掌声响起 陆之灵回头一看 只见薄旺一脸讥讽笑了笑 沾满鲜血的手狠狠拍了几下 精彩 陆之灵不仅心底一颤 瞬间明白了薄旺这个变态 就是为了打的时间的 根本没心思放在夺权上 不然这个时候怎么敢挑衅薄真容 丁玉军也慌了夏立马出来打圆场 之灵你怀着宝宝呢 赶紧陪博望回房休息 秦医生快到了 文言陆之灵配合地 浮起了浑身是伤的博望 正要离开之际 博望向御云飞和夏美琴 投去一个淋漓的眼神 二位受累了 已经为二位准备了补品 下一秒一大盆蛇羹被打上桌 蛇被大卸扒快 中央的舌头犹为触目惊心 御云飞和夏美琴 瞬间下的灵魂出窍 浑身发抖 气得薄蒸容火冒三丈怒斥博望逆子 随后让人把蛇羹拿走 只见博望薄唇微钩 眼神里掠过一缕玩味的戏血 两位好好享用 这可比杨汤的 陆之灵都有点担心博望这么一搞 会不会到手的机会就飞了 怀孕娇气一见到风梯老公就想吐 风梯老公怀疑他对男人过敏 陆之灵和博望安全回到了房间 刚进屋博望就已经脱下了声音 随手就将破烂不堪的上衣丢进了垃圾桶 布满伤痕的躯体看上去 有一种支离破碎的眉 博望朝浴室走去 陆之灵把他拦了下来 表示得先卸妆再洗 不然化妆品残留要伤害身体了 博望一大佬爷们嫌麻烦拒绝了 陆之灵虽然可惜他帅气的脸 妖娆的妖 但还是无奈摇了摇头 就在此时博望一把拉过陆之灵的手臂 你给我擦 没等陆之灵粉银过来 博望就拽着他往浴室走 随后博望往浴缸边上一坐 两手搭在边上 双眸死死盯着陆之灵 陆之灵见他满身鲜血 有些无从下手 便让他先冲洗一下 再给他擦 闻言博望二话不说 开始松起了裤腰的 流氓 陆之灵立马制止 就这样吧 不用脱了 他立马拿着吸了水的毛巾 走到博望身边 给他擦脸 博望甚是配合 没有乱动 只是直勾勾盯着他 博望抬眸凝视着他白皙的脸 目光落在他抿着的红唇上 忽然开口 你的戏眼的不错 三言两语就将我塑造成委屈的 要死还要英勇救人的形象 让博家对我进财团 提不出半点之意 陆之灵一边替博望卸妆一边倒 他也是效仿当年大哥 进财团时的做法 总之 用魔法打败魔法才爽 他说得正起劲 下巴突然被一只冰凉的大手 死死捏住 博望紧紧逼近他的眼 他谋色深得 像是能把人吞进深潭 对我演过了吗 陆之灵不禁心底一颤 这变态原来在这等着 他故作镇定低头委屈反问道 我今天这样很心机girl 很不讨喜是吗 我望见他彷徨而不知所措 便松下了手 无所谓道 你想玩就玩 只要不玩到我头上就行 否则就等死 听到这陆之灵一副 吃了苍蝇的表情 心想要是让他知道 他早早就玩到他头上 那真完蛋了 他尴尬笑了笑 继续为他擦拭脸上的伤痕 一点点擦拭干净 接下来你自己擦 陆之灵换了一条洗脸巾 弄事以后递给他 可不忘没有接 我说了 我嫌麻烦 陆之灵深呼吸一口气 硬着头皮帮他擦拭结实的胸膛 只见伯望身体绷紧 胸膛起伏得有点厉害 无狐 我们旺哥紧张了害羞了 寂静的空气 男人的呼吸声成了唯一明显的动静 突然陆之灵被拦腰抱起 他一抬眸就撞进伯望危险的目光中 糟糕 难道这个男人又想那个啥 下一秒他灵光一闪 立刻做出呕吐状 见状伯望反应极快捂住他的嘴 眉头拧得厉害 你他妈对男人过敏 一碰就吐 哈哈哈哈 旺哥 咱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紧紧对你过敏呢 陆之灵一脸无辜看着他 接着被伯望无情丢出了浴室 陆之灵离开后伯望起身走到淋浴房 打开冷水全方位浇了下来 绝对不能给这女人勾引的机会 能看不能吃 真要命 怀孕数月的妻子终于要和变态老公开启正式的同居生活 老公却一脸惆怅 陆之灵被伯真荣请到书房谈话 只见伯真荣一脸严肃坐在书桌前 伯真荣早早就看穿了他跟伯望演的那出戏 还好陆之灵也没有打算骗他 父亲说的对 伯望的伤的确是假的 是按照上次南阳路受的伤化的 陆之灵有点厉害 一针见血 伯真荣顿时无话可说 毕竟伯望为伯家受伤是不争的事实 无论邓家怎么诟病他 他始终没有对不起我 更没有对不起伯家 随后伯真荣告知陆之灵 伯家继承人为止能者拒之 没有长不长子的说法 陆之灵感谢伯真荣肯给机会伯望 伯真荣不屑道 我儿子我清楚 你这跟老太太眼里的套狼绳牵不住多久 听到这陆之灵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套狼绳这是什么鬼比喻 虽然伯真荣气场两米八 但陆之灵也不弱 根本没怎么爬 他自信表示伯望能不能胜容 要试了才知道 见陆之灵并没有气馁 伯真荣似乎有点满意 也没多说什么就让他离开了 陆之灵一下子就明白 伯真荣这番话表面是打压 实际是激发他的斗志 果然他对伯望的感情很复杂 并不是因为厌恶 而他这次的目标就是伯望 下午陆之灵正式搬进帝江亭 布置好一切后 他坐在南向的大陆台透气 心想终于离伯望更进一步了 就在此时他收到丁玉君的信息 丁玉君说他给伯望请了很多名师 安排了课程 但陆之灵很清楚伯望的尿性 一下子让他接受这么多课程 他恐怕要发飙 于是他给伯望发去信息 另一边夜深人静的夜场 这儿竟是静歌热舞 声音震耳欲融 此时伯望坐在角落沙发上紧性睡觉 只见他满脸不耐烦 就是这光怪陆离的世界吵得他无法入睡 半傻 他拿出了手机 看到陆之灵11分钟前发来的信息 家里收拾好了 回来看看吗 他忽然全醒了 这女人要陪他坐上继承人的位置 还像强盗一样入侵了他的空间 现在还邀请他回去看看 好吧 这就回去看看小强盗 伯望站了起来要离开 见状寂静大海 旺哥 去哪 太吵了 走了 闻人寂静差点把82年的饮料都喷了出来 旺哥不正常 平时不就好这种 今天怎么还闲吵呢 半小时候 伯望回到地江亭 推门那一刻他怀疑走错门了 平时漆黑的客厅此刻亮的跟他白天似的 进门就是植物盆栽 还有一个大鱼缸亮着光 小鱼儿们在欢快地游来游去 活物 伯望整个人都傻样 什么时候他的房子居然有活物了 此时一个愉悦的声音传来 你回来了 他转头就见陆之灵朝着他缓缓走来 手里还端着一份水果酸奶沙拉 怎么样 你不讨厌我不吃这些吧 可能刚才吃水果吃得高兴 陆之灵嘴角还残留了点酸奶 伯望盯着他的嘴唇 按捺不住心动 侯杰不由自主滚动了下 好一会他伸手用指腹给他擦拭这嘴角的酸奶 你这小强盗抢得还挺彻底的 这房子我都快不认识了 暴力很辣的男人也会抵挡不住女人的柔情似水 旺哥你快点承认你爱上吱吱吧 陆之灵不解 我到底抢了什么 伯望不发意与深情看着他 认了这个强盗 伸手去拿他手里的水果叉子 陆之灵下意识缩了缩手 你也想吃 我给你拿一个新的 这是我刚用过的 话都没说完 伯望抓住他的手往嘴里送去一块奶 伯望吃完挺了挺着 太甜了 伯望这有意无意的撩人 实在太妖念了 陆之灵害羞到转过身 你饿了吗 我给你留了碗饭 听到这伯望神情复杂 这女人太爱我了 还给我留饭 陆之灵将她领到了餐厅 给她端上了份子 伯望什么都没有说 拿起筷子一口一口吃着 陆之灵坐在一旁看着她 突然问道 我可以跟你聊聊关于SG娱乐公司的事吗 伯望示意她说 就继续低头干法 陆之灵有点意外 居然感受到伯望前所未有的乖数 不过这正是跟她沟通的好机会 她提醒伯望与云飞已经飞去国外 但她只是单纯想撇清关系才走 肯定会在公司埋下手脚 我们得小心 只见伯望瞪瞪的 我要汤 陆之灵一边勺着汤 一边说 抵挡那些手脚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做出点亮眼的成绩 这样等你进入财团才能短期内受到重力 伯望胃口似乎很好 一直忙着干饭根本没空反驳陆之灵 这乖顺也就维持了18秒 当陆之灵问她觉得怎么做 才能比云飞管理的时候收益更好是 旺哥还是我们旺哥 毫不犹豫就蹦出俩字 帮人洗钱 这日子真的越来越有盼头了 陆之灵都惊呆了 果真是个邪魔外道的人才 但她依然保持微笑 SG是你进入财团的跳板 这一仗我们要打的光明正大 不能让人抓出一处痛脚 想起丁玉君的短信 陆之灵决定试探一些伯望 其实奶奶找了一些前面 要不我们明天约过来谈谈 你可以留下来吗 文言博望脸色断变 吃笑了一声 又是讲课 老太太没告诉过你 老子不喜欢吗 偌大的房子里顿时一片死寂 陆之灵不禁心底一颤 老太太这要坑藏我了 不然博望抬起手 冰冷的大手捏住陆之灵的响 语气里透露着一股玩味的戏许 你要想把人叫过来也行 但我不保证他们会不会缺胳膊勺头 陆之灵知道保命要紧 立刻认错 博望没有动 陆之灵怕他继续发火 连忙勺了一大勺水果 味道博望唇边 吃点新鲜的水果吧 博望漆黑又深邃的双眸 直勾勾盯了他半天 才张开走 好像又不生气了 果然大直男都逃不过 女人私交这一套 陆之灵微笑着继续喂他 好吃吗 博望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享受着陆之灵的头位 水果吃完博望转身离开 没有发飙 陆之灵深知博望 还有好多他不知道的阴影 他得好好查查 随后陆之灵在客厅翻阅各种资料 发现博望刚回博家那时 被对家坑了签错合同 最终导致博士财团 亏损了十几个亿 而且丁玉君给博望请的 都是业界数一数二的罢了 怎么博望就抗拒学习呢 陆之灵是越想越不明白 还有几份合同 看起来明显的问题 博望怎么直接跳坑里呢 就在此时一个清冷又低沉的嗓音响起 你又在干什么 陆之灵抬头看去 只见到博望那乍眼的18块腹肌 无情撞见 封批老公想杀了女婆的心都有 博望穿着一条家居长裤 光着上半身 毛巾戴在湿漉漉的头发上 陆之灵以前是瞎子 他肯肆无忌惮也算 如今他看得见 陆之灵强行将目光 从他的18块腹肌上离开 紧紧抱住手中的资料 博望走到他身旁坐下 伸手指了指他手中的资料 你看这些干什么 陆之灵神情复杂看向他 你说不喜欢听人讲课 我来找找原因了 博望深邃的眼死死盯着他 两久才开口 你说是为什么 陆之灵一眼就看穿 因为你被人算计了 合同里个别错别字 藏在句子里读得通 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 博望 你是不是认识的文字 不太多 陆之灵你胆子太大了 我都替你捏了把汗 这你都敢问 但是博望居然没有发飙 只是静静看着陆之灵轻笑了一声 一个一天学都没上过的人 你觉得会认识多少个字 望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莫名好心疼他 陆之灵难以置信看着他 下一秒博望轻身靠近陆之灵 冷峻的脸庞几乎贴近他的脸 与其危险 是不是后悔陪我了 现场陷入一片死寂 陆之灵明示着他非常凌厉的眉宇 忽然想起了动物纪录片 里面一头满身是血的牢 即使到了冰死的状态 仍然张牙舞爪摆出最凶狠的姿态 他伸手捡起毛巾 在博望阴沉的目光中 将毛巾盖到他头上轻轻揉擦 博望顿时身体一僵 静静看着他 陆之灵一边温柔替博望擦拭头发 一边安慰道 我觉得你挺厉害的 明明基础不好 但很用力看这些资料 就因为用心看了 所以才会掉进陷阱里 只见博望薄唇微勾笑了笑 这也叫厉害 陆之灵 你哄三岁小孩呢 博望在我离开之前 我会把你当小孩一样宠着 陆之灵盯着博望的眼睛认真说道 闻言 博望的眼神一安 抬手就按住他的后脉 低头一点点逼近的 目光紧紧锁住他的唇 热气拂过他的脸 即将要吻上他的唇 之灵 你还没好吗 很晚了快睡吧 一个睡意轻松的声音传来 博望立马扭脱看去 就见江福生像阿嫖一样在游走 视线对上那刻 江福生见鬼似的 大叫了起来 天啊 他这是撞破了什么 会不会被灭口啊 博望一整个人破坊了 转而看向怀里的女人 恶狠狠质问 他怎么在这里 他一直都在 晚饭就是他做的 随后陆之灵立即表示 福生跟他住一路屋 绝对不会打扰博望 博望此刻心里肯定在想 这小女佣居然又来抢我老婆 当才陆之灵还说啥来着 把他当孩子一样宠 转念一想也对 谁在床上宠孩子 是他想多了 不过江福生不能住这 让他滚 博望语气冷到能杀人 听到这江福生慌得一批 拔腿就想跑 陆之灵猝了醋 没帮江福生求情 不行 大半夜 一个女孩子回去不安全 明天再让他走行吗 陆之灵压根没有想到 江福生的存在 会让博望生那么大的气 陆之灵你也太迟钝了 望仔那是吃醋了呀 上次的黄玫瑰 难道还不够明显吗 博望狠狠瞪了他一眼 陆之灵连忙伸手 抱住博望的脖子撒娇道 就一晚 好不好 好啊 难不成我博望还求着你 放心 以后你还真的要求他 真想看你打脸 说吧博望起身离开 只听到一声重重的关门声 陆之灵和江福生 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即使博望这样 陆之灵似乎觉得他有点可爱 知之其实也开始 有点喜欢望仔了吧 由于怀孕娇气太可爱 风批老公居然想 把他绑起来关进房子里 清晨博望趴在床上正睡着 被子随意倒在腰间 露出了性感的腰机 忽然传来了悠扬的音乐声 他睁眼听了好一会 随后起身寻声走了出来 最后在南向的露台 见到坐在鼓针前的陆之灵 阳光散在他身上 举手投足间 都有种让人说不出的美 博望几乎看着迷了 陆之灵谈了一会 突然停了响 他回头看向博望 早上好呀 就见博望眸色深沉 直勾勾盯着他 陆之灵感着他 无可挑剔的身材略显不耐 这家伙是对上衣不明 还是在家穿衣犯法 于是忍不住好心提醒 博望 今天有点凉 小心点冒 博望看了一眼 陆之灵身后的鼓针问他 谈这个做什么 奶奶送的 我就随便谈谈 是打扰到你了吗 博望沉默并直接转身 陆之灵立马跟上 他让博望先洗漱 他去热早餐 待会一起吃早餐 博望懒懒应想走进卫生间 片刻后 两人开始安安静静吃早餐 陆之灵包了刻白煮饭 很自然地递给了博望 博望看着一桌的早餐心情复杂 这些都是你做的 扶生做的 做完就回去了 同时他留意到餐桌上的鲜花 不得不说这房子里 突然闯进了 从来没有过得活着的气息 他白点焦急 半小时后早餐吃好 陆之灵邀请博望玩个游戏 博望一脸疑惑与不情愿 还是接过了陆之灵的手机 这是什么 博望话音未落 手机就响起了罗莉音 小朋友 请点击你听到的文字 博望一整个的尴尬又无语 陆之灵这是在羞辱老子吗 只见他眼神掠过一抹杀意死死盯着陆之灵 陆之灵你找死啊 我可以成全你 毕竟我很好心的 陆之灵顿时心底一颤 连忙解释 这是个测试自量的软件 可以清楚掌握你现在的十字程度 见博望十分抗拒 陆之灵双手合十撒娇道 你就玩一下嘛 毕竟文盲是无法当上家族继承人的 博望看着面前温柔似水的女人 把玩着佛珠手串 望哥乐趣未上线 要我测试也不是不行 你给我学个猫叫吧 陆之灵听完鸡皮疙瘩掉一地 硬着头皮瞄了一声 博望满意看向陆之灵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就在博望认真欣赏陆之灵的盛世美颜之际 他早早就尬到能抠出个布达拉宫了 博望一副老婆太可爱 舌不得挪开眼的表情 内心想着要拿根绳子把他绑在家里 不 绑在床上 一定更有意思 博望小朋友 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尊都假都 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伴奏 居然认识1400个字 简直太厉害了 博望直勾勾盯着钢猫叫了一声的陆之灵 主打一个我不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许久才回过审 在屏幕上点了起来 手机里一口一个小朋友 博望点的那叫一个Z款 一大堆题终于做完 手机里的罗莉音都欢快了些许 小朋友 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答题 你的十字量在1400左右 继续加油哦 加油你妈 博望小朋友不能抱错 博望气得想砸手机 陆之灵机灵鬼立马上线 本心满眼的崇摆 原来你认识的字有1400那么多 不是没上过学吗 你好棒哦 陆之灵这波草红屁我给满分 博望不发意死死盯着他 陆之灵一定知道优秀的孩子是夸出来 于是他不留余力夸在博望 你那么厉害 打击处对你来说小事一桩了 文言 博望站了起来 一手按在桌面 处身逼近陆之灵 眼神阴冷 陆之灵 你很喜欢吹彩虹屁吗 果真旺仔也是有自知之明的 他知道自己几经几两 陆之灵正是在讽刺他 陆之灵十分诚恳回应他的视线 十字不厉害 但是你无视自通啊 所以我挺佩服你的 他看上去真真的 一点不像说假话 果然博望阴冷的脸忽然缓和不少 并后退了0.08 陆之灵继续鼓励是教育 以你的能力 只要随便学一下 十字量一下子上去吧 再也不会吃那些暗亏 不过我记得你也是15岁后就辍学了 哈哈哈哈 半文盲教权文盲 真的谁也别瞧不起谁 听到这 陆之灵眨了眨眼睛 点头承认 没错 我学历确实不高 K大少年班没上完 这怎么听出了一股凡尔赛的味道 不过在博望的认知里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少年班 他拿起手机查询什么是少年班 查完 卧槽 我老婆居然是个学霸 陆之灵见博望没了先前的抗拒 赶紧掀下手为强 拿出了一些字帖 我觉着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你就练起来吧 看着桌面的儿童学习材料 博望整一个沉默 陆之灵则极力吹跑 我本来想能想去课本练的 但又想你那么厉害 应该可以跳极了 所以把SG的一些业务内容做成字帖 博望都是骗自己的吧 博望看着眼前沉重的学习任务 他差点以为写不完不能吃晚饭 而陆之灵只是让他能写多少就写多少 还细心为他准备了零食 饮料 电影 还有按摩饮 博哥你出来 我替你写 博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真的跟哄三岁小孩一样 见鬼了 不过算了 寂静那一套早就玩腻了 就陪他玩玩吧 忘仔你是动了琴 掉进了温柔陷阱里了 博望全神贯注在写作业 打架都没这么认真过 可是由于常年的暴力 连拿笔的力度也多了几分力气 陆之灵看不过去立马伸手握住博望的手 写字不需要这么用力 要放松一些 陆之灵手把手交博望练字 博望的内心泛起了一朵朵浪花 这女人的手怎么这么柔软 忘仔 咱说能认真点步 博望似乎爱上了这种学习氛围 不不不 你其实是爱上了这个女人 就这样在陆之灵的细心教导下 一个上午博望就完成了十几页字帖 陆之灵甚是满意 果然这家伙是聪明人 不枉费我的努力 内心窃喜着 人妈 总是在称赞中迷失自我 就连博望也逃不过 怀孕娇气只说了两个字 疯批老公就对他打开心扉 看来旺哥才是恋爱脑 博望在陆之灵的手把手教学下 完成了十几页字帖 陆之灵打算跟他讨论讨论SG的业务 博望 我在想 我们应该用两个月时间独立策划一个热效应的项目 电影不行 筹备时间太长 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你觉得哪个好 你想做电视剧 果然旺歹是懂老婆的 陆之灵很意外博望怎么知道 只见博望漫不经心盯着手中的资料 这字帖里电视剧占比比综艺众多了 陆之灵有点佩服博望敏锐的洞察力 甚至他自己做资料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 现在很多国内电视剧都是边拍边播应该够时间 博望薄纯微勾轻笑了声逆向陆之灵 就算顺风顺水 两个月最多也就播出一集 关键是这两个月就赌第一集播出爆 陆之灵 我没发现你还是个赌 陆之灵再次意外 博望不仅猜出他的计划 甚至还算好了制作周期下播出几集 不由想起丁玉君说过博望小时候特别聪明 十字段文不在话下 在经济 政治方面也有强大的天赋 要不是那场车祸 他估计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陆之灵原以为丁玉君夸大其词 没想到博望确实如此 现在只要好好教导 将来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想试试 博望我相信我们不会输的 陆之灵信心满满 博望神情复杂看向陆之灵 他刚才说的是我们 从前他受尽各种灵弩 背叛 无备待见 他以为自己早早就放弃这种有人在乎的感情 直到陆之灵一次次的靠近 对他好 他内心感动但也害怕失去 此时陆之灵走到他旁边 孤开了长长的宣纸 一口气在上面写了八个大字 显敢欺兵 来日方长 陆之灵想激励博望 可望在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见他死死盯着七字很久 忽然开口嗓音极其低沉 我以前有另一个名字 陆之灵疑惑看向他 就见博望阴沉的脸略带几分认真 阿唐 陆之灵正在想 唐字有哪些能激励人的成语 便听到博望道 叫一声 陆之灵愣了下 还是相当乖顺话了一声他的名字 阿唐 软绵绵的很动听 博望眼眸突然深邃 随后陆之灵有些不紧问道 你喜欢以前的名字吗 不喜欢 陆之灵搞不懂 既然不喜欢 为什么会突然提起这个名字吗 博望就是个怪人 但陆之灵细细一想 博妻 是博征荣深爱妻血的证据 博望 是妻血被判博征荣的证据 至于阿唐这个名字没意思 但唯一属于这个男人自己的名字 他好奇问道 哪个唐 这个名字太久没有人提起了 博望甚至都忘了那段悲惨的过往 从提老公一言不和化身狗子 把怀孕娇气咬了 还让不懂厨艺的他给他做饭 陆之灵问博望哪个唐 太久没人提起这个名字 博望甚至快要忘记那段惨痛的童年 当年车祸后他流落在乡下 一个小男孩给他送了一颗糖 让他发现人间还有如此美味 还告诉他糖子怎么写 于是他便默默许下了以后 也想过甜的日子 天天吃糖 但是后来他过的15年 都是苦涩的人间地狱 随便你想叫哪个糖 说着便一把拉过陆之灵的手腕 这处不及防让陆之灵 直接跌坐在他的腿上 他不由分说地俯上他的脸颊 博望动作霸道强势 陆之灵根本正脱不开 在你眼里 我真的那么好 值得费尽心思 博望眸光深沉阴暗逆向陆之灵 他送他生日礼物 为他甘愿沉浆 对抗族人 为他布置房子 手把手交他写字 陪他管理公司 都不敢告诉博望 这一切的一切 其实都是陆之灵的阴谋 博望一边猜疑 一边沦陷 只见陆之灵笑了笑想 正开博望的手 反而被他钳制得更用力 下一秒博望狗子上线 陆之灵一个不留神 就被博望咬住了耳垂 疼得他立马缩了缩身体 这个变态又怎么了 说得好好的 怎么又动嘴咬人了 熟狗的吧 博望察觉陆之灵的痛苦 他舔了舔他的耳垂 陆之灵一股羞愤 瞬间涌上了脸 毕竟白掉的线命 不吃白不吃 他阴眼的声线 仿佛贴着他的耳朵 他的唇贴着他的耳旁 慢慢转移向脸 连呼吸都透着欲望 令人心颤 就在此时忽然博望将他推开 做饭给我吃 我饿了 陆之灵有点反应不过来 博望难道就不想做点别的事了 想到这他都觉得 自己被博望欺负太久 脑子都嗅痘了 居然还期待 不不不 这想法太危险了 陆之灵回过神想起 福生不在他也不会做饭了 他尴尬笑了笑 我给你点外卖吧 你想吃什么 只见博望脸色不太好看 你去做 陆之灵只好无奈硬下 心想虽然没下不出 但平时看福生做菜像是很简单 网上找个教程照着做应该不难 博望在桌前将笔赚得快要起飞 薄唇微微勾了勾 期待着陆之灵给他做的爱心午餐 突然砰 一声巨响传来 博望眸色一沉站了起来 朝厨房走去 一脸紧张嬉戏吼道 陆之灵 怎么了 豪门变态恶哨居然还会做饭 博望满脸紧张冲进厨房 陆之灵 怎么了 他傻眼了 只见灶上开中 锅子跟大地来了的亲密接触 灶台上还有一条没刮铃的鱼在疯狂起舞 油花似箭 陆之灵脸色惨白站在一旁 眼睛里竟是恐惧盯着锅 见到博望他用手中的锅铲指了指灶台上的鱼 刚刚 死掉的鱼突然跳起来攻击我 哈哈 原谅我差点被笑死 博望满脸玩味的戏血 来了断单口相声 他就没向你锁个命什么 陆之灵被说的有点难堪 见状博望莫名又被取悦到 笑了笑 会骨针会书法 不会做烦 陆之灵大写的尴尬看了眼博望 只见他走了过去将锅提起来 放到他面前 首先 鱼需要刮铃 陆之灵更尴尬了 石谱攻略上没说要刮铃 第一步都是起锅烧油啊 博望瞥了一眼石谱图片调侃道 那你猜猜为什么图片上的鱼肚子是打开的 哈哈哈哈 莫名戳中笑的 旺哥这拨对的有点漂亮 陆之灵顿悟了 对呦 鱼下锅之前还要去掉内脏 射死 陆之灵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站一边去 博望霸气发言 看来要准备露一手了 陆之灵乖巧边胜口 只见博望熟练的瓜鱼鳞 取内脏 这动作主打一个行云流水 这时陆之灵默默上前为博望玩起袖子 博望顿了一下却没说什么任由他帮忙 随后博望重新开火 油下锅加热 葱姜蒜放下去煸炒 香气瞬间四溢 看他挥锅尘的动作驾轻就熟 陆之灵几乎看着迷了 不一会功夫 三菜一汤出来了 荤素搭配 色香俱佳 陆之灵加了一小块鱼肉放进嘴里 口感微辣 肉质软嫩 入口即化 太好吃了 没想到博望还有这么好的厨艺 见陆之灵默默不说话 博望有意见了 平时都是彩虹屁吹得那么轻 今天这鱼怎么入不了你的眼了 陆之灵看着博望却说不出一句话 因为他想起了博望不堪的童年 做菜是他求生技能 陆之灵不禁心疼他 真的没有办法违心夸他 见博望似乎很期待他能说底什么 陆之灵只好吧 做菜太累了 其实现在外卖很健康也很方便 或者让福生回来做 再不行 我住这个时间 我学一下吧 文言 博望谋色变得暗沉 半场才开口 这么心疼我呀 我不想你勉强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 说得很好 不过你学什么 学炒鱼鳞给我吃啊 博望这家伙恐怕要将陆之灵这段黑历史 写进他的小本本里 陆之灵顿时射死 吃饭吧 不聊了 博望没听老婆的彩虹屁事不挂羞的模样 你还没说 这人怎么没完没了 他这是彩虹屁中毒了吗 陆之灵认真夸了起来一点也不敷衍 外脆里嫩 香味浓郁 特别好吃 比起将福生呢 博望这是要逼死孩子吗 还要分个高低 对不起了福生 我得先要活着呀 我更喜欢你做的菜 味道可口 层次丰富 还有形象附加分 刚才你烧菜的样子特别帅 福生哪里比得上 博望眼中的愉悦度明显攀升 你会再给我写四个字 我挂起来 什么 色迷心窍 陆之灵无语有点后悔 就不该夸后聘局 冲梯总裁和文婉小秘书双双上线 上班第一天就干掉了敌人的狗腿子 SG娱乐公司秘书办公室 八卦秘书们对博望走马上任的是议论纷纷 据说玉云飞一走 很多老油条跟着找借口消失 大家对这位大少爷避之而不及 我倒想看看跟着太子爷婚 将来会不会是博士的老工程 突然一个凉嗖嗖的声音传来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 原来是玉云飞的狗腿子秘书琳达 这位大姐一上来就吐槽不忘名声插 私生活混乱 甚至连小学都没有毕业 指望她能管理公司 别搞垮公司就偷笑了 还太子爷 博士太子爷是育夫人的儿子才对 就在此时有人敲门 众人转头 就见门外站着一个眉目清理的年轻女人 你是博总秘书 陆之灵 麻烦各位 通知各部门20分钟后开会 同时将今年的财务报表 和所有项目策划交到我手里 众人有点慌 毕竟时间仓促 琳达立马不满 邓向陆之灵质问道 为什么不提前说 突然要 我们还要去各部门拿资料 哪里来得及 陆之灵可不惯着她撒饮 博总特意等了几天才到公司 我以为各位都是有专业素养 会明白该准备好什么资料的 众人被陆之灵一句话对的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 可琳达却说自己做不到 我们是来工作的 不是来猜上司的心思的 我看你就是来找茬的 既然要搞事 陆之灵才不会给你机会 下一秒陆之灵笑着让她滚 既然没这个能力 那请你去财务结算一下你的钱资费 琳达这回彻底炸了 你凭什么开除我 我是御夫人的秘书 陆之灵想都不用想给她答案 就凭你工作能力不够 琳达气急败坏 你不要太嚣张 SG的大股东是御夫人 博总只是暂时代管 御夫人不说开除我 谁也不能动我 那你报警吧 陆之灵笑着继续说 要我把报警电话写给你吗 说完 她便懒得李琳达 直接转身往外走去 同时琳达站不住脚 开始破口大骂 很快两名保安走了进来 非常客气地请琳达 去财务部结算 随后陆之灵也来到总裁办公室 刚打开门就听到身后有动静 她回头看去 只见博望面无表情 朝她黄环走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保镖 博望毅然将衬衫西装穿得随意而幸福 博望抬眸朝她看来 陆之灵推开门 低了低头微笑道 博总 您的办公室准备好了 随后博望走进了办公室 并在办公桌前坐下 扫试了一圈办公室 似乎都被玉云飞收拾得干干净净 突然博望抬起手 拿起了陆之灵兄前的工作牌 总裁秘书 自己给自己做的牌子 我想陪着你 总得有个名头 总不能到处宣扬我是总裁夫人吧 陆之灵笑了笑 想将牌子抽回 可博望并没有放手 反而更用力一扯 陆之灵一个不留心 差点跌进博望怀里 他连忙扶上他的肩膀 怎么了 博望直勾勾盯着他 我看看我的秘书 娃娃 气氛有点暧昧 是读者期待的办公室练情要上眼的吗 片刻后 陆之灵站了起来表情略带严肃 博望 你觉得这个办公室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 博望薄唇微钩 怎么可能 叫外面那些保镖进来 继续拆 不到五分钟 一大堆针孔摄像头 窃听器被保镖们一举拿下 好 辛苦了 你们先出去吧 只见博望一点也不意外调侃到 玉云飞都把办公室当摄影棚了 360度无死角监视监听 就在此时陆之灵提醒博望该去会议室开会 却发现博望没打领带 不过不要紧陆之灵早早就备好 于是他贴心为博望寄上领带 今天你到SG的第一天 必须十全十美 这是我见过最封批的霸子 不仅在会议室看了两小时恐怖片 还让人当众上厕所 眼看陆之灵记起领带非常熟练 博望老醋曾经捉住陆之灵的手 给几个男人打过领带 面对男人突如其来的发作 陆之灵有些莫名 给我大哥打过 就他一个 博望声音冷得刺骨 不是 还有 陆之灵巴巴巴一口气 说出了一整个陆家的男丁 博望算了算 自己排第九 直接将领带扯了下来 不计了 笑死 忘宰你这个醋精 连之之家人的醋眼师 陆之灵无奈只好游着他 毕竟这位大少爷不可能走稳重路线 很快两人来到会议室 果然不出所料 来参加会议的只有四人 弱大的会议桌上空空落落 半晌也不见博望发言 本来就冷清的会议室变得更冷 博望灵力短发下一张冷峻的脸 鼻梁上还架着一副无边框的眼睛 手机支在支架上 正播放着恐怖片 不时还传出尖叫和阴森的音乐声 陆之灵坐在博望身边 没有出声 低头专注翻着策划 四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博望葫芦里卖什么样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博总 我去上个厕所 博望根本没理会 依然盯着手机屏幕 正当那人转身想出去之际 被保安拦下了 直接就递给他一个大红檀鱼 那人直接傻眼 转头看向博望 博总 您这事 博望伸手挡在陆之灵眼前 随后漫不经心道 上吧 最后那人只好憋了回去 乖乖坐回座位上 只见陆之灵露出了迷之微笑 此时四人疯狂用眼神交流 什么意思 博望是要把人耗死在这里吗 大伙都后悔没找借口出差去 留下来被博望当出头鸟打 一想到博望恶名在外 大伙都瑟瑟发动 又一个小时过去吧 此时博望手机里传来了音森的音乐声 要做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坐着他全家 这似乎像是提前警告一边 也不知道刚才尿急那位有没有尿裤子 只见四人全部僵硬坐直 后背直冒冷汗 下一秒博望随手将电影关掉 转头看向陆之灵 各位老总的资料拿给我看看 在这里 博总 陆之灵将资料递给博望 博望蓝蓝往后依靠 翻着资料 黄总 嗯 龙凤胎 儿女双全 好福气啊 被点名的黄总顿时脸色惨白 腿一软差点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陈总听说你老婆是公司签的艺人 你挺会玩的 萧总驻何田路 我去过那边 风景不错 挺适合杀人埋似的 资料被博望一读下来 四个人脸色找不出半点血色 博望看过去低笑一声 怎么了 一个个脸色这么难看 陈之灵立马出来打圆场 几位别紧张 博总只是简单了解了些各位的情况 随后拿出手中一叠策划案放在四人中央 让众人选出最适合一个月内执行的企划案 原本这些人都是欲云飞翼派的 如果没有前两小时的铺垫 肯定都会随便打哈哈 现在有了博望的震慑 博望薄唇威勾看向众人 说不出来吗 没事 慢慢想 我不急 博士大少爷上班第一天就霸榜热搜前送 只因他要吃巨资拍电视剧 博望抬了抬眼睛 似笑非笑看着众人 怎么了 说不出来 没事 慢慢想 我不急 萧总率先站了起来 博总我实话实说了 这里每个项目前景都一般 博望讽刺般笑了笑 那你们还闭上来 是等着我给你们刷掉吗 然后四人赶紧将没问题的策划拿出来 并争先恐后保证能赚钱 这回大伙都明白 明面上绝对不能得罪这个活颜王 只见博望薄唇微钩 我相信各位的实力 一定能让公司赚到大家口中广正的数字的两倍 四人内心慌得一批 毕竟为了糊弄博望 大伙都是把预计收益网大的乱写 现在博望让他们翻两倍 岂不是要了他们的命 博望眼神凌厉死死盯着众人 怎么 办不到吗 随后转头看向陆志玲 慢条思理开口 陆秘书 你会找个餐厅给各位老总订份全家服套餐 为公司办事 不能怠慢 是 博总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四人坐在原地同款死亡表情 恨不得甩自己两大嘴巴 后悔乱填的数字 陆志玲时在佩服博望这一套 关键时候还真的管 各位老总现在是服服帖帖的 让他们也不肯再乱了 于是他便随手将那些没用的策划书丢进垃圾桶 他告知各位老总 接下来博望将亲自成立一个S家级别的电视剧项目 并且公司的90%的流动资金都会为这个项目服务 陆志玲则劝各位无序操心 只是通知大家 并不是征求大家意见 会议终于顺利结束 博望也好奇问陆志玲 下一步怎么安排 引爆舆论 为你造势 当天 全公司就收到一封五星级别S家项目正式启动邮件 公司内部率先炸了 消息很快就在网络上报 瞬间博望空降SG的消息就霸榜的热搜 夏美琴坐在沙发上刷着消息 卢着标题笑了起来 博望和陆志玲还是太年轻 声势造那么大 也不怕最后打脸 听到关于大哥的消息 博真一个剑步飞了过来 哇塞 我大哥终于开始搞失业了 太帅了 夏美琴一脸不爽 自己的儿子怎么就不争气 提醒他博望和博堂都是他的对手 博真听到这话 稚气的脸上多了几分冷意 那上次陆志玲成江是你干的吗 夏美琴面色沉了下来 你一个小孩不该你管的别管 博真直勾勾盯着自己的妈妈 你是我妈 你做的坏事 将来有可能报应在我头上 夏美琴信心难难表示 不会让博真遇险 只怪儿子太过杞人忧天 人间清醒小博真 既然劝不动妈妈 只能放下狠话转身离开 你就做吧 别将来抱着我的尸体哭 另一边在国外的玉云飞 正和几位老总开着视频会议 博望和陆志玲在SG第一天做的事 都被告知了玉云飞 特别陆志玲还把他的得意狗腿子 灵甲开除 他没想到陆志玲竟然还有这么大弄买 居然把博望拿捏住了 那几位总找玉云飞求救 可玉云飞却让他们尽量去帮助博望 四人全都傻眼 不明白玉云飞意愈何为 只见玉云飞一脸狡诈 博望既然想拍电视剧 那就好好联系那些好导演好演员 别让博望太费心了 懂吗 言外之意就是让这些好导演好演员不要参与 这女人真的太恶毒了 举国文明的豪门变态恶少居然爱上了书法 硬拉着怀孕小娇妻手把手叫他写字 凯叔如历 讲究一丝不苟 端正平衡 博望带着幽深的占有欲 随后他清了清嗓子 那就再试试行凯 明显望歌醉翁之意不再久了 老婆手把手叫学就是香 陆志玲没发现博望的一样 正打算继续交 就在此时电话震动了下 他缓缓松开了博望的手 拿起手机看了看 原来是他早前关注的一些导演动向 自从他们发布S家电视剧后 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忙起来 剩下的都是不堪重用的烂剧导演或者心愿 此时博望脸色一尘把玩着佛珠手串 漫不经心道 一定是那几个老总贤的皇 看来得赏赐他们一份全家福套餐 行行 知道你最喜欢全家福套餐了 陆志玲缓缓走到他身边 拿出早就备好的资料摆在他面前 上面是一份履历 五娜 三十岁 K国人却在T国发展 导演 编剧 非常有名 还获得过一些国际奖项 我想邀请他带他的团队来拍摄 陆志玲表示已经联系过了T国那边 可那边却说古岛暂时没有回国发展打算 不过又听说古岛和季家二小姐 寄慢失事同学 这周末季二小姐大婚 她肯定出席 我想当面找她看 所以需要一份情节 文言博望看了她一眼 这不简单 只见博望拿出手机拨通了寂静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寂静语气狗吐 旺哥 有什么吩咐 博望冷冷道 你姐婚礼的情节拿一张给我 卧槽 寂静蒙圈了 旺哥居然要来参加我二姐婚礼 二姐的婚礼不吵啊 旺哥睡觉恐怕找错地儿了 让你拿就拿 博望耐心有限 情节早就送到博家了 还有您来就行 哪需要什么情节 到时候我去接你 要不 我让我二姐把婚礼搞成摇滚风 夜店风 二姐真的会谢你哦 亲弟弟 既静兴奋的在电话那头盘算了起来 博望没空听既静瞎叨叨 直接就挂断电话 陆之灵好意提醒博望也看看简历 博望却说随便他玩 果然霸气 下一秒他朝陆之灵招手 来 过来教我写字 见状陆之灵也不好打压孩子学习的热情 只好观顺把手搭在他的手上 一笔一话交起来 周末季曼师婚礼当天 古纳正帮季曼师挑选婚礼首饰 既静却在一旁碎碎念 他希望帮二姐把婚礼打造成全明星阵容的大party 还有男模跳腊舞 季曼师只想把这个亲弟弟打成大party 既静立刻就把话挑明 旺哥要来参加婚礼 闻言接二小姐差一回头 他也好奇问道是不是群世熏天的国家 正是 当年如日中天的陆家早就成为了过去世 随后季曼师还提醒季静公资化也来 让他别搞事情 经过上一次拍卖行的事 季静跟他彻底撕破脸 他怎么好意思来啊 季曼师却表示 他不是冲我们季家 是冲茶楼老板陆之灵来的 突然咔嚓一声香水瓶四分五裂 两人回头看去 只见古纳连忙摆手 抱歉 我手滑了 此时古纳心里浮现了不少往事 陆之灵 无害的女人只是参加了一场婚礼 竟然惹来了杀身之祸 陆之灵一袭水绿色长裙 站在人群中尤为显眼 他四处张望似乎在寻什么人 陆老板 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 陆之灵回头便见骚礼骚气的季静朝着他招手 他笑了笑 不对 现在该叫陆秘书了 季先生 陆之灵礼貌性问好 旺哥呢 我本来想去接他 他怪我电话了 季静往后一看 没见到伯旺 只见到两个冷着脸的保镖 季静疑惑这事 陆之灵解释 今天来是想找古导谈谈 这两人是伯旺拍给我的保镖 他没有过来 是吗 看来旺哥最近挺喜欢你的 伯旺持巨资拍电视剧的消息都上了热搜 季静肯定知道 于是他给陆之灵指路 古娜姐在三楼化妆间 谢谢 说吧陆之灵沿着铺满浪漫白玫瑰楼梯上楼 他刚走到三楼便见到一位气质不凡的女人 靠着墙享受着灵星的寂寞瞬间 他就是古娜 古导 闻声古娜抬眼望去愣了一下 只见陆之灵友好伸出手 你好 我是SG娱乐公司博总的秘书 陆之灵 古娜低头留意到陆之灵手上的千年老姐 她有些错愕 你的手怎么这么粗糙 陆之灵毫不必会解释 因为之前失明 难免磕磕碰碰 古娜一脸难以置信看向陆之灵 你失明过 陆之灵从古娜的语气里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嘴 陆之灵马上表明来意 希望跟古岛进行一次深度合作 话音刚落就被古娜以不想回国发展直接拒绝 完了她转身就走 表示她现在要去参加婚礼 不想谈公事 陆之灵跟上前去表示待婚礼结束 想请古岛吃饭 古娜回头眼神灵力语气强硬 让陆之灵不要再继续跟 她要去换伴娘服 陆之灵只好无奈停住脚步 但从古娜对她的态度 她不难猜出古娜似乎对她有偏见 可她想破头也没从记忆里捞出这好人物 此时藏在暗处的公资话 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一见到陆之灵她便气不打离出来 经过上次拍卖会议室 她不但被家人骂得狗血淋头 还被关了禁闭 看着陆之灵摇身一变成了博望的秘书 越想就越来气 恨得快把后牙槽都咬碎 为了阻止陆之灵跟古娜谈合作 她满肚子坏主意浮现脑海 婚礼即将开始 会场上弥漫着浪漫气息 陆之灵立马意识事情不对劲 明明就是换个衣服而已 过了那么久也没见到人 于是她让保镖赶紧去找人 怀孕娇妻也外遇险 疯批老公却在家感叹睡眠质量太好 陆之灵和两名保镖找了半天一无所获 陆之灵打算回去问季二小姐 就在此时草丛上的一块黑色布料上 灵星的亮天亮起来 她一眼就看出那是古娜的衣服 保镖想伸手去捡 但被陆之灵拦住了 别动 说不定上面有指纹 她心想古娜很有可能出事了 她四下观察着 忽然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 救命 救命啊 陆之灵立即转头 看向深不可测的森林 那声音不停在呼救 细听是古娜的声音 她在里面 文言两个保镖一点问号 毕竟声音太小 他们应该没听到 就在三人犹豫之际森林里又传来了声音 蛇 救命 有没有人 救命 呼救的声音越来越乱 来不及了 陆之灵立马让保镖跟上进去救人 就这样三人直接往深不可测的森林冲 循着声音三人来到了森林深处 终于见到了古娜 她被绑在了树上动弹不得 脸色惨白 更可怕的是她头上还有一条小青蛇在吐射心 鼓倒 文声古娜猛地抬头 本来已经绝望的眼透露出了能以置信 随后一个保镖拔出匕首 三下五除二就把小青送去投胎 同时匕首也把绑住古娜的绳索切断 绳子一松 古娜整个人都往地上载 陆之灵连忙伸手扶住 你还好吗 古娜看见陆之灵一脸错愕 怎么是你 我生怕你跑了无法合作 所以一直关注着你 见你不在宾客中有点奇怪 就出来找你了 随后古娜冷漠撇过脸 我没事 多谢 你怎么会被人绑在这里 古娜皱了皱眉 我准备换衣服参加婚礼 刚进更衣室就被人敲晕了 醒来就在这里 文言陆之灵有些许不安 准备换衣服 这不是跟我刚分开那会了吗 时间实在太敏感了 陆之灵连忙解释 这并不是他自演自导的绑架救人戏码 古娜也表示并没怀疑他 古娜说完便只愣起身子离开 保镖打算上前帮忙去被拒绝了 陆之灵看他走得一蹶一拐的 想必脚是受伤了 于是他机智捡起了一根树枝 递给了古娜 我们一起走吧 走着走着古娜突然停了下来 神情复杂看向陆之灵 从他的眼神中陆之灵感受得到 他似乎是通过自己再看另一个人 古倒 怎么了 古娜立马把视线从陆之灵身上收回了 没什么 累了休息一下 另一边递将停博望卧室 博望睡眼惺忪躺在床上 两久他坐了起来 看着陆之灵发的信息 他说去参加婚礼 叮嘱博望要好好吃饭 博望心里乐开花 这女人真的太爱我了 忙里忙外还不忘关心我 既然这么关心我 怎么不回来亲自给我喂饭 于是博望打通陆之灵电话 可是想了许久 都无人接听 这是男人最生气的一次 甚至扬言要把兄弟家的婚礼变葬了 只因老婆在婚礼上失踪了 博望拨通陆之灵电话 可是许久都无人接听 他眸光忽然暗下 拨通寂静的电话 旺哥 您吩咐 我随时待命 叫陆之灵听电话 博望声音音眼冰冷 却听到那头寂静说没看到陆之灵 不知道是不是离开了 一旁工作人员却告知没有冰可离开过 没走 但不见了 青江的水流动在身上的感觉没有完全退去 那心底一颤 感觉有点不妙 只见他紧紧钻紧手机 寂静 我的人在你们妓家少一根寒毛 你们妓家就别办婚礼了 改葬礼吧 文言电话那头的寂静都吓傻了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 另一边陆之灵几人在回去的路上 也在暗中观察到底是谁绑架了古纳 但是奇怪的是并没有发现有人来 难道这些人是冲我来的 陆之灵知道这事情应该跟电视剧合作有关 他跟古纳道歉 古岛这一次可能被我们国总连累了 古纳靠着树休息着 你这么说就不怕我不合作 陆之灵笑了笑 合作的前提是真诚 不管古岛最后同不同 我都得事先告知 国家内部关系复杂 这是个烫手的活 古纳看着陆之灵沉默了一回 我知道你 江南陆家七小姐 千金小姐还出来打工 古岛常年不在国内 有些事情不知道 我家已经败了 人走就没了 现在就剩下我一人 古纳一听正主了 那你这五年怎么过的 陆之灵奇怪古纳对她的关心不像是陌生人该有 她问她 古岛 你是不是认识我们家里人 听到这话 古纳连忙躲开陆之灵的眼 声音恢复冷淡 没有 我不认识陆家人 可是陆之灵细想了一下 大哥生前为了学摩托车改装 特意到学校上了半年专业课 古岛 你那时好像就住学校附近 闻言古纳瞳孔猛的一缩 像是应激反应脱口而出 我不认识陆景成 话落 她呼吸制住了 陆之灵也明白了 她等大哥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去 古纳虚托蹲下 国内外这么多导演 你为什么非要找我 陆之灵解释道 因为这次的拍摄 希望用古岛毕业做平导的那种黑暗风格 陆之灵记忆里 当年大哥了 拉着他看了无数遍的一部大学生毕业电影 现在想来那是醉翁之一不在酒了 古纳听到关于陆景成的事 她忍不住泪水在眼眶打转 陆之灵再次向古纳伸出个论知 希望她能认真考虑合作 只见她扶着树缓缓站了起来 她要是知道你现在过成这样 睡在盒子里都能跳起来 陆之灵却高兴表示自己现在过得很好 好吗 在她眼里 你但凡靠自己赚一分钱 那都不叫好 陆之灵想那也是 毕竟以大哥对她的万分宠爱 怎么可能让她自己出来赚钱 就在此时远处一声巨响下的两人都回头望去 婚礼上怎么会有枪声 上一秒男人还扬言要把婚礼变葬了 下一秒当老婆出现马上变成了小乖乖 就在刚才博望打不通陆之灵电话 于是火急火燎赶到了婚礼现场 参加婚礼的公家人已经像人皮灯笼似的被吊了起来 一个个连连尖叫 泪流冷蔑 而一旁的公姿化被拽住了头发痛苦挣扎着 陆小姐被你弄哪里去了 公姿化如同丢了魂 满脸惊恐呆滞 我没弄她 我真的没弄她 也不知道她去哪里了 博望信你个鬼 公小姐 我劝你老实交代 别让你的家人动着 公姿化惊恐万分看向博望 她搞不懂博望怎么知道她针对陆之灵 但是她确实不知道陆之灵在哪里 毕竟今天是我二姐婚礼 闹出人命不好收场 博望送她一个眼神沙 雨气冷得可怕 我就没打算好好收场 下一秒她毫不犹豫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直接对准公姿化 公姿化下的五脸尖叫 在场的所有宾客也都惊慌失措 只有博望露出一抹玩味的笑 仿佛下一秒就要扣下奔机 博望 一个熟悉又轻烈的声音传来 博望猛地转眸 眼底心红 血丝争獰 只见陆之灵朝她大步走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博望的视线从上往下打量了一番陆之灵 确认了她完好无损 她缓缓将嘴里的香烟抽出 接着漫不经心道 没什么 以为你死了 再给你报仇呢 你去哪了 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文言陆之灵心里一惊 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古岛被绑在林子里 我去救人 可能林子里没信号吧 看到现场的一片狼藉 博望为了自己搞了这么大的阵仗 陆之灵受宠若惊 她连忙拉住了博望 低声道 我没事 你睡醒过来找我 你吃饭了吗 面对老婆的关心 博望的火气都想去了一门 她低眸盯着她白皙的手 没有 那我们回去吃饭吧 文言博望抬眸看向陆之灵 开始自我攻略 我老婆眼里心里只有我 她只关心我有没有吃饭 她对公家一点恨意都没有 目不是个傻子吗 就在博望沉默之际 陆之灵拉起博望的手往前走 走 不吃饭对身体不好 博望没有反抗 低沉回应了一个恩 目睹了一切不可思议的画面 寂静瞬间傻眼 陆之灵一出现 旺哥的力气都降下去了 这可不像随便玩玩的女人了 寂静好傻好无辜 有谁愿意告诉她真相了 博望回头一个眼神 是一活死人们收工 便牵着陆之灵的手 准备离开婚礼现场 不许走 谁都不许走 此时公家老太太冲了出来 并拦住了两人的去路 博望 陆之灵 你们欠我们公家一个交代 我们是来恭贺姬二小姐的 结果落得这样一个现场 天杀的 我们公家哪里得罪了你 博家的少爷 让开 博望嗓音低沉开口 握住陆之灵的手紧了紧 下一秒 公老太立马了眼上 哎哟 哎哟 我这头疼啊 一本年纪还被人欺负 陆之灵一脸比 一看着公老太拙劣的演技 可恨他为老不尊 还想碰瓷 博望却一脸很厉 眼神里带着杀气 你公老 我就敢从你身上踩过去 听到这公老太像的 瞪大了眼珠子 心底就不相信博望感 从未见过如此嚣张的老绿茶 居然主动要求男人杀了自己 陆之灵在婚礼上消失 博望就欺心切 把公家人折磨得人魔鬼样 傲娇的公老太太 从未受过如此大的屈辱 于是他不管不顾扯着嗓子 来呀 你就从我这老骨头身上踩过去 让全国人都知道 你年轻力壮虐杀白发老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有爹生没娘养 话音未落 博望就伸手将 蹬住的鞭子去了 不由分说地勒上了他的脖子 随后他的虎口收紧将鞭子锁死 今天我就送公老太太一程 公老太太瞬间下手 腿直哆嗦 整个人都贪软往下坠 陆之灵见状立马上前扶了一把 担忧抬眸看向博望并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能这么做 老人家动不得 舆论会压死人的 而且我搬的救兵就来了 这是交给我 博望虽然生气 但还是很听老婆话 他停下了所有动作 陆之灵用力掰开了他的手的掉鞭子 随手把吓死掉的公老太太 还给公家人 也以为在这指责别人的家教 陆之灵淡淡说道 毕竟博望绝对不会无缘无故针对公家 他肯定知道这是跟公字化脱不了干系 所以他才等这么做 说罢他把手中的鞭子丢在地上 咱们走吧 博望没有说话 被陆之灵牵着从公家人中穿过 众人就这样看着两人堂而皇之离开 哼 剧烈响声忽然凌空障开 夜空骤然大亮 陆之灵回头 便见城堡上方燃起了一大片烟花 美得令人窒息 就在此时在漫天的烟花中 一片白沙随着婚礼的浪漫音乐飞了下来 正好落在了陆之灵头上 罩住了他整个人 博望站在那没动 直勾勾盯着陆之灵 他肯定后悔自己婚礼缺席了 看不到陆之灵穿婚纱的模样 陆之灵透过白沙看着博望棱角分明的脸袍 此刻或许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两人婚礼的场面 随后陆之灵想都没想将白沙扯了下来 走吧 可身后的博望似乎若有所思 两人离开后宫老太太终于又活了 开始避避博望的不是 不到明天 全城人都会知道博家如何嚣张胡来 突然一个清冷的声音传来 等等 今天的事是得有个说法 不然传出去倒显得我孙子很不保护 文生公家人纷纷错愕抬头看去 只见丁玉君气场失足缓缓下落 我一直在楼上跟季老太太酗酒 那你怎么不阻止博望 阻止什么 阻止我孙子救人吗 什么 救人 难道不是杀人吗 丁玉君立马理直气壮解释 陆之灵是我大孙子的秘书 他代表博望前来恭贺 却撞见古岛被绑架 情急之下向博望求救 博望也是救人心切才逼问各位 丁玉君将陆之灵发来的信息 一字不差读了出来 可公家人明显不满张 没证据博望就把锅甩到公家身上 这是无理取闹 就在此时 古纳站了出来 谁说没证据 我就是人证 我还要感谢陆秘书救了我 而且我刚拜托施曼看了监控 打晕我的证是你们公家的保妖 这回证据确凿 公家人敢怒不敢言 此时丁玉君还上前添拔 公家是想阻止博望跟古岛合作 顺便把季家也拉向水 到底想干嘛 季老太太也忍不住了 公家之前诋毁我家拍卖行 现在又来破坏我孙女的婚礼 你们公家到底安得什么心 此时此刻公家彻底被推到风口浪尖 甚至解释都像是在掩饰 今晚过后 公家要成为整个江北的笑柄了 就可惜了你的婚礼 要不弟弟给你重办一场 公家会不会成为笑柄我不知道 但今晚之后 整个江北都会知道 有个叫陆志玲的女人惹不起 风批老公一想到缺席自己的婚礼 见不到老婆穿婚纱的模样 就忍不住强吻了老婆 回到地江亭 陆志玲接到了丁玉君的电话 他告诉他事情半头了 就算闹到博真龙面前也不怕 陆志玲顿时心头大石落下 那么博望搞定了 SG进财团的事也就完了 此时博望神情复杂看向陆志玲 随后他薄唇微钩 过来 陆志玲无语极了 博望每次都这样 能整点新鲜玩意儿吗 但是陆志玲也只好乖乖绕着餐桌走过去 博望等不及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将他拉坐在自己的袋腿上 大手摁住了他的后脑手 陆志玲没有防备 头一低 就倾上他有些凉的薄唇 博望有些肆无忌惮加身这个吻 他的吻带着强烈的轻占心 陆志玲长劫微颤 乖顺迎合这个吻 静腻的房子里 两人凌乱的呼吸格外明显 片刻后两人停下了 博望的眼神太过不清了 陆志玲背稳的身体微微发颤 只见博望温热的指腹 轻轻划过陆志玲的嘴角 这就不行了 没这样亲过 陆志玲安纳不住的脸红心跳 并如实回答 毕竟这法是蛇吻 博望以前也没这样亲过 这才到哪 接着博望的指腹 沿着他的嘴角往下游走 划过他的细节 在他小巧的锁骨上来回俯着 陆志玲只觉浑身酥软 意识到博望可能要做出格的事 下一秒他立马伸手 撑住他的肩并转移话题 今天真的谢谢你 嗯 博望靠过来 吻上他的锁骨 嗓音性感致命 还有对不起 我没有接到你电话 让你担心了 博望静静听着 没有说话 陆志玲看着眼前俊俏的脸庞 浑身不自在 但又不敢轻举妄动 你那天的婚纱是什么样子的 博望漆黑的眸盯着他 妄仔你这是后悔了吧 准备追起火葬场了吗 婚纱 被问的突然 陆志玲震了一下 随即反应过来 你说婚礼那天吗 好像是一个奢侈品牌的婚纱 因为是模特定制款 所以我穿着也不合身 那天换下来以后就没见过了 文言博望紧紧抱住了他 依偎在他怀里 我那天不在 我知道 我知道你不想娶我 看到这莫名的心酸 但是陆志玲却一脸淡然笑了笑 明显就是毫不介意 突然陆志玲的电话震动了起来 就醒来了 陆志玲顺势从他腿上想 我接个电话 你先吃饭吧 他拿起手机迅速离开 分为离谱的餐桌 走向露台 是古纳来电 吴岛 不好意思 今天走得急 没来得及和你说一声 话音当落伯望从后面抱住了他 他瞬间愣了一下 这家伙不吃饭跟过来做什么 但是古纳那边正在说话 他也没有太在意 古纳拒绝了合作 明天早上的飞机回替国 陆志玲继续挽回 古纳别着急 如果你担心人身安全 博总这边可以派人保护你 只是明显古纳并不是因为这件事 不想留在飞国的 陆志玲一下子明白了 是因为我大哥吗 如果这样的话 陆志玲似乎也没有立场 要求古纳留下 既然这样 古导 那助你一路顺风 陆秘书 我也助你想尽万千宠爱 说吧古纳先挂断了电话 陆志玲一脸无疑 刚才古纳那句奇怪的祝福 是什么意思 还有古纳和大哥过去 究竟发生过什么事 突然有一天 疯批老公成了宠妻狂魔 你想要的 那就都是你的 博望从后面紧紧环抱住陆志玲 怎么说不动啊 嗯 陆志玲淡淡一道 随后回头看向背后的男人 没事 好事多么 我们再找其他好导演和好编剧 我们不会输的 听到我们这话博望沉默了 片刻后他宠一般开口 不管人或者物 只要你想要的 那就是你的 一日陆志玲一大早就收到古纳短信 连忙赶去了茶楼 陆志玲刚进门就见古纳坐在椅子上 眼睛还蒙上了黑布 手上死死攥着机票 他不声不响 脸上尽是冷意 这么看 短信不可能是古纳主动发的 江福生站在一旁解释 刚才有辆车停在门口 把古岛送了下来 陆志玲走了过去 帮古纳摘下眼睛的黑布 四目相过 太尴尬了 古纳眼神冰冷 陆志玲无奈笑了笑 如果我说我没有帮你拍电视剧的意思 你信吗 你也替你背后的博总保证吗 文言陆志玲一下子清洗了 原来昨晚博望说的 你想要 那就是你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故作镇定位博望显微 也许有人故意嫁祸博总 古纳摆明不相信 抬眸瞥了他一眼 整个江北 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相信他是纯良的好人吗 其实他内心也没那么细 但还是硬着头皮站在博望的一边 没有证据的是真的不好说 古纳看着他一阵无语 还真的死心塌地 不过看在你昨晚救我的份上 就算了 陆志玲看了看古纳手中的机票 明显已经超时了 他劝他留下来喝杯茶 古纳直接拒绝 正要踩着高跟鞋要走 扶声 把门打开点 大少爷的车拿回来了 风阵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闻言 陆志玲立刻将大门打开 一辆重型摩托车赫然出现 风叔 你辛苦了 先推到后面的房间吧 此时陆志玲回头看向古纳 只见他站在茶楼门口 双眼通红死死盯着摩托车 眼里透着强烈的恨你 嘴唇紧紧抿着 抿得毫无血色 陆秘书 你不是想找我TS去拍戏吗 我可以答应你 有要求 陆志玲一眼看穿 是 砸了他 我就拍 古纳指着摩托车咬牙切齿的 陆志玲脸色骤变 既然说到这里 那就干脆把话说开 古道 我不知道你和我大哥发生过什么 如果他欠你什么 我替他还 闻言古纳冷笑了一声 你替他还 你怎么还 拿什么来还 欠钱还钱 欠命还命 陆志玲回答得斩钉截铁 古纳被他的干脆像的顿主 两久才开口 那欠情呢 你准备怎么替你大哥还 你我一生孤独 换你想尽万千处来 女人看到照片后 当场吐了血 行债陆志玲没法替他哥还 你大哥当初 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抛弃了 我恨他 大哥 谈恋爱都不跟家里报备 太缺短了 陆志玲看着古纳一时间 不知道如何开口 古纳继续冷冷的 反正人也死了 你留着这车也没什么用 用它来换我给你拍戏 很值 听到这 陆志玲长劫微颤 古道 先进去喝杯茶 我给你买飞剃国的机票吧 机会就摆在你眼前 你不珍惜 怎么和你的博总交代 古纳突然变得咄咄逼人 但是家人的东西 无论谁用什么理由都不能好 甚至比我的命还要重要 一番交锋 两人陷入了沉默 古纳看出了陆志玲的强硬 他打算转身就走 却被陆志玲叫住了 古道 大哥从来不让我坐这辆车 他说 这辆车不能坐第二个女孩子 古纳的步子僵住 骤然回头恶狠狠看向陆志玲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说好要娶我 转身又去认识联姻对象 这车坐过又怎样 一点也不影响他当初分手的决局 还说我软弱配不上他 不要再缠着他 陆志玲错愕 这说的是我大哥吗 他有那么渣吗 他走到摩托车旁 伸手摸了摸 一个极小的暗格突然跳了出来 里面有一个卷起来的纸条 他小心翼崩开 上面是一个笑得非常幸福的女孩 底下还有一行字 陆志玲认出了那是大哥的自己 以我一声孤独 换你想尽万千处来 陆志玲瞬间明白了什么事 连忙收起纸条 但已经来不及 古娜一把夺过了照片 打开那一刻 我崩溃了 不可能 不可能了 古娜一脸难以置信 却又伤心欲绝 泪水也逐渐模糊了她的双眼 陆志玲不知所措望去 只见古娜死死盯着那几个字 下一秒一口老血从她嘴里喷出 舞蹈 陆志玲立马冲过去 扶住已经晕厥了她 风疏 扶生 快来帮忙 冲批老公太黏人 老婆只是出门一天 她就迫不及待追到她工作的地步 古娜吐血倒地被陆志玲送到医院 你刚才为什么要把照片藏起来 我想替大哥守住她的秘密 闻言 古娜笑了 泪水也从眼角躺下 你和她说的一样 聪明 温柔 善良 总是用心温你身边的人 陆志玲心里五味杂陈摇了摇头 毕竟她再好不是谁也没能留住吗 我曾经和她说过 羡慕你得到万千宠爱 于是她说 她也会帮我实现 当年她甩我的时候 我刚毕业找不到工作 很迷茫 还好有一些朋友 陪着我走出了失恋的阴影 后来得到出国的机会 我努力让自己优秀起来 以为这就是狠狠打脸前男友 她说着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 立马拿起了一旁的手机 拨通纪曼师的电话 曼师 我问你一件事 我们同学四年 为什么在最后一年才成为朋友啊 是有人让你这么做事吗 你都知道了 娜娜 虽然是受人之托 但我是真心把你当好朋友的 陆锦诚 古娜颤抖说出了这个名字 纪曼师沉默了片刻 是陆锦诚 为什么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古娜声嘶力竭 泪流满面 纪曼师表示也不清楚原因 只记得当时她求了很多人 听到这古娜彻底崩溃了 手机也从她手中滑落 她痛苦蜷缩成了一团 见状陆之灵连忙上前安慰 古导你还好吗 古娜抓住陆之灵的手腕 为什么 为什么她给我安排了这一切 却要抛弃我 陆之灵摇了摇头 你这个傻瓜 折腾一天的陆之灵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龟七楼 只见她进门那一刻 像是见了鬼似的 原来博旺已经恭候多事 她面无表情 看不出她在想什么 陆之灵尴尬不是礼貌笑了笑 博旺 你怎么来了 晚饭吃了吗 总觉得你要死了 就来看看 旺仔你明明关心人家之知 却口是心非 活该你追气火葬场 大佬不能得罪 陆之灵微笑表示歉你 博旺嘴上不饶人 与其让别人看掉你 我亲手送你上路 省得担心 博旺这脑回路 担心就不能好好说吗 陆之灵解释 我刚送古岛去了趟医院 她状态不太好 我就多陪了一会儿 才这么晚了 陆之灵在说话 博旺的视线 却落在了摩托车身上 那又是什么 那是我大哥生前的车 应该是我大哥和古岛的定情信物 来了来了 博旺很会话重点 开始自我攻略了 陆之灵 你是打算将你家里人的定情信物 都买回来送我 陆之灵瞬间无语 正前都是为了给老公买礼物 Oh my god 博旺该不会一直记住这句话了吧 太干大了 但陆之灵又不敢得罪博旺 你喜欢吗 最好他回答不喜欢 拜托了 博旺一脸不屑 一辆老不懂 谁稀罕 陆之灵假装失望 那好吧 其实心里乐开花 退了 陆之灵顿时傻眼 不行 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 博旺眸光深沉看向陆之灵 陆之灵小心翼翼表示 古岛对我大哥的误会解开了 或许这车他要的话 我考虑送给他留个纪念 听到老婆买礼物送别人 博旺十万个不乐意 陆之灵像哄孩子一般告诉他 我会给你挑更好的礼物 通替老公促经上身 忍不住亲吻了怀孕娇妻 博旺听到陆之灵要把大哥的摩托车送给补妈 露出了一股玩味的笑 那你送 我看他有没有命想 这家伙轻奇的脑回路 还真不能得罪 陆之灵想保留最后的倔强 那我自己留着 只见博旺若有所思死死盯着摩托车 博旺又陷入了自我攻略 既然他为了送我 命都不要 那我就勉为其难收下 陆之灵瞬间傻眼 什么鬼 我真的没有要送你的意思 当然陆之灵也不敢表现出来 一小时候摩托车被博旺带回了地江亭收藏了起来 只是陆之灵倍感头疼 几个月醒来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暧昧不清 也不知道离婚的时候 他会不会把这些收到的礼物归还 想到这陆之灵不禁常叹了一口气 忽然一个奇长的身影出现 老子已经收了 你叹什么气 不本说真话 哪怕说错一个字都能血见当场 机智的他立马转移话题 我买了桂花糕 海棠酥 荷花酥 来 乖乖张嘴 看来陆之灵真当博旺三岁小孩 然而博旺并不讨厌 他微微张嘴咬上了鱼儿 掉进了陆之灵的温柔陷阱 随后他把持不住一把抓住陆之灵的手腕 拉进自己的怀里 一道冰凉柔软的触感 猝不及防落在陆之灵的唇 为了活命 女人主动亲吻了男人 博旺一把拉过陆之灵直接放倒 二话不说吻上他的唇 博旺最近怎么回事 竟然爱上了亲戚 陆之灵还在猛圈之际 便觉博旺的吻是愈发肆无忌惮 他吻向他的脖梗 温热的呼吸在他的每一寸肌肤上流走 陆之灵不禁身体一将就听到博旺冷冷道 搬到我房间去 旺仔开窍了 可陆之灵却拒绝得很彻底 孤男寡女住一个房间 难免擦枪走火 只见博旺脸色忽然暗沉死死盯着陆之灵 糟糕 大佬又生气了 陆之灵脑海里飞快划过一推拒绝的理由 博旺你这是给我得寸进尺的机会 万一我赖上你怎么办 陆之灵以为以博旺这种身份 不可能被一个女人缠上 结果却传来了封批大佬的一阵清晓 你还想着赖上我 床都不敢上的人 你确定 陆之灵继续胡说八道 那是因为我现在清醒 不过你给我幻想空间 我不敢保证 闻言博旺一脸王位笑了笑 你幻想什么 当然幻想你会愿意和我过一辈子 白头偕老 陆之灵在演戏的路上那是越走越远 阴落 博旺谋色宁了宁 一辈子 在她的人生字典里根本不存在这几个字 她没有任何人生规划 更没想过人生伴侣 陆之灵很会察言观色 见博旺沉默 她自嘲的笑了笑 所以 请你给我一点可以尊严退场的余地 忘咋怒了 这女人每次都是这种话 时间不多 该退场了 可是她求生欲很强 这些话绝对不能对博旺说 陆之灵伸手俯上博旺的肩 偶尔吧 我只要看着你 就想不到别的了 博旺脸色忽然缓和了露出一抹温柔的笑 下一秒 陆之灵主动亲吻上眼前这个男人 第二天SG娱乐公司秘书办公室 陆之灵磨正了 还在为昨晚博旺轻轻的事情热闹 博旺的吻太郁了 陆之灵都怕自己招架不住 现在甚至做梦也跟博旺纠缠不清 就在她回味梦境之时 古纳来了 古岛 你来了 看着古纳神采异异的模样 陆之灵虽然开心 但也疑惑之好的也太快了 毕竟情商商人于无形 然而陆之灵还没反应过来 古纳却表示已经同意跟SG合作了 陆之灵一脸诧异 我能问问原因吗 只见古纳眼神充满爱 语气里尽是宠宁 因为你是小七 是陆景成最喜欢的小妹妹 陆之灵有点恍惚 小七 这个称呼已经有五年没听过了 她心里五味杂成 古纳得知真相后 她不恨陆景成了 所以她也愿意留在这个 有她身影的国 陆之灵一问 你放下 成年人 放下不能 怎么样 还欢迎我来指导吗 最终两人达成了协议 合作愉快 身价千亿的国家大少 根本不关心誓言 她心里只想得有女人陪她睡觉 陆之灵把古纳带进了 博望办公室 看着陆之灵能随便进出 博望办公室 古纳一脸好奇与心疼 她听了很多外界的传言 十分担心陆之灵 忽然她拉起陆之灵的手 看着她无名纸上的戒指 小七 如果这戒指你是戴着玩的话就摘了吧 这些疯言疯语对你名声不好 这是我的婚戒 文言古纳一脸震惊 那不是谣言是真的 她真的做了博望的情人 古纳坚信陆之灵不是那种人 肯定是被博望强迫的 于是她撸起袖子 就想帮陆之灵讨回宫了 陆之灵连忙拉住古纳 古导 你误会了 其实我结婚的对象就是博望 太意外了 古纳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许久她开口 你怎么看上凶神恶煞的活颜王 要是陆锦诚孩子 肯定被气死 对于这件事 古纳的态度跟其他人截然不同 她更多的是站在家人的角度 对陆之灵的疼惜 陆之灵很是欣慰 不过她还是想替博望说好话 博望对我也不差 她救过我 又在技嘉婚礼替我出头 古纳想想也是 她能让整个江北都知道你陆之灵不能忍 说明你在她心目中很重要 但我还是不明白 你怎么跟她在一起 陆之灵无奈笑了笑 因为有了身孕就自然而然结婚 听到陆之灵怀孕了 古纳更不爽 国家太过分了 你怀孕了还让你出来打工 陆之灵却表示是自己愿意陪在博望身边 接下来半小时 陆之灵把差点沉浆的事告知古纳 并说明了这部电视剧的重要性 古纳也懂了 陆之灵除了帮博望在财团争回一席之地 还想趁机把幕后主谋揪出来 陆之灵不想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只好主动出击 不过时间有限 只有两个月 她把所有的要求都告诉古纳 其他的任凭古纳发挥 古纳看完企划书一脸 诧异看向陆之灵 你确定要拍这样子的内容 陆之灵很肯定回答 没错 陆之灵 你孤注一掷 我古纳 绝对奉陪到底 同时古纳承诺 这部电视剧会是我这辈子最好的作品 此时此刻的古纳万万没想到 这也将会是她的一作 两天后陆之灵心花怒放 拿着电视剧剧本来找伯望 从休息室走出来的伯望不发 一语神情复杂看向陆之灵 并漫不经心的扣着衬衣上的扭扣 睡觉了 陆之灵好心关心伯望的睡眠情况 却换来了她的虎狼之词 要是有女人陪着睡更好 陆之灵尴尬笑了笑 想必她肯定后悔多问了一句 伯望 你先看看古岛发来第一集的剧本 我看了一下 人物性格和剧情张力都把控的很厉害 完全没有可挑剔的地方 什么时候开拍 期晚要两周 所以我想给古岛半个试镜会 挑选合适的演员 博望没什么意见 毕竟她志不在此 也是陆之灵想玩 她就让她随便玩 随后陆之灵表示剧本很重要 顺手就将剧本锁进保险柜 怎料 当晚 剧本就到了玉云飞和夏美琴的首尾 两人已经迫不及待开始谋划 往剧组里安插自己的人 女人只想喝杯纯净水 却遭到下头能的图谋不过 试镜大会如火如荼进行中 陆之灵感叹现场帅哥美女真多 古岛提醒 这恐怕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博家那两位太太宋人 陆之灵相信古岛晶晶火眼 可以看出谁是妖魔谁是鬼怪 陆之灵太会说话 难怪能把博望拟捏得死死 试镜会正式开始 演员们一个接着一个登场 古岛一下子就看出了 大部分人明显排练过多次 等着被选上 看来大家族的斗争 还真的细节到每一处 下一位 只见一位脸凳雷西 身穿古风如群的女孩上场 各位老师好 我叫陈雪然 今年22岁 古那低头靠近陆之灵 有点古怪 她的穿衣风格和你太像了 陆之灵淡淡一笑 却没有太在意 毕竟演技上 她确实碾压了其他人 那你的意思是想选她 舞蹈全权决定 两人相视而笑 一切静在不言中 经过了两小时的事件 陆之灵疲惫不堪 只想到茶水间喝杯水 忽然身后传来了一个男生 陆秘书 原来是刚定下的男主演乔阳 陆之灵疑惑她怎么出现在这 乔阳上前故作熟悉 跟陆之灵打招呼 我叫乔阳 刚才试镜我们见过 你好 陆之灵打完招呼 正想嘴身离开之际 乔阳居然顺手 把茶水间的门关上 陆秘书 你这颜值放在娱乐圈 绝对大红大红 怎么来给人打工呢 下一秒乔阳走到陆之灵面前 迫不及待捉住了她的手 陆秘书 我来帮你接吧 陆之灵二话不说 直接甩开她肮脏的手 随后台谋恶狠狠警告 不用了 乔先生 请自重 乔阳笑容一僵 我只想帮忙 怎么扯到不自重呢 陆之灵冷笑不说话 眼神里尽是厌恶 什么心思 自己狗肚子里不知道吗 外面忽然传来一个娇软的声音 博左 您好 我是豪门这部剧的女主角 陈雪然 请多多关照 我忘 陆之灵有点恶然 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怎料乔阳这个小头男 居然反过来贼喊捉贼 陆秘书 别这样 你别拉我 我们才刚认识 陆之灵几乎瞬间明白了乔阳的意图 他就是想让他后退 形成壁东的假象 好让博望误会他 调拨他跟博望的关系 风批霸总把十八线影地打飞 只因他想请他老婆喝咖啡 乔阳向陆之灵扑过去 陆之灵机智低声闪了过去 他直接撞到墙上 痛快 撞不死你这个小头男 陆之灵随手拿起一瓶矿泉水 震荡想要攻击小头男之际 后一声门突然被吹开 只见博望站在茶水间门口 漆黑的双眸死死盯着里面 纹身散发着沙印 陈雪然气喘吁吁追上了博望 一脸搓恶看去 只见陆之灵将瓶中的水泼到乔阳的脸上 别再纠缠我了 随后立马冲到老公身边求救 博望 他想照我便宜 换掉他吧 闻言博望脸色顿时阴沉 嗓音急冷 被摸了 望再上来就这么直接真的好了 他的确有这个意图 幸好我躲开了 陆之灵委屈巴巴说道 博望听着转眸看向里面的乔阳 他怒了 他怒了 博梗上的青筋若隐若现 见状乔阳慌得一匹 双腿抖得厉害 与无伦刺便捷 博博总 不是这样子的 我就是没站稳 不是 是陆秘书主动倒在我怀里 他还扒了我领口 我以为他对我有意思 绿茶隐蔽真会演 我没有 博望 陆之灵边说边钻紧博望的衣袖 眼里对博望充满了依赖 心想博望应该不会相信他的鬼扯吧 乔阳还打算挣扎了一下 真的 博总 他说喜欢我的电影 是我的影名 还让我在他胸口签名 编 让你继续编 自古反派死于话朵 下一秒博望拿开陆之灵的手 陆之灵有些慌了 连忙摇头 我真的没有 我眼里除了你不可能有别的男人 重要关头之之 还不忘博望在 难得博望也被情话迷得七昏八速 他伸手揽过陆之灵的肩膀 将他推至门外的墙上 你在这里站一会 陆之灵猜不透博望的想法 却听到博望温柔在他耳边说 乖乖在这躲着 闲吵就把耳朵捂上 博望在他的颈侧轻轻抚摸了一下 随机抬脚走进茶水间 门被他两米的大长腿直接踢上 下一秒 乔阳七路惨叫响彻天际 博望这是下分手了 也不知道乔阳后不后悔 片刻后 博望一把牵过陆之灵的手离开 路过办公区域 只见大火都瑟瑟发抖 根本不懂抬头 陆之灵被博望强行带到办公室 博望猛地停了下来 陆之灵直接就撞上了他结实的背 陆之灵跟博望解释 乔阳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 来分化两人之间关系 他感谢博望及时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博望冷冷回头看向陆之灵 眼神里充满了狠烈 茶水间是不是有监控 旺仔 你这是不相信之之吗 明明是女孩受了委屈 却还要想尽并法哄男人小 女孩的所有卑微 只为活到能回家的那天 博望忽然打断陆之灵的话 茶水间不是有监控吗 陆之灵从博望的眼神中 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含义 你不相信我 把监控调出来 博望语气冰冷 陆之灵却一动不动 忽然博望拉起陆之灵的手 嗓音温柔得有点可怕 乖 去把监控调出来 下一秒陆之灵被按坐在办公桌前 博望的掌心 带着敌意在他的肩膀上拉刺 语气强硬 不掉吗 陆之灵 心虚 旺仔追击火葬场 敬请气态 陆之灵深知都不过变态 他只好打开电脑 将茶水间的监控调了出来 博望面无表情坐下盯着电脑屏幕 陆之灵全身心的无奈撇过头 听着监控里的声音 乔阳要摸他的手 他躲开了 乔阳要擦他的裙子 他也躲开了 乔阳扑向他 低声声 博望看着眉间的利益渐渐散去 他随后站了起来紧紧抱住了陆之灵 没事了 陆之灵内心好痛 你没事 我有事 看来这一段又被支支写进小本门里了 陆之灵庆幸没有发生让人误会的画面 否则跳进青江也洗不清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问道 你不相信我 为什么答应要跟我试试 不信你 可让你玩有什么冲突吗 说着博望大掌捧上陆之灵白皙的脸 他死死盯着他 在这个世上 我谁也不信 所以陆之灵 你最好永远别让我找到你背叛我的证据 否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博望字字句句都透露着残忍暴露 陆之灵心里有着被怀疑的憋屈和恼怒 明明不是他的错 他却可以这么理智气壮 扎心了老铁 博望从前受到的伤害 为什么要再支支支发泄呢 陆之灵虽然想发火 但是为了活着 他不得不像躲兔丝花衣服着博望 他伸出双手紧紧抱住眼前暴力的男人 试图抚平他长久以来的伤 怎么 害怕了 博望看着怀中的人淡淡倒 没有 我就是想抱抱你 当一个人本能就是怀疑别人的时候 应该不好受 明明受了委屈的是自己 还要安慰他 支支也太难了 博望瞬间身体一讲 又开始自我攻略 这女人真的爱藏我了 这时候还替我着想 不知道那个能让你全心全意信任的人什么时候出现 没有这个人 博望笃定 会有的 你一定可以变更好更开心的 博望看陆之灵就像个单纯的呆子 他忍不住揉揉他的头发 陆之灵勉强微笑 后背直冒冷汗 此时此刻他真的 真的好想回家 封皮老公的三出现了 怀孕娇妻却不哭不闹不自闭 只因他从来没爱过 乔阳被博望走进医院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国外玉云飞耳朵 他嘲笑夏美琴的人无能 同时他也感叹陆之灵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毕竟送过去的帅哥半个都没派上用场 还好留了后手 男人不行那就上个女人 玉云飞一脸阴险的笑 等搞死了博望 我的堂儿就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真容一定会娶我为妻 另一边 豪门正式开拍 一个多月来陆之灵忙前忙后 几乎都住在剧组 陆小姐 别晒着 乔阳的事情过后 SG突然换了一家保安公司 前来交接的是李明淮 陆之灵秒懂 好了 这回还是逃不过博望的监视 之灵 拍摄太顺利了 第一集剪得差不多了 有时间一起看看 古娜笑着说道 陆之灵微笑点头 忽然古娜拽了一下陆之灵的手臂 示意她看正要坐车离开的陈雪 怎么了 只见古娜冷笑了一声 她真的挺奇怪的 一般主角都是没戏份的时候 就在车上或者酒店休息 然而她却频频往SG打卡 明显目的不纯 这种事我在圈子里见多了 打着公事的名义做最误会的事情 古娜提醒陆之灵防着她 陆之灵瞬间明白病淡淡一笑 博望不经常去公司 更何况博望想干嘛她也控制不了 见陆之灵一脸无所谓 古娜急眼了 捏了捏陆之灵的小脸 你啊你啊 怀孕还整天跟着剧组连轴转 博望一直速着吧 你真的要小心啊 为了让古娜放心 陆之灵只好立马回SG 很快陆之灵带着李明怀来到总裁品楼槽 刚出电梯 就飘来的闲言碎语 天啊 陈雪然天天来 耐性其次 手段抄群 是想趁陆秘书跟组 她见缝插针 还以为博总对陆秘书是真爱 为了她闹得满城风雨 转头又被个女演员勾住 一位金发大姐还举起手机 你们看 昨晚有人撞见了陈雪然和一个男人去酒店 据说男人是博总 话因为落手机被一把夺过了 陆之灵恶狠狠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男人确实是博望 就是那个模糊的背影看不清 但她手上的佛珠 化成灰陆之灵也能认出 下一秒陆之灵直接删掉照片 随后警告道 在总裁办公室外面聊博总闲话 你们是有几个脑袋啊 几人弱弱低头道歉 把该说的话说完 陆之灵便转身回总裁办公室 跟在身后的李明怀心里感叹 不愧是嫂子 真爱气 就在两人刚拐弯 就撞见衣衫整齐的陈雪然 从博望办公室出来 看她那样可想而知发生了什么事 陆之灵停住了脚步不发一语看着她 李明怀倒吸了一口气 要打起来了 要撕了 要扯头发慢婊子了 哈哈哈哈 保安哥哥果然随了望哥爱脑补 疯批大佬听说怀孕娇气哭了 他居然笑得比狗还开心 陆之灵默默看着陈雪然在装丝 他都不好意思拆穿 只见陈雪然对上陆之灵视线是有些错误 然后笑了起来 陆秘书回来了 我一会还有两场戏 就先走了 陈雪然故意在陆之灵面前整理掉落的简单 跟没事人一样从他身边离开 目睹一切的李明怀一脸懵圈 这就结束了 难道不干一家吗 陆之灵抿了敏唇 犹豫要不要提醒一下伯旺 陈雪然一看就是被安排进剧组的 万一闹出点什么陶瓷新闻 吃亏的是伯旺 陆之灵站在门外 犹豫了好一会便伸手敲门 推门进去后 意外的是伯旺不是在休息室 而是在办公桌前练子 看来旺仔很用功吗 果然是吱吱的好带 伯旺将当写好的一页递给陆之灵 陆之灵结果认真看了看 练得真好 闲着没事干才随便写写 旺仔有点反而自慰 话音刚落伯旺站了起来 忽然伸手将陆之灵抱住 低头靠在陆之灵的颈窝 他灼热的呼吸让陆之灵不禁身体一僵 陈雪然不是刚出去吗 低沉阴雅的嗓音在陆之灵耳边响起 又去剧组泡着吧 你练字也辛苦了 我去给你准备点心 陆之灵不自在将头往一边偏去 伯旺硬是把他的头扭了过来面对自己 陆之灵没来得及撤 伯旺的吻就落了下来 很快陆之灵正脱开了 不要 此时此刻陈雪然方才的模样忽然浮现脑海 在他恍神的瞬间就见伯旺试探性的吻 向他小巧的耳朵 三个多月可以了 陆之灵瞬间傻眼 伯旺胃口好大呀 接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笑了笑 秦医生说我贫血 情况比较特殊 最好不要 这已经是伯旺被拒绝的第八百八十八次 伯旺真的要气死 难道你要让我活活忍十个月 陆之灵紧紧抱住他的脖子沉默不语 忽然手机震动了下 秀星来了 他连忙拿出手机 看了一眼垃圾短信 是古道 剧组那边还有点事 我得过去一下 听到陆之灵又要走 伯旺不耐烦 不就拍个电视剧而已 怎么还把老婆陪进去了 陆之灵看出了伯旺的小心思 爱他爱到发疯的人设又上线 伯旺在 那边事情本来就多 我是因为想你想到不行才回来看看你 要不我给你煮杯茶再走 又听到老婆的深情告白 伯旺心情瞬间360度好准 安抚完伯旺 陆之灵从办公室离开 李明怀立马跟上 陆之灵忽然停下 若有所思回头看了一眼李明怀 李队长 麻烦你帮忙派人暗中保护伯总 最近可能有人不怀好意跟踪伯总的私生 陆之灵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李明怀报告伯旺 所以他就想借李明怀的嘴提醒伯旺 交代完陆之灵故意上厕所 把时间留给李明怀告状 果不出所料 李明怀把事情一五一事报告给伯旺 伯旺慵懒靠在办公室上 神情复杂 他以为我跟那个女演员有一头 还要你帮忙清理跟踪的眼睛 奇怪 这女人有点温顺过头了 除了让你帮忙 没说别的 就是眼睛好像有些红 说了两句就去了洗手间 哭了 伯旺苗斗 这女人为我哭了 看来真的爱藏我 旺仔好可怜 真不知道以后知道真相了该怎么面对 曾经那么爱脑补的自己 只因怀孕娇气太过乖巧懂事 气得疯批老公怒杀意投出泄粉 黑桃会锁某包厢 伯旺安静坐在脚内 面无表情看着他们勾肩搭背 群魔乱舞 许久 他拿出手机 十一点 李老婆催我回家还有一小时 就在此时寂静的大嗓蓝子吵闹中特别慘 你是不是蠢 女人对你百依百顺就是不爱你 这话听着怎么有点熟悉 伯旺抬眸撇去 只见其中一个男人哭成狗 我踏马的以为他太爱我 所以乖 谁知道 呜 兄弟 算了算了 就当花钱没教训 伯旺恶狠狠看了一眼季竟 季竟立刻屁颠屁颠凑了过来 旺哥 有什么吩咐 在说什么 说丁周呢 他前段时间泡了个女人 他要睡他 他巴巴送上门 丁周要找别人 他还能做好爱心大餐送过去 不吃醋不闹脾气 舔得丁周都感动了 打算收心认真跟他在一起 结果人家把钱一卷逃到国外去了 这事都成圈里一大笑话 季竟自顾自说着 根本没注意伯旺脸色突变 要我说 丁周就是自己蠢 女人要是爱你 不可能没有脾气 伯旺顿时想起陆之灵那张温顺乖巧的脸 眼中掠过一抹凌链 你很懂啊 伯旺忽然站了起来直接往外走 留下了一脸猛逼的寂静 到底说错了什么了 得罪了这位大佬 一小时后地将停 忙碌了一天的陆之灵终于回到家 可等着他的却是一脸阴沉的伯旺 看他架势似乎等了好久 陆之灵故作轻松凑近 伯旺 你可以在等我吗 只见伯旺谋色里充满了寒气 直勾勾盯着陆之灵 陆之灵顿时浑身僵硬 看样子大佬今天又不愉快了 还是狗命要紧 陆之灵立马关心的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去买点海糖素回来吃好不好 陆之灵只想逃离这冰冷的空间 怎料下一秒伯旺却说要给他亲自行出 哈哈哈哈 陆之灵内心慌得一瓶 你这个样子像是要做饭吗 做人肉叉烧包还差不多 于是他赶紧扑了伯旺 我不想你相处那么累 还是我去买吧 不吵不闹 听话懂事照顾备质就是不爱 伯旺想到这语气突然强硬 我说我做 说吧 哄一声 伯旺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块大台 重重扔到针本上 身后台谋狠狠狠看向将在原地的陆之灵 坐过来 房子安静的向凶案现场 只见伯旺取出一把凶器 不不 是菜刀 下一步他挥起菜刀重重剁了下去 干净利弱 没个十年刀工绝对无法胜任 果然是屠宰场长大的 忽然 陆之灵脸颊疼了下 他僵硬抬手摸了摸 脸已经被划了一道小口 鲜血渐渐渗出 我到底是哪里惹到这位杀神 怀孕娇气一哭 疯批老公立马破防 陆之灵慌得一瓶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去拿一瓶水 伯旺语气冰冷 继续作长 伯旺像发疯似的对着那身排骨狠狠落了又躲 陆之灵瑟瑟发抖 这场面随便一个人进来都觉得是凶案性场 不行 得开解开解他 伯旺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一起解决 呛 伯旺做得更努力了 排骨有什么错 球放过 陆之灵好想逃 越远越好 但他知道那样死得更惨 他压抑住内心的恐惧再次尝试跟伯旺沟通 你别这样 你这样我很担心的 到底什么事 你说出来吗 怀疑老婆不爱我 你要伯旺怎么说呢 大佬肯定不愿意低头 只见他把刀狠狠插在针底上 低谋深深凝视着陆之灵 一字一字开口 昨晚寄进组楼的局 一堆女明星进了酒店就往我怀里扑 好家伙 旺仔都学会撒谎啊 陆之灵一时反应不过来 这家伙说这个干什么 见陆之灵无动于衷 伯旺薄纯微勾露出一抹完威的邪笑 我觉得陈雪然不错 准备包了他 不影响你们拍摄吧 陆之灵看着七零八岁的排骨 他慌得不知道如何开口 他低下头 所以他现在的人事不吃醋是有问题 所以想方设法再试探自己 抬起脸看我 我问你话吗 大佬爆发边缘 陆之灵秒声一记 哭就完事了 他缓缓抬起脸 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泛正风 水汪汪的溢了出来 这突如其来的眼泪让伯望不禁心底一颤 陆之灵哽咽的嗓音还故作从容 不影响 只是陈雪然这个人 肯定是有人故意安排进来的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留意他有没有给你下头 当然如果你对他是认真的 我会让公关部发声明 你们阴系结缘 正常交往 奔着结婚去的 这样一来把影响降到最小 只见伯望冷笑了一声 你这个伯家大上的你倒是很大方 我有不大方的资格吗 他倔强对上伯望漆黑的双眸 反正不管怎样 只要你开心就好 陆之灵这演技再加上湿润的眼眶 伯望果然精准被拿捏 原来的那股愤怒降了进去 只是声音有点冷 你觉得不重要你红什么眼 陆之灵反驳 我又不是石头做的 怎么可能做到无动于衷 要不是你把话放到我面前 我也不会这样 这话一出他又觉得不懂我 像是在指责伯望 于是卑微扭过头并道歉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 伯望沉默了 看来又再次相信老婆是爱自己的 见状陆之灵不忘最后再扑了一次旺仔 我累了要回房休息了 你也别做饭了 坦得手疼 我会心疼你 晚安 说吧 陆之灵一溜烟冲进了房间 回房间哭去了 好家伙 旺仔又开始自我攻略了 他不一样 跟任何人都不一样 寂静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 然而回到房间后的陆之灵 惊魂未定地松了一口气 伯望太难伺候了 没想到向来不懂浪漫的爸爸 红旗老婆的手段都这么骚 居然三冬半夜出动了直升机 可老婆并没有感动 只有尴尬 凌晨两点 陆之灵被伯望闹得根本睡不着 他来到了露台 目光凝视着江南的方向 想起了爸爸说过的话 我希望小气能活得肆意散播 然而现在的他却每一步都走了小心翼 一步小心很可能掉下万丈深渊 心想真的能活着回到江南吗 还在哭 低沉的男生忽然在他身后响起 陆之灵猛地回头 眼睛红得厉害 苍白而可怜 伯望靠在落地窗上 黑眸深邃看着他 有那么委屈吗 半夜不睡跑来露台哭 完美 伯望又误会了 那就只能飙演技了 没有 我就是有点饿了 想吃海棠酥 饿哭了 伯望震脑回路 难怪追漆火葬场 陆之灵沉默了 伯望语气温柔 想吃哪家的海棠酥 陆之灵一脸诧异 大佬这是要给我摸吗 不了不了 他立马告诉伯望 我常去的那家店十二点关门了 怎料伯望继续追问 哪一家 陆之灵无奈回答 中山路那家 不过现在却肯定走不到的 别废话 跟我走 忽然伯望上前牵起他的手腕往外走 陆之灵虽然茫然大 还是乖乖跟着走 很快两人来到了陆之灵说的那家店 但他家真的关门了 伯望没有理会 便拿出手机 闻他 你还没到吗 要不要我去接你 他的嗓音凑着几分死慢慵懒 十分钟后 一架直升机从天而降 闻管家疯狂招式 少爷 我们来了 陆之灵顿时傻眼 这是什么情况 我作为陆家大小姐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为所欲为我 半小时后 只见闻管家大汉淋漓 带着一个点信师傅从厨房出来 今天的主角海棠苏爷闪亮登场 此刻陆之灵已经尴尬到 能用脚趾抠出个陆家老子了 但他还是笑着跟师傅道歉 不敢不敢 见他那么客气 师傅差点跪下给他行李 伯望的一番心意不吃 他又得发飙了吧 随后他只好拿起海棠酥吃了起来 谢谢你 伯望 你真好 支支又开始颇旺咋了 伯望坐在他对面直勾勾盯着他 见状陆之灵左手拿起一块地给他 你也吃一块吧 伯望抬手捏住他的右手腕 拉过来就着他咬过的地方咬了一大口 黑猫始终盯着他 嗯 不错 你吃吧 最后陆之灵顶着伯望让人窒息的目光 狂炫了三大块海棠酥 这回不知宝了 海烟 见到老婆吃开心了 不哭了 眼睛也不红了 伯望站起身伸出手 走 我们回家吧 陆之灵先是愣了一下 随后便乖乖把手放进他的掌心 伯望一把握住他的手 食指向扣 牵着他离开高点店 伯望拧走前还不忘叮嘱文管家 这个师傅招进伯家 让他每天做点点信送到地疆厅 闻言师傅内心几十万只草民买的灯腾啊 旺仔今天走的是妥妥的伯总风 国家大哨的桃色绯闻被曝光 全世界都疯了 只有怀孕娇妻依然选择相信他 遗憾的不是因为他爱他 时光如梭 终于到了豪门首播日 面对各种的流言蜚语 古娜开始担心陆之灵 陆之灵请古娜放一笔个心 他相信伯望 更何况现在更需要关心的是首播能不能顺利进行 就在此时工作人员推门而进 不好了 陆秘术 古导 伯总的传照被爆出来了 闻言两人一口同声质问 什么 似乎都在怀疑自己的二人 很快陆之灵的手机微博提示音响起 收到各种吃瓜营销号的信息推送 图文并茂 女人一眼就看出是陈雪人 至于男人虽然模糊不清的背影 但是任谁也能猜出是伯望 陆之灵一脸平静看着手机屏幕 古娜则是已经火冒三长 说时迟那时快 他已经迈着六斤不认的步伐往外走 势必要找伯望算账 陆之灵连忙拉住了他的手腕 古导 你这是做什么呀 古娜见他面容平静 更加生气 小七 你怎么了 你准备忍气吞声 为什么 就为了个博家上奶奶的位置吗 古娜越说越激动 你别忘了 你是陆家极万千宠爱下长大的妖女 你受一分委屈 都是对你大哥 对陆家长辈的侮辱 听到这话陆之灵顿等酸涩 他强压下去 冷静开口 古导 我不是准备忍气吞声 只是这个时间点 这种新闻被曝光 你不觉得巧合吗 分明有人故意设计的 我相信 这只是开始 还会有更劲爆的炸弹随时等着我们 要是这个时候我跟博望闹烦 不就正中了有心之人的圈套吗 此刻吱吱的头脑清晰 更看出了他真的不爱忘仔 古娜总算听出来了 传照是屁的 假的 当然是假的 也只能是假的 那也是 一张博总的正面照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博望 随后陆之灵嘱咐古娜 盯好剧组这边 他要处理更重要的事情 陆之灵拨通了博望的电话 可是一直无人接听 首播倒计16小时 传照正如陆之灵预想 传播速度那可是做了火箭的 公关部已经哭成狗 陆之灵却一如既往淡定 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留言 距离首播4小时 丁玉君来电话了 他那边火急火燎给陆之灵传话 国真容那边已经炸了 扬言准备要飞太子了 如果这次危机处理不好 他就没有机会当继承人了 陆之灵语气平淡安慰丁玉君 并表示他能处理好 担心陆之灵误会博望 丁玉君还替博望说话 之灵你要相信博望 他回家这五年 我也一直盯着 他清清白白的 甚至有时候我都怀疑他天天泄斗 被打坏了男人的机能 文言陆之灵突吃笑出了声 奶奶果然是轻生的 最后陆之灵保证 一定会帮博望争取到财团的入门时 说到他挂断电话 随后一副运筹帷的目标 好了该收网了 某夜总会包厢 几位SG娱乐的高层开心 开着红酒庆祝 博望还是太年轻 真以为拍个电视剧就能进财团 房总说的是 干杯干杯 进房总 小雪然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只见房总油腻腻的大手 抱住了陈雪然的肩膀 你可是大功臣啊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晚上采访的时候装委去点 最好提前弄几道伤口 暗示博望有那方面的暴力倾向 陈雪然靠在他怀里勉强微笑印象 就在众人玩得欢快的同时 大门喷一声被推开 众人错愕抬眸看去 只见陆志玲审量登场 几位老总在庆祝什么呢 房总最先冷静下来 清了清嗓子 陆秘书 你怎么来了 陆志玲视线直接投向陈雪然 陈小姐 我想和你聊聊 陈雪然意外蹬大眼睛 指向自己 女人狠起来确实没有男人什么事 从传照曝光至今 封批老公一直处于试联状态 怀孕娇妻独挑大两手撕造谣者 陆志玲霸气直接闯进 SG高层的庆功现场 李明怀等人很快也拿下了 房总的众多狗土 大门喷一声被关上 陈雪然被带进了另一个休息室 一副吃了苍蝇的表情 跌坐在沙发上 陆秘书 你想做什么 有什么你去找领导 我只是个小演员 我想请陈小姐帮个忙而已 豪门的首播会三个小时后开始 我想请你在首播会上 向大众做澄清说明 你和博总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替人做事造谣的 闻言陈雪然先是愣住 又开始装作什么都听不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照片不是我留出的 我也是受害者 见陈雪然脖子也够硬的 陆志玲放狠话 陈小姐 名人不说暗话 事实怎么样你我都心知肚明 但陈雪然依然打算装傻道理 我真的不明白你说什么 硬的不行 那就来软吧 对方是不是给了什么好处 或者他们用你的家人威胁你了 如果这样 我总可以帮你解决 如果要用钱 陆志玲直接入正题 陈雪然眼神闪烁 明显她动摇了 果然猜得没错 陆志玲看着她 眼神里淡漠了几分 直接了当的道 我不会给你加高价 陈小姐你前途无量 却选择这种捷径赚钱 就像刚才有人把贤猪手 都伸到你身上了 你甘心吗 闻言陈雪然眼底略过一抹难看 心想不甘心又怎么样 那些人开出的价格 是我当一辈子演员都赚不到 陆志玲 你这么没诚意 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陆志玲再次强调 绝不会用钱来成全她的野心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好的事 见陆志玲不改变主意 陈雪然直接不耐烦黑脸 还扬言要报警抓她 说到这份上 陆志玲自认人之意境 于是放陈雪然离开 只希望她不要后悔 距离首播不到两小时 国旺一直联系不上 他按下语音键给她发去语音信息 国旺 陈雪然不肯站在你这一边 抱歉 我保不了她了 心里暗暗希望国旺 不会因为这事生气 信息刚发出 李明怀举着手机冲了进来 陆秘书又出事了 他接过手机 但定点开视频 豪门第一集 从片花到片尾 全是正片 没有一点虚的 现在公司已经乱逃 公关部问要不要停掉首播会 看完视频陆志玲一场平静 将手机还给李明怀 不停 首播会照常举办 距离首播会15分钟 金碧辉煌的感听 整齐有序的影子 现场众说纷纭 博望的黑料 豪门提前流出 SG股价跌入补底 就在此时陈雪然带着一身伤出现 记者蜂拥而上 陈雪然 你今天很漂亮 博望打的吗 听到这陈雪然连忙捂住手臂故作稳去 没有没有 不关博总的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 好一招预盖迷章 记者还想问 却忽然听到有声音传来 古岛和陆秘书道 媒体们再次骚动起来转身 陈雪然也跟着转头看去 只见一身女士西装的古纳 和一身中式长裙的陆志玲 并肩缓缓走了 两人有说有笑 似乎毫不受留言的影响 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西人气场 婚礼上 新郎居然掏出枪对准了新娘 万众瞩目的豪门首播会终于开始 当主持人宣布主演上台时 陈雪然自信满满地抬头正准备起身 却忽然被人用力摁压做了回去 她错恶回眸 便见李明怀一张阴沉的脸 嘉宾不要破坏首播会的进场 什么叫嘉宾 我是主演 从现在起 你不是了 陈雪然被摁着根本起不来 再往其他主演的位置看去 跟他一样都被人摁住 这回陈雪然真正慌了 忽然磅礴的音乐响起 两位穿着华丽 珠光宝气的中年女演员 缓缓从楼梯走向 这不是妥妥的豪门贵妇 走到了现实中吗 全场一片哗然 拿过白石井的河丽 和拿过国际金灯井的沙漠 天啊 这两位不是退圈了吗 陆志玲则满心欢喜 欣赏着台上的表演 欣赏那些豪门里的勾心斗角 和阴暗群 都会成为不忘的垫脚石 两位国际影后同台标记 全场陷入一片死寂 制造床障 掀起舆论热潮 好算计 这件事是谁做的 身为豪门长子 想玩死我的队友人才 可能是我叔叔 也可能我姬母 也可能是你 我漂亮的未婚妻 最后一声枪声响起 男人不在意笑了笑 无所谓 有一个解决一个 豪门里怎么会有真正天真的人 我不过是在静静看你们表演 豪门并不是一部灰姑娘 嫁入豪门的脑残甜剧 而是豪门利益厮杀的爽剧 卧槽 还有那段台词 有意无意暗讽伯望 和陈雪然的绯闻是被陷害的 接下来请各位媒体记者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问我们的导演 兼编剧《古纳古岛》 随后一名记者立马站了起来 古岛 之前豪门的女主不是陈雪然吗 怎么突然换人了 豪门从来未对外发布过任何消息 有人自称主角也要拿出证据 文言陈雪然气得厚槽牙都要咬碎 但他确实没有证据 因为之前剧组要求保密 所以签的合同都是以未定二字命名 陈雪然不甘心并一本夺过记者的话筒 怒气冲冲指着陆之灵 陆秘书好计谋啊 明明我才是豪门主角 为了赶走我 居然另外拍了一部剧 陈小姐言重了 我们剧组怎么会用诗的艺人了 古那话里话外意有所指 就在陈雪然想大闹现场之际 大屏幕上出现了两名熟悉的声音 陈雪然和他的助理 助理好心劝说他认真拍戏 不要整日去找国王 陈雪然反过来警报他少管闲事 助理真相报 说是找国总 可看到了其他几位老总 频频从你房间里出来 结果陈雪然恼羞成怒 给助理甩了狠狠一巴掌 还威胁找人抢了他 太恶心了 明明自己虚意勾引 还反过来说博望对他抢取好躲 这种人不配当演员 赶紧封杀吧 现场骂声一片 陈雪然已经无力贪坐在原位 完了完了 钱没拿到 就声名狼藉 他现在才明白陆之灵之前 劝他是给他最后的推 只可惜一切都晚了 贪婪害人不浅 失联了18个小时的 疯癖霸总终于联系怀孕娇气了 哪怕他差点被人赶了腰子 豪门首播会上 陆之灵一个眼神 几位飙行大汉 直接将陈雪然撵出了会场 豪门证据开始播放 旁边还实时记录着收视率 40% 众人被狠狠惊到 毕竟去年的巨王也就25% 本以为会高开低走 没想到10分钟后 收视率直接飙升到50% 甚至各大热搜前世全是豪门 首播会结束 古娜和陆之灵上台羡慕 赢得了哄堂哲声 下面是采访时间 记者冲着陆之灵一拥而上 都在询问他跟伯旺的关系 还有怎么看待伯旺和陈雪然的绯闻 陆之灵一脸茫然 今天首播大家不是更应该关注作品吗 都跑来问这些算什么 更何况伯旺对陈雪然的态度暧昧不明 我也不好提他回答 就在此时他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两下 陆之灵拿出手机滑开了微信对话框 伯旺发来了信息 我来了 办公室 片刻后 陆之灵来到办公室 里面黑漆漆空无一人 隐约一股血腥味传出 陆之灵走向休息室 只见伯旺浑身是伤靠在沙发角落 不怕死的他还在品尝着82年的某饮料 陆之灵先是愣住 随后大步来到伯旺面前 拖 伯旺抬眸看向陆之灵 嘴角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随后大口干了杯中的饮料 然后大手一挥乖巧解开了衬衣扭扣 看来伤势也不太重了 陆之灵心里窃喜 紧接着蹲下并细心为伯旺检查伤口 贴近一些看得更清楚 伯旺声音有些许阴雅 更像是没休息好的疲惫 陆之灵满脸大血的无语 变态 受伤了都不安分 不用 我现在视力很好 好一挥他缓缓开口 你就不好奇我怎么受伤的吗 文言陆之灵手中动作顿住 豪门成功了 你不再需要为了博家豁出性命了 忽然博旺头往后仰 根本不敢看陆之灵 明显旺仔对芝芝的爱 已经上升到隐忍克制了 陆之灵继续为博旺擦药水 博旺的声音又传来 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一座乱七八糟的大山里 一辆摔得面目全非的车 听到这陆之灵忍不住看了一眼博旺 博旺不愧是自我攻略界的鼻子 无论陆之灵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觉得他爱惨了自己 最早的记忆四一座乱七八糟的大山里 一辆摔得面目全非的车 有个满头是血的女人 把我从车里推了出去 还不断挥手赶我走 而我就像是中了鞋一般拼命往前跑 直到身后一声巨响那一刻 我明白了他为了让我活着才赶我走 不然我也得被一起炸死 博旺缓缓坐直身体 我欠他一条命 给他把遗产从他不喜欢的男人手里拿回来 算还他了 此时此刻 陆之灵终于明白博旺为博家办事 都是为了还母亲的恩情 随后陆之灵柔声道 母子之间不是这么计算的 一起遗产 我相信母亲更希望你能健康幸福活着 闻言他神情复杂逆向陆之灵 陆之灵劝他不用着急 等他拿到财团花式权 想拿回遗产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博旺薄纯微勾露出一亩不明所以的笑 半上开口 我看了豪门直播了 我的女人就是牛 今天网络一天的节奏都是他带飞的 博家那些人估计要被气死了 看博旺都说到这个份上 自己的绯闻总得解决一下 于是陆之灵大胆开口 让博旺撇清跟陈雪然的关系 听到这我们亲爱的旺哥又开始自我攻略 老婆肯定吃错了 紧接着他意味深长道 我要是不能 见状陆之灵只好跟他解释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陆之灵一口气变了一篇八百字作文 但是博旺根本没听进去 他能get到的是 老婆果然太爱我 不愿意放手 陆之灵长叹了一口气 这一波确实对牛弹琴了 就在他收拾好医药箱准备转身之际 一双冰凉的大手拉住他的手腕 博旺抬眸撒娇道 过来一下 陆之灵整一个大写的无语 这位大佬 火烧没毛了 怎么就偏偏对这个事情上心 陆之灵有些无奈 看着他那张帅气又可怕的脸 算了 为了狗命也没说不得权利 随后陆之灵只好乖乖上前 两人四目相对了0.08秒 陆之灵低下头 想到陈雪然跟博旺的照片 太犹豫了 最后只在他的喉结轻轻点了下 博旺万万没想到事情是这个走向 他瞬间瞳孔地震 炸了炸 博旺终于公开陆之灵是他老婆了 博旺和陆之灵穿过长长的走廊 陆之灵越想越不放心 万一这家伙心血来吵死活保陈雪然怎么办 他不禁看向他 你是要去媒体面前澄清了吧 博旺漫不经心走在他旁边 一双眼一直盯着他 笑而不语 明显他非常享受看见陆之灵吃醋的模样 到了 陆之灵满脸大写的无语逆向博旺 脑不是病得知 算了算了 不管他闯什么祸 我都能圆回来 忽然博旺捉住了他正要按电梯的手 强烈的压迫板从后方包围过来 陆之灵还没来得及开口 便听到博旺一声轻响 陆之灵 你就这么怕我和陈雪然有一腿 当然怕 毕竟这会影响他的名声和首播会的效果 但是总觉得博旺的话是另一层意思 于是他没有回答指导 我们不出去吗 博旺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就放过他 他继续追问 你还没回答我 陆之灵只好无内容是 当然希望你和陈雪然没有任何关系 明显这个答案深得旺仔的喜欢 他愉悦低笑了一声 陆之灵 是个吃醋精 哈哈哈哈 旺仔的自我攻略真的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看博旺的状态 陆之灵隐隐觉得有些不同 他转身推开了他 好心提醒到 博旺冷静 这里有摄像头 博旺薄唇微勾 你觉得我在乎吗 阴落 他勾起他的下巴吻上了他的唇袋 这一切似乎是博旺有预谋的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另一边古纳在一众记者的包围下 根本脱不开身 大家关注的话题都是博旺的绯闻 古纳机智道 各位这么喜欢狗血剧情 不如让我们提前看一下豪门第二集的预告吧 请大家看大屏幕 此时大屏幕出现的是一男一女你浓我浓的侧领 在场的观众纷纷黑人问号里 紧接着镜头捕捉到了两人的正面 现场炸开了锅 卧曹 这不是博总和他的秘书吗 博旺牵起陆志玲的手深情稳向他的手背 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 老婆 此刻在场所有人的沉默震耳欲容 这位冷酷无情的风批霸总 绝对是宠妻界的天花板 凡是得罪过他老婆的都被他抓了起来当食材 我没有碰过别的女人 老婆 博旺突如其来一声老婆 陆志玲错愕看向他 难道刚才喝的82年饮料过气了 博旺低笑了一声 在他白皙的脸蛋上捏了捏 说着他搂住他的膝腰推门走进会场 两人刚登场 就见扛着机器的媒体记者正两眼放光盯着他们 陆志玲正住了 大家这奇怪的眼神什么意思啊 古纳立马凑到陆志玲耳旁低声了 你跟博旺刚才在走廊接吻了吧 陆志玲手心一紧 你你怎么知道 刚才你们全都被监控拍下 直接投在了他屏幕上 陆志玲瞬间恍然大悟 猛地转眸逆向一脸得意的男人 博旺绝对是故意 紧接着记者一拥而上 两位是隐婚吗 一直没公开 那个 秘书 关于你和陈雪然互私的传闻是真的吗 下一秒博旺将陆志玲直接护在身后 并给刚才问问题的记者送去一个死亡眼神杀 他有名字 陆志玲 不会采访我教你了 防止博旺血洗当场 陆志玲立马圆场 时间不早了 还请各位问些有意义的问题 此时有眼尖的记者询问博旺下巴是不是受伤了 只见博旺摸了摸下巴露出一抹邪魅的笑 心狠啊 又不敢让人看见 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个公关确实不错 于是陆志玲上前搂住博旺的手臂 配合他上演一对恩爱夫妻 博太太 能说说嫁进豪门是什么感受吗 两位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文言陆志玲冷冷看了一眼那位记者 我姓陆 江南长林区陆家 陆志玲 听完陆志玲的介绍现场顿时炸开了锅 家破人亡的就是被搬上了台面畅谈 甚至有人质疑他嫁入博家的意图 博太太不考虑感性吗 这位记者没事吧 看不见一旁的博总脸色不好看吗 陆志玲想都没想直接对倒 不敢 说完他转眸看向身旁的男人 我深爱我先生 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 但我认为姓氏该由父母商定 但随一生 因为我的生命 我所受的教育都出自于他们 是他们培养了我才让我以最好的状态遇见我的先生 此处应该有整生 这就叫做语言艺术 阅读理解一本分的博旺听到他深爱他之后 连忙感动到揉住他的细腰 凑到他耳边表示 看你今天这么乖的份上 待会送你一份礼物 晚上十点首播会结束 博旺把陆志玲带到了公司的小飞屋 看他精心准备的礼物 不到几平里的房里群世人 守在外面的活死人 坐在角落里发疯尖叫的陈雪们 跪在地上苦苦哀嚎求放步的Paski高层 只见博旺露出一抹玩味而戏谑的微笑 才一天的功夫 你们就把绯闻推到风口浪尖上 很能搞事情吗 既然这么喜欢嚼舌头 就用他们的舌头做盘红烧舌尖 瞬间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傻了 陆志玲沉默看着博旺冷峻的背影 他说要送我礼物 难道就是在替我出头 男人是疯批又变态的大佬 却唯独对女孩一人温柔 看着博旺在为自己出头的路上越走越远 陆志玲忍不住叫住了他 博旺 放掉他们吧 别脏了大家的手 文言博旺冷不丁回眸扫了一圈活死人 你们嫌脏吗 不嫌 众人脱口而出 陆志玲有些无奈解释道 他们供出了御云飞基本死路一条 到时候看狗咬狗不是更有意思吗 更何况今天他们要是挂了 御云飞还抓住这点反咬你一口 我不希望你有事 文言博旺露出一抹温柔的浅笑 老婆果然爱我 好吧 那就听你了 不过命可以留下 想安然无恙却不可能 只见他拿出一叠文件用打火机点燃 狠狠丢进小飞屋 不许扑灭 不然就真的活不了 屋内瞬间火光四射 一群人疯狂吓尿了 回到总裁办公室 陆志玲累到动都不想动 贪坐在沙发上 博旺则一声不吭刷着手机 心情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陆志玲看了过去忍不住问道 你是故意让人放出监控 不是你要澄清吗 但我也不知道你用这种方式澄清啊 这种效果最好 博旺似乎很满意自己的骚操作 但是陆志玲听后沉默了 博旺也察觉了什么 视线从手机上转 随即瞥了一眼陆志玲 语气自带一股寒意 怎么 你不高兴 陆志玲尴尬笑了笑 我那时替你担心 毕竟我们俩是协议夫妻 到时候怕影响你第二段婚姻 闻言伯旺唇角微钩轻笑了一声 陆志玲 我是不是该谢谢你替我着想 我只是想我离开后 你不需要解决不必要的麻烦 伯旺一双黑眸死死盯着他 眼中的温柔越来越低 怕什么 说着他伸手俯上他的脸 渐渐逼近 解决麻烦不容易 那解决一个人还不简单 你都见识过我折磨人的手段了吧 伯旺语气透露着一股变态的戏许 陆志玲被吓得不敢多说 紧接着伯旺警告他不要动不动就说要离开 他不喜欢 伯旺到底怎么了 难道对他暂时等兴趣吗 不想让他离开 还有什么想说的 陆志玲鼓起勇气最后一次问道 你真的没有框过陈雪人 伯旺满意笑了笑 老婆吃醋真可爱 下一秒他牵起陆志玲的手 他动作温柔 但又像是一只捕到猎物的牢 正在漫条寺里检查着对方的母位 随时准备咬下一口 没碰过 我现在只想睡你 陆志玲安静坐着 垂眸 眼前几乎看不到光 他知道 伯旺没必要撒谎 说没有碰过大概就是没碰过 奶奶给我发信息 让我们明天回神山 好 伯旺欣然答应 正好他回去找找戒指 伯旺对陆志玲的爱事越来越把握 甚至在家人面前也毫不避讳 傍晚神山搏家 丁玉君笑得何不容嘴迎上陆志玲 他感激他为伯旺付出的一切 陆志玲谦虚表示都是大家的功劳 伯旺欣容正面无表情 坐在那看着金融报纸 头版赫赫几个大字 SG公司一跃成为了三大娱乐巨头老大 虽然SG娱乐是财团的边缘产业 但这一炮足够让伯旺长脸 好不容易脸上挂了点笑容 好好做SG 我不希望年底还能看到成余这家公司 可伯旺愣是没搭理他 丁玉君把陆志玲拉到餐桌前夸奖了一番 还不忘暗讽那些背后下黑手的东西 嘴巴逼脑子快三步的夏美琴立马就接住了话茬 把矛头直指玉云飞 玉云飞虽说已经被气得牙痒痒 但还保持着表面的端庄大方 哪里的话 别忘了当初是我主动提出把公司给伯旺管理的 夏美琴故意不饶冷笑一声 那是你想看伯旺丢更多的脸 结果阴沟里翻了船 玉云飞满脸委屈又无奈垂谋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呢 你老在那边一想 陆志玲看他演得开心 配合一下总是要的 玉仪在国外 估计也是那些人自作主张 不过现在这些人已经被伯旺开除了 紧接着陆志玲又告诉他 现在SG的最大股东就剩玉仪和伯旺 文言玉云飞眼珠子都差点掉了下来 还要假装镇定表示 说的是 一帮拖后腿的人留着也没有 见时机正好 丁玉君立马让玉云飞兑现之前的承诺 只要伯旺做出成绩 他就把股份转让给他 玉云飞当大又不是礼貌微笑答应 其实内心几千万只草泥马在奔腾 丁玉君乘胜追击 继续帮伯旺争取财团的位置 伯真容看了一眼伯旺答应考虑一下 毕竟接下来把伯旺安排去哪 至关重要 比晚分时间还早 一行人前往家中的剧院看歌剧 陆志玲回眸便见伯旺随意坐在那 一双深邃的黑眸死死盯着他 视线撞上 陆志玲冲他笑了笑 温柔如水 伯旺看着他唇角微勾 两久他朝他勾了勾手指 陆志玲只好无奈走到伯旺身边坐下 低声道 恭喜你 伯旺看着台上的演员扯着嗓子 没什么兴趣问道 演的什么 经典歌剧 福士德 陆志玲以为他真的感兴趣 便耐心讲解中 忽然猝不及防地稳落下 陆志玲一将 但没有退开 伯旺很美他的顺从 伸手搂住他的腰 陆志玲连忙推开轻声道 别 大家都在前面 旺仔开始抱怨 芝芝每次都这样 芝芝赶紧解释我怀着孕呢 说着他低头看了一眼 要大不大的肚子 可伯旺哪能听进去啊 下一秒他歪头 啃了一口陆志玲的耳朵 随后阴眼而中的嗓音响起 今晚住着 有个风批又病胶的老公 是什么体验 洗完澡陆志玲 一身红色睡衣走出来 进去就看到伯旺已经睡着了 伯旺乖巧的睡颜 让陆志玲不知不觉着迷 其实他内心深处 并不讨厌伯旺 而是害怕他 从结婚到现在 他从他身上得到的 已经太多了 丁玉君也说了 很快陆家老宅就是他的了 时隔五年再次见到陆家老宅 陆志玲难掩内心的酸涩 陆志玲对伯旺的关心 也许已经超出了 他原先的计划 渐渐的他对他似乎不一样了 他细心为他带好了被子 随后他也安静在他旁边睡下 背对着他缓缓闭上眼睛 就在他睡一见浓之时 肩膀忽然凉嗖嗖的 原来伯旺没有睡着 他语气里带着一股玩味的戏血 陆志玲 你就不怕你的肠子留一床啊 好一个浪漫终结者 旺哥会不会说话呀 见伯旺渐渐逼近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陆志玲劝他要及时刹车 随后触不及防地稳落下 直直 低迷阴雅的嗓音落下 陆志玲神情复杂看向伯旺 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自己 好像还不错 见状伯旺毫不吝啬在他耳边喊起 直直 陆志玲瞬间满脸通红 一月他站在镜子前认真端下着自己 感叹着自己和伯旺的关系堪比真CP了 身后传来动静 他立马把睡衣穿好 只见伯旺睡眼惺忪坐在床上 深邃的双眸死死盯着他 过来 陆志玲顺从走了过去 伯旺一把将人搂入怀 陆志玲轻声问道 晚上豪门庆宫宴你有时间去吗 闻言伯旺薄纯微勾 你要去 肯定要去 毕竟这次拍摄大家都很辛苦 尤其古道 不去犒劳一下 也太说不过去了 还有你这位大总裁过去给他们发一轮红包 大家肯定高兴死 伯旺低谋看向他 那你这位秘书要不要红包啊 陆志玲立马表示 自己就不需要了 因为他已经从老太太能得到他想要的了 下一秒伯旺大方道 御云飞的那一份给你啊 陆志玲不禁挣住了 SG的股份都给我了 伯旺打从心底开始接纳我了 陆志玲真厉害 把满身力气的伯旺哄成了小奶狗 转身又和漂亮段姐姐跳起了华尔兹 陆志玲拒绝了伯旺给的股份 还不忘PUA他 我不想工作 我只想好好陪在你身边 平时只要陆志玲这么一说 伯旺必须给拿捏的死死 今天却傲娇了起来 你想陪我 我就得让你陪啊 好吧 你不想让我陪 那我就远远看着你 伯旺唇脚微钩 黏人惊 说着伯旺轻轻亲了一下陆志玲 晚上我晚点去 好啊 我等你 陆志玲微笑着道 仿佛眼里只有他一人 豪门庆功宴在江北最贵的酒店进行 陆志玲很认真询问江福生 夏美琴有没有找他麻烦 江福生表示多得陆志玲的安排 夏美琴不敢对他怎么样 小七 福生 一个带着笑意的声音传来 两人转头 就见古纳缓缓走来 一头短发换成了宗死长发 跟以往干练女强人的模样大相径庭 陆志玲和江福生同时正着 随后陆志玲忍不住上前夸 但他今天太美了 谢谢 聊聊 两人来到了露台 古纳轻摇着杯中的酒微笑道 我以前就是这种风格 你大哥甩我的时候说我太柔弱 我当真啊 所以把自己彻底改变了 陆志玲若有所思默默听着没有回应 怎么 不想聊 古纳回头看陆志玲 一眼看透他 怕我难过 豪门拍摄以来 两人的交谈都是以工作为主 陆志玲以为他还没走出来 没想到今晚古纳竟然主动提及大哥 而且他表示他已经不恨他了 当年大哥虽然没有正面说过你的事 不过他让我看了数百遍里的毕业作品 他还薅光三伯母花园里的花 他送我了 某一天他房里的床垫不见了 那个也是送我了 那时候我为了拍摄毕业作品累得腰痛 他说睡他的床垫就不会 非给我送过来 回忆起过往种种古纳挺后悔的 两人争吵的时间有点多 而且知道了他是大财团长子后 还一度觉得自己配不上他 后来为了参加陆家舞会苦练了十几个小时的华尔兹 可最终陆景成没有看到 古纳一杯酒饮下 苦涩说道 其实大哥有一段时间也在疯狂练华尔兹 我会跳他的部分 闻眼古纳目光一颤 转眸看向他 陆志玲后退了两步并伸出手 吴小姐 能否赏脸同我共舞一曲 古纳呆呆看向他 这一瞬间他看到的仿佛不是陆志玲 而是那个记忆里高度英俊 风度翩翩的陆景成 博望到的时候刚好看到了这一面 陆志玲举手投足间温柔迷人 笑容灿若星河 隔着一层玻璃 博望顺着他的步子往前走 视线始终落在他的笑容上 他见过他笑 每一次都不像现在 他停在玻璃前 目光幽深盯着他 不然他意识到 这个人才是真正的陆志玲 以往在他面前的都是一张面具 女孩三分真心 七分演技 剩下的九十分全靠男人的自我攻略 庆功宴上陆志玲与古纳翩翩起舞 博望从来没见过陆志玲笑得那么开心 那么真实 他醋了 还有点小生气 古纳敞开心扉 跟陆志玲谈了好久 关于陆景成的往事 同时陆志玲也希望 他能从这段眼情中走出来 于是陆志玲代替大哥 陪他跳着最后一支舞 回忆如树永生心头 他想陆景成的情绪一下子上来 他紧紧抱住陆志玲止不住的抽气 泪水也不由自主滚落 陆志玲轻声安慰道 古导 博望的奶奶帮我买下了陆家老宅 到时候带你去看看我哥哥的房间 看完之后 你就放下吧 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他抬手给他开了派杯 就见博望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一脸阴沉看着他们 怎么了 大佬又不高兴了 陆志玲尴尬笑着跟博望咋了个招 魂眼古纳失去退到一边 暗自抹泪 你们聊 陆志玲快步走向博望 主动挽起他的臂弯 眼底尽是温柔 你们在做什么 博望低眸看向陆志玲与七阴了 没什么就是聊了一些过去的事 聊过去聊到抱在一起 旺哥吃醋不分男女 陆志玲一脸无语 随后他告诉博望 他只想博纳走出来 所以替大哥陪他跳最后一支舞 一个女人有什么好提的 说着他牵着陆志玲往里走 陆志玲还有些许担忧回头看向博纳 只见他微笑着向他招手 示意自己没事 两人紧接着来到了宴会厅正中央 陆志玲朝博望道 我们敬大家一杯吧 见状已经喝高的众人纷纷起祸 大喊着交杯 现场BGM也很给力 婚礼进行曲不请自拦了 此时此刻博望看着这群酒鬼 没风上扬 有意思 今晚总算有和老子心意的 陆志玲今天心情也特别好 为了配合他的家 陆志玲亲自将酒杯递给魔王 自己端着果汁 在众人的注视中绕过男人的手臂 随着两人缓缓喝下了杯中的饮料 现场哄暴声顿时更响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是两人的婚礼 古纳站在角落里看着两人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许久 他放下手中的酒杯 转身离开喧闹 回去的路上 陆志玲坐在副驾上哼着小曲 想着古纳口中的大哥 想着大哥做的那些幼稚的事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连伯望这个钢铁大直男 都能看出来问他 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了 陆志玲回眸看他 开心的张嘴 今天又是和你在一起的一天 不值得高兴吗 伯望害羞的方向盘都没问我 车子晃了一下差点就车祸 伯望连忙踩死刹车 扭头像是痴人的眼神盯着陆志玲 陆志玲 以后不准在我双手没空的时候勾引 哈哈哈哈 这位霸子 单手开车了解一下 通梯大佬被娇气一聊就脸红 甚至连车都不会好好开了 陆志玲今天太开心了 连TOA伯望都是那么得心应手 伯望被聊得差点失控 随后死死踩住了刹车 过来 他没有手段也不想放过他 陆志玲解开安全带凑了过去 温柔吻上他的唇 伯望瞬间身体一讲 瞳孔微缩 下一秒陆志玲见好就收退了回去 走吧 我们回去 伯望猴杰不由滚动了下 看陆志玲的眼神瞬间不纯洁 下一秒他狂踩油门 车速明显比刚才快了好多 陆志玲轻按着太阳穴 真是的 嘴快干什么呢 这车速回去恐怕要被吃干抹尽了 这么想着 他努力想把他那股冲上去的荷尔蒙往下压 你说 父亲接下来会让你去哪 伯望压根没理会 继续开车 陆志玲只好硬着头皮接着倒 不管去哪 玉云飞和夏美晴都不会消停 这次我们运气好过关了 下次不好说 说到一半陆志玲忽然僵住了 伯望这才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陆志玲忽然发现这次赢得太顺利了 有点诡异 按道理云飞不止陈雪然这一颗妻子才对 还挺聪明 伯望伸手握住他的手开口告诉他 两帮人都找过补纳 原来伯望明面不关心这次豪门拍摄 暗地里却派人紧盯着 生怕出内鬼 陆志玲不得不承认伯望想得比自己周全 听到这 伯望眼底掠过一抹刺骨的冷意 是你低估了人能恶心的程度 陆志玲回想这两个月发生的事 他猜想古纳没有答应任何一方 可伯望却告诉他 古纳两边都答应 陆志玲顿时呆住 这不可能 古纳不可能背叛陆锦诚的妹妹 因为这个事情伯望应该早早就找不伯望 只是他告诉伯望他想为陆志玲救出害他的人 所以他故意在两人中周旋找出证据 陆志玲看向伯望 你为什么不阻止他 为什么要阻止 我只要确认他没有背叛我们就行 陆志玲醋眉 他这么做太危险了 伯望却面无表情表示与我无关 就这样两人安静了好一会 陆志玲的心忽然悬了起来 他开始担心古纳的安危 于是他立马拨通古纳电话 可电话里传来的是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法运交期即将失去在这世上唯一的情人 封批老公却在一旁冷眼旁观 陆志玲拨打着古纳电话 一遍又一遍 依然无人接听 他顿感大事不妙 于是让伯望掉头去找古纳 伯望冷冷看了他一眼 神经 陆志玲瞬间被心慌吞没 顾不上那么多 伸手大力拍打着车窗 那你让我下车 我自己去 这是陆志玲第一次对伯望发脾气 只见伯望眼神里掠过一抹凌冽的光 一脚踩死油门 陆志玲 我没义务替你拆遣 有本事自己跳下去 陆志玲没有办法只好卑微 把手搭在伯望手臂上请求他 带他去看看古纳 车速渐渐慢下来 伯望扭头看向他 明明刚刚还笑得很开心 现在却一脸苍埋 不经醋眉 不就是你大哥以前的情人吗 你大哥都死了 旺仔你真的扎心高手 活该你追气火葬场 从小没被爱过 也没爱过的伯望 却是不懂古纳对陆志玲意味着什么 陆志玲不敢触怒他 只是手搭在他的手臂上 一遍遍哀求着他 果然大佬吃软不吃硬 他妥协地并扭转方向盘掉头 车子在公路上高速奔驰 很快来到了古纳的住所 陆志玲自己下车来到了古纳的门前 更凭他狂按门铃 愣是没有人回应 他更慌了 于是他推开密码门锁的概念 但又不知道密码 他冷静想了好一回 古纳最在意的人 大哥 他毫不犹豫按下大哥的生日 大门成功被截止 此时屋内的两名保镖 似乎已经睡死过去 糟了 陆志玲下意识看向 二楼古纳房间的位置 另一边博望在车里肆意抽着烟 一双眼死死盯着走进去的陆志玲 心里的粗意渐渐一出 大哥的旧情人也要管 还把我当司机 就在此时一声尖叫 把伯望的眼珠子都吓掉 他担心陆志玲出事 连忙抓起手枪从车上进来 土掉烟直直往里走去 陆志玲进到古纳卧室 那一刻他崩溃了 坐大的床上 古纳穿着晚宴上的 那件白色高定礼服躺在那 手腕上被划了一道伤口 鲜血已经染红了 大笨的衣裙和床端 陆志玲一步步靠近 手指微趁伸过去 按在他脖子上 将人从床上浮起 但是他力气不够 远远不够 他大声喊起了伯望 伯望慢悠悠从门外走了进来 见到一身血的古纳 他没觉得意外 神情冷漠至极 我抱不住他 你抱他去医院 他还活着 不用去了 他活不成了 陆志玲坐在那 用尽全身力气搂紧鼓纳 一双眼瞬间湿透 救救他 我求你 他声音颤抖地哀求着眼前的男人 伯望低眸看着他 眉头微眠 第一次见他焦急到无所事从 他心里莫名不好受 仅剩一个的家人在女孩怀里死去 女孩是那么无助 封批老公不安慰反而吃醋 寂静的夜里 车子行驶在宽阔的满路上 伯望单手开着车 往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只见陆志玲一只手握住了古纳流血的手腕 另一只手正在拨通丁玉君的电话 他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 请求丁玉君帮忙安排医院 丁玉君听出他的焦急立马应响 挂了电话陆志玲低头就见古纳一脸难受 吴岛 大嫂 大嫂醒醒 我是小七 陆锦诚的妹妹 陆志玲连忙呼唤他 闻眼古纳艰难睁开了眼 震惊而迷茫看着他 声音苍白无力 你刚才叫我 什么 你是我大哥认定的人 是我大嫂 陆志玲挤出点笑容 继续鼓励着古纳 医院快到了 你那么坚强会没事的 古纳眼里蒙了一层水 吃力道 我一直在忙 为什么你现在在忙 陆志玲明白他的意思 只是他觉得大哥不做 没必要用这种称呼绑架他 陆志玲万分傲恼 他后悔让他回国 把他置身于危险 古纳也勉强挤出一抹笑容安慰他 小七 你别自责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虽然知道你哥心里有我 但我就是不想活下去了 陆志玲拼命摇头 不 大嫂 我就剩你一个家人吧 你就当屁大哥陪陪我好不好 文言博望眼眸里掠过一丝冷蔑的光 什么玩意 什么叫 就只剩下一个家人 这种情况下还吃醋 旺哥你真的没事吧 古纳用尽全身力气触碰着陆志玲的脸 让他好好活下去 对不起 我失言了 没办法陪你回江南 小七 要想今万千仇 最后一个字没说出古纳便和上了双眼 车子停在医院探了 车门被拉开 大家都愣住了 陆志玲呆呆抱住古纳 脸上 身上都是血 看着触目惊心 他怀里的人已经没有了动静 我往回头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古纳 把人交给医生 看看是自杀还是他杀 就当医护人员伸手之计 你抱着只会让他身体烂在你怀里 臭在你身上 博旺冷冷看了一眼医生 那医生吸了一口凉气 鼓起勇气从陆志玲怀里抢人 陆志玲坐在那没有动 就那样眼睁睁看着古纳被送上当家推走 车门自动合上 看着陆志玲失魂落魄 博旺忍不住头 怎么 你还想留下来给他守着灵 陆志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便由着博旺把车子开得越来越远 陆志玲靠在车窗上望着窗外 他忍不住开口 博旺 我想进车走走 可以吗 只见博旺冷笑了一声 还真把我当司机 没有 我只想下去透透气 你先回去吧 我晚点打车回去 博旺很不爽 就一个大哥的旧情人 怎么跟死了自己的情人似的 陆志玲目光空洞 眼睛里没有了光 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他不一样 他原本可以是我的家人 女孩从未感觉到如此绝望 浑身是血的他走到了跨江大桥上 陆志玲眼里不再有光 他低声道 他原本可以是我的家人 闻言博旺冷笑了一声 从小没等受过家庭温暖的 他自然不懂家人的深远寒意 那只是曾看不见的关系 到死都是个放隔的骨灰 虚伪 陆志玲忽然全身寒战 这该是多冷血无情的人才说出这话 陆志玲再也坐不住了 于是他拼命拍打车门 博旺 停车 让我下车 他语气强硬反复喊道 博旺耳朵被吵得不行 下一秒重重踩下刹车 由于惯性 陆志玲直接就撞上了前面的里面 便见博旺回过头瞪着陆志玲 眼底里竟是凶狠 滚 老子不伺候了 随后陆志玲毫不犹豫推门下车 博旺坐在驾驶座上狠狠瞪着车外他的身影 一股无名火冲进胸腔 紧接着一脚踩下油门扬长而去 江北的夜色格外浓郁 路上车水马蒙 路边行人匆匆 浑身是血的陆志玲如一抹幽魂飘荡在夜里 忽然他兜里的手机震动了下 他拿出手机一看 是古娜的信息 陆志玲指尖颤抖地滑开信息 小七 已经不知道这是我第几次设置定时发送了 如果你收到了 就表示对方终于下手了 我已经不懂了 古娜本来早就得寸结束生命 但是为了帮助陆志玲他强撑了下来 从古娜的绝笔信里可以看出 他应该早就猜到博家两方势力会对自己出手 他甘愿用自己做而引出幕后黑手 并留好了证据 这么做都是为了让陆志玲在博家能立足 字里行间都是古娜对陆志玲的爱 这一刻他再也止不住累了 拿着手机的手也止不住颤抖 恨陆锦诚的时候他可以活着 一旦不恨了 他再也找不到支撑他活下去的理由 古娜不希望陆志玲再承受一笔后 所以不允许陆志玲参加他的葬 他委托了曼师将他的骨灰制成对解 等将来陆志玲回江南市 便带回去放在陆锦诚的墓碑下 就当天陪着他 姓墨 他希望陆志玲一家三口好好活着 看完所有文字 巨大的绝望像黑洞般朝他吞没起来 他抱着膝盖蹲在路边 想大声叫喊 却连一个音都喊不出来 看着家人一个个离他而去 这一刻陆志玲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 渐渐旁边传来了路人的关切 陆志玲根本没理会 他缓缓抬头看去 是一座闪着无数邪性的跨将大桥 跨过去就是江南 等将来你去江南的时候 帮我把戒指放在陆锦诚的墓碑下 小姐 我知道你最想做的就是回江南 莫名的念头冲进脑海里 陆志玲整个人一片空白 前方似乎出现一道光指引着他 走过去 走过去就到家 就能见到家人了 他站了起来 在周围人错愕中 头也不回走进车流中 一辆大货车从他身后急驰而过 吓得路人连连尖叫 远处的路边一辆车静静停在那 车内的男人脸色阴沉望着他 真不要命啊 很快陆志玲来到跨江南桥上 尽管身后无数路人好心提醒他危险 但他依旧不管不往前走 忽然手腕被一股狠狠的力量转转 朦胧的白光消失 只剩下夜晚依旧炙热的风 以及身后脸色铁青的男人 这是我见过最丧心病狂的男人 他居然想把怀孕娇气从桥上推下去 博望残忍低笑了一声 下一秒像抱个孩子似的将陆志玲抱起 放在桥的栏杆上 陆志玲被吓得正着 呆呆跟着博望 只见博望眼底露出一股玩味的戏血 想通了 准备陪我一起死吗 陆志玲一只手紧紧握紧手机 他看着面前的男人彻底清醒 他摇头 他不想死 他只是想回家 博望往陆志玲身后的江面看了一眼 还是喜欢沉江 行 我现在松手 你马上就可以下去了 说着博望便松开了手 吓得陆志玲一个机灵 连忙死死拽住博望 通红的双眼不安看着他 不要 博望真的是魔鬼啊 还想陪陆志玲一起去见阎王 博望的笑坏到骨子里 像是巴布的他厌世一样 陆志玲泪眼模糊 使劲摇头 双手还住博望的脖子 那在祈求他抱抱他 博望双手撑住了栏杆没有动 但眼中的邪命渐渐退去 陆志玲慢慢靠近他 最后紧紧抱住他 博望 我想回家 我只是想回家 哪怕什么都不做 就栽在老宅里就好 良久博望把陆志玲从栏杆上抱了下来 我带你回去 他抱着他转身 往自己的车子走去 陆志玲缩在他怀里 眼睛一眨不眨看着他 随后博望将他放在副驾上 转身上车 启动车子 居然不顾周围交通强行掉头 好一个法外狂吐 陆志玲猛的扭头看向窗外 瞬间明亮 原来他说的回家不是纸浆门 不过陆志玲在期待什么呢 他一个连家人意义都不懂 能懂家是什么吗 忽然 一股剧烈疼痛席卷陆志玲整个身躯 他痛得忍不住捂着肚子缓缓靠到了一边 博望斜谋逆曲 你怎么了 肚子疼 好疼 下一秒博望立马踩死刹车 见陆志玲脸色惨态 博望下意识拉了拉他的裙领 只见鲜红一片 博望红红猛的紧缩 别怕 我现在马上带你回神山 那里有最新的医疗设备 最优秀的医疗团队 陆志玲已经痛到脸部表情扭曲 双眼虚睁 憔悴痛苦 博望单手握住方向盘 另一只手捉住他的手臂 陆志玲 你撑着点 博望一刻也不敢耽搁 飞车回到神山 四个月见红 有流产迹象 发烧有炎症 需要马上进行详细检查了 先推进房间 快 一群人围在陆志玲床前 抽血的抽血 凉血压的凉血压 丁玉军关心陆志玲的安危 提醒医生道 他有中度贫血 流产会要他的命 贫血 会死 这话对博望犹如当头棒喝 尽管陆志玲告诉过很多次 他身体不好 博望也没有太贼 这次这位大佬终于清醒了 博望一把抓住医生的手 嗓音冷得可怕 他会死吗 大少爷 少奶奶出血渐红 胎心也有些弱 我们尽力保胎的 很明显医生的回答 没能让博望难以 他双眸近视寒意 语气冰冷到极点 我问的是他会不会死 满手鲜血的疯癖大佬 第一次感觉到害怕 只因怀孕娇妻 生命垂危 博望死死攥着医生手臂 恶狠瞪着他 他会不会死 医生被瞪得被挤凉嗖嗖 强作镇定解释 大少爷 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 一切都不好说 最坏的是什么情况 博望咬牙切齿道 医生如是回答 流产 孕妇大出血 闻言 博望彻底慌了 胸口莫名一阵弯心的痛 就在此时丁玉君将医生拉走 叮嘱他不管孩子怎么样 千万要保住陆志玲 医生点头硬下 陆志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现场安静的只剩下一气 在滴滴滴击 博望抬手想摸他的脸 却发现自己的手上全是鲜血 他看着第一次觉得 这鲜红的颜色让他心慌 下一秒他抬脚就走进浴室 使劲搓洗着手上的血脂 恨不得将皮搓掉一层 他忽然发现 他不想他死 不止不想 自从陆志玲搬进地将停 自己也没想过死了 想到这他不禁觉得自己可笑 一个活着跟死了没区别的人 居然想好好活着 希望望哥想清楚 小七其实是你的救赎 另一边丁玉君一直站在门外 生怕打扰医生救人 文达也匆匆 今晚割腕的人查出来了 是豪门导演骨 大少爷已经吩咐人做尸检了 文言丁玉君脸色骤变 尸检 那就是怀疑他伤了 丁玉君智商还算在线 大概猜到是跟哪些人有关 气得他立马开始整顿后宫 快 去把他们给我叫起来 还有真容 志玲没有醒来之前 谁也别想睡觉 老太太气场两米 文达只能照顾 凌晨两米 一直昏睡的陆志玲终于有动静 随着体温降降 仪器上的各项指标也漫乱趋于伟定 健壮医生常常舒了一口气并交道 接下来必须卧床保抬 不能受刺激 更不能有任何剧烈运动 此时站在浴室里的伯望忽然跌坐在地 双腿几乎麻木 看来是给旺仔相声了 差点就没老婆了 丁玉君坐在床边看着满头是汗 浑身是血的陆志玲 心疼丁主扶声道 赶紧给他擦擦身体 换一身干爽的睡衣 好 此时博望脸色阴暗不明走了出来 嗓音阴眼低沉 我来 你们出去 闻言 丁玉君错愕看着他 你来什么 来刀子还是手眉 博望看过去 眼神幽冷 丁玉君瞬间明白 在江湖声的搀扶下立马退场 房门被带上 博望用毛巾擦上他的脖子 一点点往下擦着 从未有过的温柔体贴 陆志玲紧锁的眉头也舒展了 他闭着眼低声嘶喃着 博望躬身凑近 听到了他细微的声音 想吃海棠酥 海棠酥 说着他又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博望先是愣了一下 好家伙 刚保住胎就惦记上吃的 随后他帮陆志玲换好了衣服 不一会 一盘新鲜出炉的海棠酥 被江湖声送了进来 丁玉君实在没忍住又跟了进来 他坐在床边 用勺子将海棠酥一点点味道陆志玲足 可海棠酥刚进嘴里 陆志玲就全部吐了出来 见状丁玉君担心急了 怎么不吃啊 不是说要吃海棠酥吗 是不是没有尝出什么味 要不我再来喂一点 阴落只见博望在床头坐下 扶起了陆志玲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膀上 拿起一块海棠酥一点利口 随后低下头就贴着他的唇味进去 丁玉君和江湖声立马被下出同款表情包 这绝对是全剧最爽的一幕 女孩终于给了疯批老公一个狠狠的逼逼动 仅仅因为他要为他吃东西 见过嘴对嘴毒药的 博望你简直疯了 竟然要这样为海棠酥 感受到莫名压迫筒的陆志玲狠狠挣扎反抗 啪 昏睡中的他抬手就甩博望一搭着 丁玉君和江湖声再次被下出同款表情包 求生欲极强的湖声连忙撇不透 我什么都没看见 博望错愕无脸看着陆志玲 他是万万没想到平时娇滴滴的 生病了还会等人 见状丁玉君立马上前替陆志玲解释 他病糊涂了 你别往心里去 文言忘仔将嘴里的桃花酥狠狠嚼嚼碎 我自己吃不香吗 对于陆志玲要吃海棠酥却又不吃的一系列表现 在场众人都摸不着头脑 丁玉君建议再做点别的江南底细 却又无从下手 就在此时江湖声响到了风筝 半小时后 风筝被接到博家 刚进门看到病得迷迷糊糊的陆志玲 他眼睛不经通 猜想他应该是洗面太太做的海棠酥 那时太太做了一盘味道奇怪的海棠酥 小姐怕太太难过 一边吃着海棠酥 一边不停夸赞太太的手 后来太太就一直按照那样做给小姐事 听到这丁玉君懂了 这哪里想吃海棠酥 他分明就是小妈妈 说着他眼眶瞬间湿润 这孩子心里得苦成什么样 才会连生病都不敢喊医生妈妈 博望低眸看了一眼床上的人 抬脚就往外走去 跟我过来 他冷冷的 风筝先是愣了下 才意识到博望适合自己说话 连忙跟了上去 随后两人来到了厨房 风筝一脸茫然 大少爷 你叫我过来 是 只见博望拿出一大袋面粉 扔到捉面 紧接着他撸起袖子 看那架势是要准备亲自想出红老婆了 风筝瞄抖 立马将海棠酥的步骤整理给他 整整六个小时过去 真的难为风筑一大把年纪 熬了个大夜给博望当小白鼠 浮身看着都心疼 连忙劝风筑去医院看看 风筑却表示 要等陆志玲醒了再去 天亮了 窗帘被拉开 光线朦朦胧胧照进卧室 陆志玲仍昏睡中 博望掰下一小块 亲自做的海棠酥味道陆志玲唇边 吃吧 海棠酥 听到声音陆志玲微张嘴 将海棠酥含进嘴里 下一秒 一滴泪水无声从他眼角落下 梦里 陆志玲仿佛见到了妈妈 但是任凭他大声呼喊 妈妈最后还是消失了 妈妈 不要走 不要离开我 陆志玲在床上激动地挣扎着 见状博望一把将人紧紧抱进怀里 试图安抚他受伤的身心 不知道折腾了多久 陆志玲终于在博望温暖的怀里安稳睡着 博望也困到和尚的眼睛 却忽然又听到一丝微弱的声响 粥 要吃粥 博望虽然心里觉得麻烦 但是还是没忍住关心到 什么粥 山药一米粥 半天过去陆志玲终于醒来 睁眼的瞬间被屋内的阵仗吓到 连忙询问江福生发生什么事 你差点流产 医生叮嘱你要卧床保胎 不能劳累 陆志玲脑子一片空泪 好一会才回过神 想起了昨晚发生的一切 古娜死了 是被杀的 也是自杀的 无限的自责瞬间侵蚀她的大脑 原本好不容易有点光的世界 就在这一刻再次打她 没流产又怎样 最后我还不是谁也留不住 生病的女孩只夸了一句老公厨一号 结果被强行塞了一碗粥 陆志玲回过神让江福生把手机拿给她 她伸手接过手机 果然各大新闻头条 全是古娜身亡的消息 并且网友都在猜测她的真正死因 更有一部分网友说 她拍摄的豪门得罪了资本 才会被杀身亡 看着一脸单纯的江福生讲起这些 陆志玲心里不禁发毛 在SG娱乐这场斗争中 夏美琴和玉云飞都曾暗中出手 把福生留在身边 恐怕下一个出世的人就是她 陆志玲想都不敢想 于是她语气冷淡告诉江福生 以后就好好待在老太太身边 她已经不需要她了 闻言江福生立马蹲向祈求陆志玲不要把她走 陆志玲态度决绝 说什么也不同意她留下 就在此时伯望端着一碗粥进来 出去 她语气冰冷 江福生伤心抹泪起身离开 陆志玲只能默默看着 眼里的光渐渐消失 伯望低眸看了看陆志玲脸色一沉 仿佛又看到那个人不忍鬼不鬼的陆志玲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身体还有些虚弱 陆志玲说着抬眸看向伯望 细看着男人的黑眼圈也有点重 昨晚你没睡好吧 确实没睡 还为你搓了六个小时面团 可是傲娇的男人却一声不吭 下一秒伯望把粥递到陆志玲面前 吃吧 陆志玲顿时愣住了 居然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山药一米粥 只见伯望少起一小口在嘴边吹凉 没想到疯批大佬也有细心里面 随后味道陆志玲嘴里 陆志玲一下子就尝出了那是记忆的味道 她忍不住问伯望 粥很好喝 是请了江南菜系的厨师吗 文言伯望脸都绿了 这是老子做的 醋了醋了 厨师做的能有我做的好吃吗 陆志玲错愕看向伯望 两久 她开口夸她 你的厨艺真好 听了老婆的称赞 原本黑脸的伯望瞬间羞红了脸 好了 别说了 好吃快吃 在伯望的拼命投胃下 陆志玲干掉一大碗粥 结果脸色难看捂住肚子 健壮伯望关心道 你又怎么了 胃里难受可能吃太多了 谁让你吃那么多 很明显是你自己喂的呀 陆志玲尽管难受也不忘POA旺仔 你亲手煮的粥 我不想浪费 果然这一套对伯望最有效 她伸手搂过陆志玲的肩膀 温热的大掌 猝不及防附上陆志玲的腹部 并顺时针轻柔了起来 陆志玲下意识身体一颤 伯望将人搂着更紧 别动 越动越不舒服 陆志玲不再乱动 任由她揉着自己的胃 伯望 谢谢你 片刻后 陆志玲转身搂住伯望的脖梗 在她脸上蹭了蹭 干什么 你帮我查一下 最好将我大嫂的别墅控制起来 我怕她安排的监控被人拿走了 伯望冷笑了一声 眼底掠过一丝玩味的细血 陆志玲 抱一下就想让我伯望给你做事啊 通批博少一身反骨连奶奶的话都不听 又强行亲吻了怀孕娇妻 陆志玲抬眸看醒伯望 伸手俯上她的脸 你帮帮我 好不好 下一秒伯望俯下身 稳住她的唇 陆志玲顺从迎向她的吻 志玲 你可终于醒 丁玉军激动万分推开房门 话都没说完就看到床上吻得难舍难分的两次 顿时下出了大号表情包并连忙阻止两人 秦医生叮嘱过 志玲现在要静养保胎 不能剧烈运动 伯望你快放开她 闻言陆志玲害羞到将被子照顾头 伯望被搅了好事 面色愈发难看 一字一字道 只是轻两下 轻两下也不行 这容易让她激动 昨晚不就受了刺激才会差点流产吗 紧接着丁玉军提出 让陆志玲住到梧桐院 他亲自照顾她 帮她保胎 听到这伯望眼底 滤过一缕凌烈的杀气 你做梦 眼看大孙子态度决绝 丁玉军继续苦口 我心劝说 半晌过去愣是没能说服伯望 我的老婆 谁都休想抢走 伯望这边行不通 丁玉军转头征求陆志玲的意见 陆志玲从被子里看出半个脑袋瓜 他十分纠结 他想住无同怨 又怕跟伯望关系搞僵 忽然头顶上方的被子被掀开 他抬眼便撞上伯望漆黑的双眸 他死死盯着他 嗓音低沉此信 说你想跟谁 明显这是一道送命题 陆志玲看了一眼他 又看了看对他充满疼爱的丁玉军 此时伯望不明所以的笑音忽然响起 没事 你想跟谁都可以 我不勉强 我外边又不是找不到你 陆志玲明示他的眼沉默了几秒 坐到了伯望身边怪顺抱住伯望的臂膀 有些歉意看向丁玉军 我还是想和伯望在一起 伯望一脸得意看向丁玉军 多少有点小人得志的模样 丁玉军气炸了 但是也没办法 毕竟小两口愿意待在一块 他也不好拆死 只是他必须叮嘱两人注意 不准激烈运动 不准亲吻 最好连肢体接触都不要 伯望一脸不悦 却听到陆志玲欣然应响 丁玉军关门离开 伯望迫不及待捏住陆志玲的脸颊 重重的稳落下 这么怕我在外面找其他女人 他近距离盯着他语气中带着些许威胁 陆志玲内心根本不在意这些 但不得不应付他 不怕 你说过要把我得到守候在想必须 只见伯望直接凑到陆志玲耳边 那我要是改变了主意呢 风批大佬居然还是个恋爱脑 一心想让怀孕娇气吃醋 结果被娇气精准拿捏 陆志玲长劫微颤表示 那我也没有办法 文言伯望脸色阴沉逆想他不发音 紧接着陆志玲缓解释 我对你最大的期望从来不是战友 而是希望你能开心自在地活着 将来能护好我们的孩子 这应该是陆志玲此刻最真心的真心话 但是伯望更希望他吃醋 黏人 伯望闭眼思考了一会 拧着 我去给你查 文言 陆志玲目光动了动 深深看向他报谢 伯望心里分明担心陆志玲 却嘴硬警告他 下次别露出不人不轨的模样 看着烦 文言陆志玲直接误会 以为伯望只喜欢他围着他转 好 他安静硬下 行了 睡吧 伯望一手扶着陆志玲的脑袋 慢慢放到枕头上 一手贴心为他盖上被子 毕竟他要保胎 不能玩得太过活 陆志玲卧床一周 状态恢复算不错 这天静慢失和寂静来探望他 并有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他 陆志玲缓缓下楼 便见寂静抱着个断面盒子 讨好般笑着问好 下一秒单膝下跪 一口一个嫂子 一脸产妹只为保密 这是价值连城的发廊双耳屏 请嫂子笑呢 陆志玲看着他大喜的无语 谢谢 你先起来吧 对了嫂子 旺哥呢 他去处理SG股份的事 听说你病了 奶奶要我和寂静一定要过来看看 随后陆志玲招呼纪曼师坐下 纪曼师和陆志玲不数 也就没有任何寒暄 直入主题 从包里拿出一个酒红色融合 这个 给你 陆志玲接过来打开 是一对光彩夺目的婚戒 这是古娜的骨灰制成的一对婚戒 陆志玲看着戒指沉默 见状纪曼师劝他无需自责 娜娜的死与你无关 他太爱你大哥了 他从没真正放下过 他心甘情愿殉情 好过什么都不知道死去好 闻言 陆志玲一下子握紧盒子 握得很用力 两久 他握着盒子站了起来 朝纪曼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 纪小姐 谢谢你这些年陪在我大嫂身边 大嫂 纪曼师先是正主 然后渐渐地释怀了 真好 娜娜知道陆家认可他 一定很开心 姐弟俩坐了一会便离开 陆志玲静静坐在沙发上陷入沉思 在回江南之前 他必须先解决伯家内部的那些事 于是他想先找伯真荣谈谈 闻管家却告知 先生回来的时间不固定 陆志玲表示不急 他可以等 女孩曾是受尽万千宠爱的豪门千金 却因一场大火失去了所有的家人 然而好不容易失而复得的亲人又被杀害 今天他决定与伯家背后的两股恶势力正面钢 陆志玲安静坐在沙发上 这一坐就到了晚上 伯真荣终于到家 身后还跟着玉云飞和夏美卿 陆志玲立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礼貌朝三人问好 并表示有重要事情找伯真荣谈 文言伯真荣冷冷看了他一眼 什么事 陆志玲拿出评论 并点开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西装男正在恐吓乔杨 夏夫人让你去试诫 小事也变砸 你最好管好你的嘴 否则 乔杨是受了夏仪的指使 故意挑拨我和伯旺关系的 被当众揭穿 夏美琴立马恼羞成怒 瞪向陆志玲 正要发难之际 陆志玲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 这是下一根伯生的探武和伯旺关系 并让他偷剧本的录音 夏美琴脸色煞白 瞬间有了要对付江伯生的想法 聪明的陆志玲立马看穿 冲着夏美琴笑了笑 伯生单纯 不懂这些勾心斗角 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 可想而知是谁干的 文言夏美琴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 陆志玲 你什么意思 志玲是怕你杀伯生灭口 玉云飞看热闹不嫌事打 紧接着火上浇油 伯旺去管理公司 我连公司都让出去吗 你却在背后搞小动作 你算什么长辈啊 伯真蓉冷漠看了过去 夏美琴笑的连忙解释 我这么做仅仅是关心人 并没有恶意 可伯真蓉没理会他 随后转谋恶狠狠盯着陆志玲 你还有什么话 一次性说完 既然这样 那就连玉衣那份也一起算算 文言玉云飞故作镇定 看向陆志玲并表示自己坦坦当了 陆志玲不慌不忙拿出 SG娱乐几位老总的认错书 递给伯真蓉 并一字一句道出 陈雪然怎么勾引伯望不成 改栽赃陷害的过程 玉云飞却依旧从容不破 他质疑陆志玲的证据 毕竟没直接证据证明是他指使的 但至少可以说明 玉衣你之前在SG馆里不言 用人不善 不见棺材不掉泪 陆志玲接着放大招 陆志玲将古娜的死亡监控视频放出 视频里古娜跟黑智男谈判 可对方杀气十足 明显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 古娜恳求死前知道要他命的人是谁 博士一个大高层 林长武 看到这博真蓉和玉云飞脸色顿时一尘 这时视频里的黑智男已经站了起来 他递给古娜一瓶安眠药病冷冷的 你来 还是我来 古娜生无可恋接过罐子 我自己来 再看一次视频 含义还是充斥陆志玲全身 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让坏人得到惩罚 忽然夏美琴转眸震惊向玉云飞 你疯了 你沾人命 淡定的玉云飞再也不肯定 他大声反驳 与我何干 夏美琴肯定不放过好机会 继续连环炮 我看陆志玲沉江也是你干的 玉云飞立马装可怜找博真蓉哭诉 表示自己被栽赃陷害 说完他又转头看向陆志玲 表示他愿意去警局和他们对峙 对峙不了 林长武忽然中风成了废人 话都说不清楚了 而那个杀手也死在了出租屋里 话音刚落 只见伯真蓉脸色凝重 玉云飞和夏美琴都是一脸错误 仿佛这一切都在意料之外 处黑财阀掌权人 趁儿子不在家想对付而行 结果下一秒儿子霸气登场护妻 眼看所有线索都断了 陆志玲看见伯真蓉 镇定而冷静 他请求他务必要为他主持公道 文言 玉云飞含泪上前解释 真蓉 相信我 我真的不会害伯望 伯真蓉把手中文件放下 脸色阴沉 嗓音冰冷 显然他要护短 毕竟警察都查不到 陆志玲并不想轻易放弃 明知道伯真蓉不爽 他还是要开口 父亲您是博士财团最高决策人 谁做了什么事 相信瞒不过您的眼睛 好大一顶高帽落在伯真蓉头上 他似乎不领情 反而还怪起伯旺干事不力 没资格做博家继承人 面对伯真蓉的冷血无情 陆志玲毫不畏惧 我爷爷说过 即使用狼性思维来管理一个家族 也不能忘记狼群团结才是最重要 牵扯人命就不再是良性竞争 而是人性丧失 这样的大毒瘤留下来 迟早会传染吞没所有人 忽然被小辈教育起来 伯真蓉脸色瞬间铁青 你爷爷要是真有本事 你陆家也不会只剩下你一个人 伯真蓉这话深深刺痛了陆志玲 他紧紧攥紧拳头 随后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反驳 我年纪轻 确实不懂管理家族 但是我认一个名 做坏事就应该付出代价 既然父亲不愿意给我一个公道 那我就让K国民众来评议 他打算将查到的所有资料都捅到网上去 听内顿时一片死寂 夏美晴和玉云飞自知理亏 也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但是陆志玲给博家抹黑这种行为 伯真蓉最深恶痛绝的 他们也在等着陆志玲自讨没去 果然伯真蓉脸色已经不是铁青 而是猙獰 嗓音冷至冰点 是伯旺让你来要挟我的吗 是我自己要来讨个公道的 这时陆志玲确实没跟伯旺商量 你还真当自己是这个家的少奶妹啊 伯真蓉身上的怒气越来越重 来自一个上位者的死亡凝视 我再问你一遍 你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伯真蓉瞪着面前的人一字一句道 你真的敢吗 我敢 陆志玲回答得毫不犹豫 毕竟他不能让古纳死得不明不白 他有什么不白 有嚣张的声音同步传来 众人错愕转头 便见伯旺靠在门口 邪里邪气看着屋内 陆志玲有些意外看了过去 他怎么来了 伯旺往里走过去 一只修长的手搭在他的肩膀 他身后是我 有个不怕死的疯子给他撑腰 他有什么不敢的 旺哥这次上卡坟 为你封为你狂为你 框框撞你的墙 冷不无情的风批大哨 为了一个落魄千金 不惜要毁掉家族 甚至愿意搭上自己的面 即便如此他始终没有承认他心疼他 爱他 听到伯旺说出这种大逆不道道吧 伯真蓉怒气冲冲质问他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伯旺昂首跟伯真蓉对视 知道 伯保证热度一直维持最高 他还扬言要将自己的黑料填进去 保证伯家天天挂在热搜榜衣 闻言在场所有人背脊发毛 不敢发抑郁 伯真蓉也忘了没想到 自己儿子为了的女人居然真的疯了 陆志玲顿时正逐 他不想伯旺把自己喝进去 伯真蓉看着伯旺那张疯狂的脸 许久他冷笑了一声 好 好得很 一个两个都很好 说着他站了起来 桌起面前的平板狠狠 咋到捉迷 随后转身头也不回往书房走去 闻管家跟了上去 御云飞和夏美晴都笑得面色惨 现在伯旺和陆志玲揪着不放 恐怕伯真蓉对他们自然也被生厌烦 就在此时 闻管家出现来传伯真蓉的话 即日起 夏夫人暂停手上所有职务 慈善坐满那年才恢复 夏美晴吓傻了 至于御夫人 从明日起 罢免她在财团的一切职务 并且明天立马安出神山 自己另找住处 闻言御云飞呆住了 贪坐在沙发上 陆志玲看向两个女人 彷徨的脸冷笑了一声 恨我吗 恨我就直接点 直接来对付我 只要我活着 你们动一下 我就咬回十下 摆下 陆志玲气场两米 渐渐逼近了 我不死 你们就别想 御云飞和夏美晴 被陆志玲的气势震慑到 愣在原地无法反驳 随后伯旺带着陆志玲 来到了室内花房 他低谋死死盯着他 陆志玲本想解释金鸣的事 却被伯旺一个眼神堵了回去 只好低着头好好听着他训话 陆志玲 你居然背着我一个人对峙他们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你还敢要挟伯征荣 闻言陆志玲目光暗了暗 我只是不甘心 这么便宜他们 那就悄悄弄死他们 跟伯征荣直接杠上 你有多少条命了 陆志玲不傻 他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虽然他知道古纳的死不一定 跟玉云飞有关 更不可能跟系美情有关 既然这样伯旺表示不明白 为什么要把事情搞那么大 陆志玲却表示 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 伯旺脸色忽然阴沉 似乎明白了他的意图 只有身在漩涡中心 才能真正看清楚 漩涡到底长什么样 这么一想 伯旺怒意更甚 伸手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弓身靠近 眸光滤过一抹凛冽的杀意 陆志玲 你很想死吧 陆志玲抬眸对上伯旺漆黑的双眸 他眸中泛起了丝丝血红 脆弱不堪 我只是想快点要个真相 要真相 连命都不要吗